来佛三圣永思集有声书 净空老法师鉴定 印制法师兼修 因缘声编转 诗子后净土专修网 护持制作 黄石录音室录制 王大川 崔国夫 杜满生 吴祖明 陈宗悦 夏至世 高德语 联合攻读 若要佛法兴 唯有僧赞僧 海贤老和尚说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都是假的 净空十年八十八 是 净土法门 为末法众生 主要得度法门 然以为妙 然以为妙难思 故致异行难信 有赖历代高僧大德出世表发 树立典范 令未信者生信 以信者坚定信愿 同德往生净土 原成菩提 河南南阳来佛寺 闲宫老和尚 被当代稀有难得之静宗高僧 以九十二年之深信 妾愿独行 行柱坐卧 一句弥陀念到底 极致功横圆满 成就之高 不在历代祖师之下 可见净土法门之殊胜圆满 二零一三年元月 行功欲知实质 自在往生 以一生表法 证明 极乐世界真实不虚 阿弥陀佛真实不虚 为无量寿经做正转 观其毕生行持 一门深入 常识寻修 不仅为静宗学人之最佳典范 必为一切佛门弟子 树立修行榜样 行功圆满落实 静宗行门五课 静夜三福 六合静 三学六度 谱贤十愿 自列数如下 一 静夜三福 一 孝养父母 先功还同时 即以孝行文明相礼 自小 辛勤劳作 以贴补家用 父亲早逝 后以兄弟相继过世 贤宿 先功接母 至四奉样 达二十七年 后未母念佛送终 每年不忘祭祀父母祖宗 充分体现孝道精神 奉事师掌 于军心岁月 先攻独立奉养四礼 五位年迈长老 直至彼等 一一念佛往生 文革时期 感冒生命危险 历尽磨难 力保传戒功之灵骨 免受毁坏 一生奉行传戒功 老实念佛之教诫 严守不张扬己能之训事 每年祭祀时节 必祭拜师长灵堂 充分落实尊师重道之德性 孝亲尊师 为一切德性之根本 先攻真正落实孝敬耳根 为其一生成就道业 扎下坚实基础 雌心不杀 玄公一生雌心爱物 真诚善待一切众生 每次夏天耕种之前 必一再绕行天地 告知土中众生 告知土中众生回避 敲稿下地 诸虫躲避 若伤性命 即胜佛地 然后念佛一会儿 方开始跟踪 尝尝师时与猫狗等物类 并据事人们 当以平等爱心对待 千万不可加以伤害 修实善业 行攻圣护身口意 落实实善业 符合无量寿经所言 善护口业不积他过 善护身业不失律仪 善护意业清净无然 且免人善护三页 曾曰 宁可昏口念佛 不可诉口骂人 幼稷人 不可说话口满 不可心生恶念 二 受持三规 贤公自幼归依三宝 出家后延迟境界 老实修行 不愧为僧宝之一员 时时保持觉性 一句南无阿弥陀佛 刻骨铭心 积归依自信佛宝 正知正见 正念正行 积归依自信法宝 六根清净 一尘不染 积归依自信僧宝 聚足仲戒 先公持戒经验 与祭坛所学 皆认真落实 并以持戒勉励后学 长月 出家人一定要守戒 要注意威仪 做人天的好样子 物守戒 没有人欢喜 不犯威仪 贤公行柱坐卧 威仪庄严 文革期间拒绝还俗 保持僧宝形象 曾曰 学道当至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辱不开化 三 发菩提心 玄公若惯感悟 轮回路险 此生事大 真为出离生死而出家 出家后 以成佛度众生为之 顾虑世人 拜佛要拜出自信 拜出清净心 右眼 只要心里清净 只有阿弥陀佛 不装别的事 不会耽误成佛 深信因果 贤公 又年时 受亲戚 恶因恶果 事件 启示 明白 因果报应 丝毫不爽 一生 奉行母亲 为人 要和善宽厚 不可作恶造罪 之停训 童年感悟 心念 巨大威力 故一生 不敢怨人 恨人 出家后 专修念佛法门 更深信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之真理 独送大圣 贤公虽不是字 然贤兮大圣要义 佛性 真如之礼 了然于胸 触问极大 妙语连珠 公案典故 随手拈来 无不鞭辟入礼 发人深信 是虽未读 外在之大圣经典 实则 时刻读诵 内心本具之大圣经典 与六祖慧能大师同行 劝尽行者 贤公常免人老实念佛 常曰 班柴运水 无非是道 粗茶淡饭 皆是修行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右眼 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二 六合境 一 剑和同解 贤公 具足佛法之正知正见 故与海末等三师 于同伯山 塔院寺 节庐共修时 相得甚欢 贤公秉承 静宗正见 曾云 咱这里是专修念佛 不搞精颤佛事 宁可没有庙 不能没有道 宁可没有人 不能没有法 无论住址任何道场 皆与大众 剑和同解 和和无见 二 剑和同修 贤公善于 以戒勉力大众 做道 扬善于宫廷 归过于私室 曾善巧小玉 种居士 俺这是小庙 吃的是苦的 穿的是补的 你们来这儿 要能受苦 能受苦 才能了苦 你不来 我不怪 来了就要守我剑 走到哪里 要守哪里规矩 三 身和同住 玄公为人 忠厚善良 一生与人无证 于事无求 待人一团和气 大众皆乐于 与他亲近 与海默法师等 当代三位大德 杰鲁时 虽所修法门不同 却能和和共住 精进互勉 此为默法 最重要之示范 该当今和和僧 和僧团 十不多见也 四 考核无争 贤公与夜清静 未曾听说 他与人争吵 或毁谤 轻视过任何人 常言 跟人 不要正高论地 就没烦恼 人者自安 五 义和同乐 先公性情温和 从未有人 见他发脾气 从未令大众 起义私烦恼 故无论行至何处 接受人欢迎 常对弟子言 在我眼里 一切都好 没有啥不好的 见啥都说好 见啥都高兴 心里才能经常充满发喜 心里才能清静 才无烦恼 才不生气恨人 没有这好 那坏之分 也没有这好吃 那不好吃的了 一切都随缘 心里就 安心踏实了 六 立和同君 先公一生敬己所有 以供养大众 有人来自居住 即提供四里物资 尽量满足对方需求 三 三学 一 戒学 先公延迟境界 绿迹秋气 待人春风 出家九十余载 十界善始善终 二 定学 先公坚持定课不断 每日清晨三十即起身 拜佛 绕佛 念佛 常言 心转 无难事 与经云 至兴一处 无事不办 如出一辙 念佛功夫 达念而无念 无念而念 故能工作不爱念佛 念佛不爱工作 三 会学 贤功 贤功 道行 高深 智慧如海 正如其言 我 啥都知道 然 又 陈后 不言 自身 境界 但有 但有 但有许多事件 可正其 确具 未卜 先知之能力 与无所不知之智慧 四 六度 一 不失 贤功 贤功一生 贤功一生 未重 心情 工作 直至 往生 当天 仍整天 工作于菜园 事为 内财 不失 一切物品 包括所有农产品 解欢喜 施与需求者 事为 外财 不失 贤功 贤功身行 言教 免人 看破 放下 老实 念佛 事为 法 不失 贤功 无比 慈悲 照顾病人 救济 灾民 乃至 对 窃贼 一家 宽慰 令其 免于 不畏 事为 无畏 不失 二 持戒 贤功 一生 持戒 惊言 威仪 俱足 落实 涉律 一戒 一生 乐善 好施 勤修 善行 落实 涉善 法 一生 全心 全意 利益 众生 一切 为众生 着想 落实 饶 饶 众生 界 三 忍辱 贤功 忍辱 功夫了得 一生 未见其 发过脾气 遭 诬陷时 安忍不便 诬陷成亲后 对造谣者 毫无指责 埋怨 遭到 无理之 打骂时 默然承受 安忍不动心 诚如所言 怕打了 算是给我抓养啊 唾沫 吐到脸上 当是洗脸了 跟人 不争高 论低 就没烦恼 忍者 自安啊 是为 耐怨 一生 人苦耐劳 艰辛清修 吃的是苦的 穿的是补的 日间劳动 累得头晕眼花 夜间 仍整夜念佛 拜佛 视为 安寿苦人 了知 诸法如患 信解 佛性真实 心无妄动 安然人可 诚如所言 老实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 啥都是假的 视为 地察法人 四 精进 先公发菩提心 不畏 艰难 精进 不习 不许念佛时 基于内心 默默念 不许拜佛时 基于夜间 悄悄拜 无论 闲忙 佛号 不断 视为 披甲精进 一生勤修善法 与道相符 弃而不舍 须于不离 视为 摄善精进 非但净化自心 且普利众生 度生不倦 视为 利乐精进 五 禅定 先公念佛攻身 早达三昧之境 曾言 不要以为 念一句两句就行了 不念到一心不乱 不算念佛 心中恒常念佛 无有间断 乃至 开显智慧神通 以尘后不言 念佛三昧为 无上深妙禅 一名宝王三昧 般若 贤功一句佛号 念至 民心见性 身物众生 本具之理体 十相般若 故能说出 拜佛要拜出自性 拜出清静心 先公 时时念佛 即时时观照 实相 故言 成佛 是大事 其他 啥 都是假的 视为 观照 般若 先公 先公 善巧 分别 世间 诸法 什么都知道 而又 陈后 不言 唯欲 必要之时 方略 贤 所知 以 立即 众生 视为 方便 般若 五 谱 谱 贤 十愿 一 礼 敬 诸佛 贤功 恭敬一切众生 对母 成孝 对师 恭敬 并将此真诚 恭敬 扩展至 对待一切 人 事物 从而体现 礼 敬 诸佛 之行持 贤功 从不在 拜殿上 拜佛 总在地面 上拜 对佛 恭敬至极处 视为 礼 敬过去佛 现在佛 现有猫 狗等物类 总是 分时于比 并主人 不可伤害 言 这 都是众生 跟咱们人 一个样子 都有灵 明星了 视为 礼敬 未来佛 二 称赞 如来 先公 吉利赞叹 讲经法师之功德 又每提及 节卢 共修 往事时 无不 吉利赞叹 其他三位 法师 修持 功夫 先公 此生 最后 几表 僧赞 僧 之法 二零 二零一三年 元月十三日 当居士们 惜 若要 佛法性 唯有 松赞僧 一书 前来看望时 先公如见 盼望已久之宝 无量欢喜 立即 穿袍 大衣 持书 主动 要求照相 表达 表达 内心 期盼 佛门 团结之 愿望 表此法 三日后 即安详 自在 往生 一生 表法 功德 圆满 三 广修 供养 先公 一生 例行 广修 供养 内 才 供养 体现于其 一天 到晚 都不闲着 还什么活都干 外财供养 体现于其 以粮食 供养僧众 及救济百姓 灾民 居士们 供养之钱财 全数留于 所在之道场 作为放生 或印经之字 法供养 体现于其 身形严教 炫化大众 念佛 一生奉行 传戒师 教诫 一句 佛号 不拐弯 视为 如说 修行 供养 实时 以具体 行动 利益 众生 念佛 度化 无形 众生 视为 利益 众生 供养 亲戚 和蔼 慈悲 令众生 乐于 亲近 受化 视为 设受 众生 供养 承受 阿弥陀佛 为众生 为众生 常年 注释 表法 视为 拜众生 苦 供养 每日 精情 念佛 拜佛 绕佛 对世间 一切 看破 放下 对 净土 法 门 信心 坚定 视为 行修 善根 供养 一切 时 修行 六度 难 行 能 行 难忍 能忍 不疲 不厌 视为 不舍 菩萨 业 供养 实时 不忍 众生 苦 不忍 圣教衰 实时 念佛 不间断 念佛 念到 一定时候 不管 啥时候 都在 念佛 别看 我在 干活呢 我还在 心里 实时 念着 佛呀 视为 不离 菩提心 供养 四 忏悔 业障 先公 每日 立佛 忏悔 乃至 文革时期 亦未曾 见断 数十年 立佛 不用拜殿 真诚 至极处 一生 无论 闲忙 佛号 从不 离口 做到 所谓 手口 设意 身 无犯 视为 心意 无非 自性 戒 诚如 忏悔 记所言 罪从 欣喜 将 心 忏 心 若灭 时 罪 亦 云 心 云 罪 灭 两 聚 空 事则 名为 真 忏悔 五 随喜 功德 先公 随喜 讲经 法师之 红法 功德 随喜 节鲁 共修 法师之 修行 功德 一生 隐恶 扬善 随喜 一切 众生 之功德 将随喜 功德之 行 做到 妙处 六 晴 转 法 轮 贤功 一生 重行 祖庭 修佛 道场 令众 德 亲 进 佛法 招募 熏 修 即是 晴 转 法 轮 之 行 赞叹 讲经 法师 令众 对之 生 性 药 文 亦 是 晴 转 法 轮 为众 方便 开示 令得正信 正见正行 是请自身转法轮 心不离佛 明心见性 则是请自信佛 常转法轮 七 请佛 住世 贤功 一生修建 十一所道场 其中不乏 千年古差 令佛法 得以 常住世间 是为 请佛 住世之行 佛 不离心 彻物 自信 为众 视线 修持 典范 则是请自信佛 住世 八 常随佛学 贤功 出生 学佛世家 牧师 常摘 如素 贤功 自幼 熏习佛法 善根深厚 一生 身口 一夜 无不 弃合佛法 活出 佛法 之精神 慈悲 为怀 智慧 方便 为门 视为 常随 佛学 之行 九 横顺 众生 贤功 处处 横顺 众生 见啥都说好 见啥都高兴 无论 男女老幼 僧家 俗家 亲近贤功 无有不生 欢喜 心者 信众要求照相时 仙公主动配合 满足其一切要求 百岁之躯 折腾辛劳 意在所不辞 慈悲至极 十 普皆回向 神公所修一切功德皆回向求生极乐世界 一生圆满成佛 视为 回向菩提 先公所修一切功德皆回向一切众生破弥开悟 离苦得乐 视为 回向众生 先公所修一切功德皆了知虚幻 无有义法可得 无有义法可得 视为 回向实际 无量寿精云 长息相应 无边诸行 成熟菩萨 无边善根 燕与云 说得一丈 不如行得一寸 先公一生真修实证 圆满实践 无量寿精之教会 落实真诚 清静 平等 正觉 慈悲 看破 放下 自在 随缘 念佛 二十字 其成就之关键 在于 专精 虽不是字 一句 南无阿弥陀佛 亦能念智 明心见性 推为 静宗 第十四代祖师 可谓 实至明归 明福其时 我被静宗 后学 先应学习 贤功榜样 老实 听话 真干 真诚 清静 恭敬 则皆能成就 敬严 圆满 无上菩提 杭朝 禅宗 出一 不识字之祖师 六祖 慧能大师 现代 净土宗 出一 不识字之祖师 海贤 老和尚 则 则明显 净土 法门之 三根 成策 以广力众生 功德 无量 祝 中文字幕志 来佛皆好事 无取不闻心 来佛三圣的事迹 历经曲折 终于被世人所供置 然而在流传过程中 却无端出现了种种错额 也难怪俗语曾到 好事传三人 有头没了身 坏事传三人 有业又有根 为正视听 特尊师父上人之嘱托 重新修订 来佛三圣永思集 清出大德 周安氏先生说 写书劝誓 原是件极难的事情 若写得太通俗 则不适合文人阅读 若是太过文雅 又难以流通于大众之间 对于愚钝的人来说 即使写得再浅显 他还是嫌晦涩难懂 对于聪明的人来说 即使写得再精辟 他还是嫌沾有俗气 纵然是圣人重生于今日 也不可能令所有人全都满意 又何况我们这些晚辈后学呢 印制法师 年初成交师父上人的那份记录 贤工圣基的七千字的文稿 原本是墨学在去年正月参与整理 贤工网声资料的视频旁白 但是负责制作光碟的那位居士 或是嫌某些词句太过深奥 所以并没有全部采用 实则 安氏先生的门人陈胜来也曾说过 劝善的书籍 一打开就令人皱眉的 必然不能够流传 一打开就令人鼓掌的 也必然不能够流传 为什么呢 原因在于一个过于深奥 一个过于肤浅了 墨学想来 在初看这份文稿的人当中 一定是 皱眉者多于鼓掌者吧 但是大家若能谨遵师父上人的教导 每天平行尽气读诵三遍 读上一年 相信大家都会 自然舒展眉头 破颜而笑的 故而 墨学特将这份文稿 不作改宗 置于此书的首章 只是为了便于大众每日诵读 孔子座春秋 记录了 陆国十二位国君在位时 整个东周天下的历史 这些历史 有些是夫子亲历的 有些是夫子听亲历之人讲述的 有些是典籍记载和传闻 即董仲书讲的 所见识 所文识和所传闻识 墨学整理此书 也将借鉴夫子修史的态度 凡是墨学直接听贤工亲口说出的 以及有视频资料可证的 自然首先收录 扶其诸位仁者 千万要宽佑墨学的无理 贤工诸弟子 和有缘与贤工接触过的居士们 所讲述的 墨学将其归为 所闻识 收录于衷 和贤工并无接触 因听闻贤工事迹 而有所感触的学友们 所写的文章 则一概收录于后 此书收录了贤工的诸多事迹 因为采于百家 原始文字 雅俗繁简 各个不同 未使流通无碍 如今在不坏文艺的前提下 对其稍加修改 使其如出一人之手 非我朝前 因身孔弄真成假 是谁作用 全不怕弄假成真 并起药星 指缘嗅观不忍 存真趣味 放显佛门无期 为愿尽信者 亦间尽信 从姿放下万元 早同归于极乐 切望狐疑者 速断狐疑 自此猛灯彼岸 永不跺于轮回 大事因缘 若不信 请植临山 真诚造就 如舍屋 愿臣阿比 甲午祭春 古晚 因缘声 敬事 来佛三圣 永思集 海会圣贤 来佛古寺 位于河南省设齐县 饶梁镇西南 相传在隋唐年间 有阳策镇粮商 王居士驾牛车 去圆潭镇饭粮 途中遇到了三位老人搭车同行 行至深夜 便在路边停车休息 待次日黎明 却见三老已经化为 三尊十佛 众信是 因而便在此处新建道场 续名曰 来佛寺 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 朔经沧桑变迁 几度江山易主 当年殿雨宣昂 如今尽还太绪 然而 虽是空门凌落 信息正法有存 无雨有云 山不再高 有仙则灵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 乡也荒野荒岸中 却成就了震惊环宇的两位神僧 肉身菩萨 上海下庆法师 和一百一十二岁自在往生的 上海下贤老和尚 父 肉身菩萨 庆功略传 师俗俗性礼 惠富贵 祖居玉东南碧阳县 生于晚清宣统元年 因出身寒为 未曾习书学文 然天性和仁厚 生来贤孝之礼 十一岁归依三宝 离晚东罗汉山清凉寺 传东法师 乃未替度 次名 海庆 师四十二岁 入来佛古寺常住 专修净土 老实念佛 一九八九年 进往白马寺 增寿俱足尽 一九九一年 腊月十一日 师谭孝世级 自在生息 世寿八十二岁 森腊七十一年 师座纲六年九个月后 齐师兄 上海下贤老和尚 发心为之土匹入塔 寿钢开启 众皆惊叹 为见庆功夫作为然 面貌如生 乃至所着衣物 以仙毫无损 四众之事 金刚法体 全身设立了 岁江席供奉寺内 招募礼拜 二零零五年 广州大德 立元天居士 新闻庆功圣迹 倍声敬仰 乃发心为其贴金贡养 初月庆功生平 四绝平淡至极 除阙一声阿弥陀佛圣号 竟无他物可言 人戏家妄卫 一门深入 常识训秀 岂非诗暗和道妙处吗 心下会晤 诗信 大道至简 生佛不二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如是而已 自有敬业学人 未诗赞悦 一句弥陀 法中王 七十年来 心中藏 不参禅礼 不言教 不解经咒 又何妨 信深怨切 执念去 自然花开 极乐邦 留此金刚 不坏体 正转法轮 肚迷茫 戏观佛手 低垂处 恰似六祖 驾慈行 金钱祈祷 连台下 求师引我 出梦乡 一句弥陀 法中王 七十年来 心中藏 不参禅礼 不言教 不解经咒 又何妨 信深怨切 执念去 自然花开 极乐邦 留此金刚 不坏体 正转法轮 肚迷茫 戏观佛手 低垂处 恰似六祖 驾慈行 金钱祈祷 连台下 求师引我 出梦乡 西元 2013年 元月23日 鼓励 仁臣年 腊月12日 上午 在来佛寺 这座 极不起眼的 湘野小庙前 散盖林立 床帆排空 南阳及全国各地的三千多名 敬宗学人 不约而聚 皆是怀着 无比的恭敬之心 前来参加上海下贤老和尚的 路塔法会 一百一十二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于西元2013年 元月17日 鼓励仁臣年 腊月初六凌晨 无诛苦痛 安详市集 其潇洒自在 令无数的见闻者 皆探献不已 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印智 印寒 印空 印荣 印宝等法师 带领文讯赶来的四众弟子 为老和尚守灵七日 念佛不断 老和尚元吉后的第三天 有赶到的弟子 揭开往生背 瞻仰老和尚的遗容 惊奇地发现 老人家面带微笑 嘴唇泛红 眉毛 胡子和头发 竟然由白变黑了 在场的数十位 静宗学人 又一次 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 弥陀佛愿利的不可思议啊 依照传统的佛家葬礼 在四众弟子 庄严了佛号声中 海贤老和尚的法体 夫坐于兽纲之内 藏于来佛四塔院 当代静宗导师 德高望重的上镜下空老法师 得知海贤老和尚自在往生的消息后 大为赞叹 号召 静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 并为老和尚亲自书写晚帘和悲鸣 悲鸣月 贤公和尚佛门榜样 不适经颤远离利样 延迟戒律似众亲养 老实念佛道在平常 净土大经诸佛密葬 一句弥陀甚深妙禅 百依十二老当义壮 为僧赞僧法门兴旺 红朴贤愿 表法离障 许佛会命功德无量 自在往生 道驾慈行 前功和尚佛门榜样 不是经颤远离利样 延迟戒律似众亲养 老实念佛道在平常 净土大经诸佛密葬 一句弥陀甚深妙禅 百依十二老当义壮 为僧赞僧法门兴旺 红朴贤愿表法离障 许佛会命 功德无量 自在往生 道驾慈行 晚连月 四十八院一部大经 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 专红正法 专户正法 重返缩婆 四十八院 一部大经 一句佛号 往生极乐 百十二岁 专红正法 专户正法 重返缩婆 海贤老和尚 往生的二十天前 就告诉寺内的几位弟子说 我过不去这个年了 大家都不以为然 因为眼见 师父的身体极其康健 并无半点异常 哪能说走就走呢 几日后 老和尚到同伯县平市镇的孤峰寺 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 铁角僧 上演下强法师 路上 老和尚拉着陪他同去的老护法 王春生居士的手说 我很快要走了 老佛爷行我去了 春生老居士 不愿听到师父说这样的话 便拦住了话头 不许老和尚继续讲下去 离开孤峰寺之后 老和尚又到他出家剃度时的寺院 和曾经常住修行过的寺院 各自看了一番 对弟子们都说 以后我不再来了 众弟子 何必临时抱佛脚 身无俗念 自然极乐在心头 大家于事后 飞毁会莫及 在印制法师和印含法师的带领下 我被不孤带领下 我被不孝弟子 远着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用心地寻议 湛江老和尚一生的年谱 简错其要 以利学人 贤功 俗姓文 明川贤 自清选 祖居玉南 唐壳县 少拜四镇 生于晚清光绪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父母及祖父母 皆为虔诚的佛弟子 耕独传家 乐善好施 被乡中赞为 大善人 贤功身逢乱世 为得身言失礼 自幼只随着母亲如素念佛 诗天生淳朴 素根深厚 还同时便以孝行 闻名于乡里 圣贤多逢坎坷 英雄必受莫难 此事故今皆然 贤功十二岁时 父亲在湖北隋州讨饭途中 遇到土匪纵火烧毁民居 便挑水前去救火 被土匪残忍地杀害了 数日后 逃难的百姓返回村庄时 看到了惊人的一幕 只见一具死尸直挺挺地 紧抱着一棵大树站着 一群恶狗坐在地上 团团团地将它团团团地将它围住 村民们原以为是 恶狗想要证实死人呐 便结火上前驱赶恶狗 却不料这些恶狗被打得眼泪直流 却死死不肯散开 大家这才明白 原来团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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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 苦楚自是不忍称说了 十八岁时 贤功退身庸窗 大幅溃烂 母亲为之四处访求明依 全然回天伐术 是身至因果探阅 妙药难依 冤业病 遂舍弃医药 从朝至暮一心称念 观世音菩萨圣号 数月后 还及不要而喻 诗由此 越发地坚信 佛语至成 却无狂语 菩萨所言 度一切苦恶 果不欺人 历此生死大劫 也令贤功深刻领悟到 轮回路险 死生世大 岁生起了出离之心 民国九年 师二十岁 决意拜别慈母 投在 铜伯山 太白鼎 云台寺 上传 下届老和尚坐下 老和尚亲自 为之剃度 赐发明月 海贤 自 姓成 贤功于二十三岁时 赴湖北荣宝寺 受巨族界 传界功本是林济宗 白云系的一代大德 然而 却不曾教授贤功 参禅打坐 也没有教授 讲经说法 为传六字鸿鸣 祝其 一直念去 民国二十五年 贤功三十六岁 离别多年的大哥 找到了他 不久 因为突发脑溢血 死在了贤功的怀里 因为当时的条件 太过艰苦 贤功只能将大哥 草草安葬在了 铜伯山 贤功往生的前一天 还和一位居士说起 我梦到大哥前来找我 求超度 他希望 一股 能回归故乡安葬 其兄弟情深 同胞异睹 不觉令人 望空长热啊 贤功的二哥和弟弟 相继去世后 老母亲年事已高 无人奉仰 贤功就把母亲 接到山上照顾 一九五六年的中秋 贤功的母亲突然提出 我要回老家居住 贤功苦苦相劝 中南挽留 只好陪同母亲返乡 在生产队菜地的三间茅屋里 暂且住下了 第二年初秋的一天晚上 老母亲自己包了些饺子 吃过之后说 晚上我要睡在对着门的外间屋里 贤功不解说 外屋蚊子太多了 老母亲说 那我也总不能死在里屋吧 第二天中午 八十六岁的老母亲自在而逝 也是因为当时的条件极其困难 贤功为母亲念佛三日后 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 将母亲简单地埋葬了 这让贤功常挂在心 深深地感到 我对不起母亲的无边圣恩啊 八年之后 贤功发心 我要为母亲千坟数倍 起料掘开墓穴 竟然空无遗物 仅有几颗定棺材用的大钉而已 三世诸佛静夜正音 莲池大事曰 父母鼻尘垢 子道方成就 至于贤功之母 是否乃菩萨映化 如达摩挂吕般的游戏神通 我被反复 自是不敢忘断啊 然而贤功对慈母 至纯至真的一片笑信 却足以令我被五体投地 使后人万古养瞻了 贤功曾先后在童伯山的桃花洞 云台寺 塔院寺常驻 开墾过十四片荒山 住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 曾与宗门高僧海墨法师 自大黑 海园法师 自信空 替光法师 法名印玄 一起在塔院寺节炉共修 约在民国二十九至三十一年之间 海墨法师 出身书香门第 曾是黄埔的学员 喜欢研究经教 擅长演说 1968年 因历九月二十三日 海墨法师 闭关念佛 求生极乐 最终欲知实至 夫作而及 海园法师 才智超群 一生持送楞严经 禅静双修 曾在北京灵光寺 守护佛牙舍利塔二十一年 吉茂年 腊月二十六日 2000年 二月一日 96岁高龄的海园法师 安享士吉 涂皮后 时德五彩舍利 近两千颗 替光法师 根性非凡 曾经亲近过 虚云老和尚 元英法师 来过禅师等 大德高僧 深得虚云老和尚 嘉许 贾山年 腊月十五日 也就是 二零零五年 元月二十四日 替光法师 端坐入命 被公认为 赤德虚云老和尚 心印的人 故德曰 心智虚实 能受益 是非经过 不知难 贤公 每每提及 这段往事 无不极力赞叹 三位法师的 羞耻功夫 其自卑 而尊人的 广阔胸襟 令人不知不觉 便从心底 由衷地 升起了 清静之意 一九六六年 文化大革命开始 红卫兵 到寺院里 焚毁 经书 佛像 逼迫 僧人 还俗 万法 因缘而生 还因缘而灭 众生 共业所感 历史潮流 使然 纵使菩萨应世 也只有图幻奈何呀 贤公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 做了生产队长 当时不许念佛 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 不许拜佛 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 大锅饭里又荤腥的时候 他就吃锅边菜 更难能可贵的是 贤公一直为大众示现着 僧宝的形象 因为贤公为人 忠厚善良 待人一团和气 大家都愿意亲近他 亲切地称呼他 文摘公 多年之后 当弟子们向贤公问起 当时您老 为什么坚决不肯还俗呢 这位并没读过书的老人 却张口说出了几句 盖天盖地的言语 学到当之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 学到当之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出家再返家 不如不开花 文革期间 红卫兵毁掉了 传戒公的设立塔 然而却没有见到领骨 感到十分诧异 后来 贤公在塔下的一块青石板下 找到了传戒公的领骨 心中暗暗赞叹 老和尚果真不凡 确实有洞察乾坤的超人智慧啊 于是将传戒公的领骨 妥善保存 直至文革结束后 才协同多位同门学人 将师父的领骨 重新践踏安葬 1976年 文革宣告结束 来佛寺的许多护法居士 相约到塔院寺 我们引请贤公 前来主持政法 恢复道场 因为宝京战乱 与十年浩劫的种种磨难 贤公圣物 偶艺大师 赞叹廉耻大事实所讲的 只图脚底着实 何必门庭好看 故而尽修起大殿三件 和西乡房的罗汉殿三件 所供奉的圣像 均为泥塑 一九九一年 海清法师世纪 成就金刚不坏之躯 二零零五年 已是一百零五岁高龄的贤公 为了给庆公装饰金身 而远赴广州 与西藏十一世班禅 而尔德尼 不齐而遇 这位年轻的法王子 将贤公奉若活佛 制成地邀请贤公共进午餐 并合影留念 有位书法家 有位书法家建贤公年过百岁 依然身体康健 头脑清醒 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 老人家说 这都是得意于持戒经言 老实念佛 这位书法家 制成鼎礼 赞叹贤公 如同赵州在世 当即辉好 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勇局诗 赞贤公乐 悟性从来各异家 谁贪寒寿雁年华 菊花自责风霜果 不是春光外菊花 悟性从来各异家 谁贪寒寿雁年华 菊花自责风霜果 不是春光外菊花 贤公曾在来福寺山门口 种下一种名叫七点半花的奇异花卉 此花只在晚间七点半到八点之间绽放 2010年的秋天 贤公带领几位弟子 坐待花开的可爱场面 被印制法师拍摄了下来 至今看起来游四昨日 令人倍感温馨啊 印光大师教人老实念佛说 念佛方能消素叶 结成自可转烦心 不用三期修福慧 但凭六字出乾坤 花乃无情草木 尚且不肯视信于人 何况圣贤佛菩萨呢 故而我们应该一家见信 释迦世尊 泛应清静 岂有狂语 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绝无空愿 贤公经常教诫弟子们说 要做好和尚 先做好婆娘 2012年3月 圆明寺住持 印荣法师 接老和尚到圆明寺小住 孝敬老人家一件僧袍 老人家试穿一下 感觉有点长 当即自己非真走线 撩起了袍边 这个精彩的画面 被前来寺院立佛的一位居士 抓拍了下来 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尽头 看到此处 不知大家除了惊叹之外 还作何感想呢 佛门又连语 头起真来 果能罗石一经 寸经一化 吃了饭去 不学弥勒大度 滴水难消 能如贤公者 千年试问几人比 2012年中秋节的前夕 南阳有几位居士到来福寺 看望贤公 贤公忽然童心大发 硬是要上寺院的一棵柿子树上 给大家摘柿子吃 大伙见此场面 无不叹为观止 一位留心的居士 拿出摄像机 为大家录下了这段精彩至极的视频资料 岂有此理 说也不幸 真正绝妙 道者方知 唐代禅门高僧 赵州和尚 因八十行脚 而被传为 千古美坛 可是 要和咱们这位智慧 称念一句 弥陀圣号的荒安老僧相比 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服辱了 六字鸿鸣之唯妙难似 于此处亦可见一斑 二零一二年的中秋节后 南阳居士离请贤宫到南阳的念佛堂小住 几位居士录下了和老人家聊天的场面 当居士们问起 贤宫 您老念佛 有何境界 当时 老人家复之一笑 绝口不提 增文正宫连语曰 神所平一将在得已 秉之轻重未可问言 佛门历来的规矩 宗门忌讳说境界 教相不许谈功夫 当年 元英法师也曾有家言 警醒佛弟子说 道不远人 切记 任影 弥陀 向外寻觅 心 元是佛 但向回光返照 直下 承当 由此可见 贤宫至此 已非弥陀门外客了 真知初识见 妙礼 贵宫行 贤宫虽然不是文字 然而说起话来 却长长妙语连诸 听闻者往往大感意外 惊喜莫名 2012年中秋的一天 贤宫正在批柴 即为外地来的居士 到寺院念佛 大家跪地鼎礼以后说 求老人家慈悲开示 贤宫一边批柴 一边说 没啥可开示的 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专 大家听后 忍不住 为之鼓掌喝彩 老人家加重语气 又强调了一遍 真没有难事啊 然后问起大家说 从哪里来的 大家回答之后 老人家笑着说 俺这是小妙 吃的是苦的 穿的是补的 你们来这儿 要能受苦 能受苦 才能了苦 你不来 我不怪 来了 就要守我戒 走到哪里 要守哪里规矩 先辈寻常语 人间未见书 众居士不约而同 其念弥陀圣号 深感震撼 在论语学儿篇中 端木子赞叹 孔老夫子 有温良 功俭让的 五种美德啊 而弟子们纵结 贤功能够 自在往生的原因时 戏观贤功 一生的行仪 发现此五种美德 在贤功身上 同样是圆满俱足啊 贤功性情温和 没有人见他老人家 发过脾气 真可谓 凡事复之一笑 愚人无所不容 所以无论男女老幼 僧家俗家 亲近贤功 没有不生欢喜心的呀 顾贤曰 灭阙心头火 劈起佛前灯 我被当之 此乃真正入佛门的大前提啊 贤功一生 慈心爱恶 真诚善待一切众生 随缘随分 从来不令大众起一丝的烦恼 老人家曾多次教诲弟子们说 宁可昏口念佛 不可诉口骂人 周安氏先生的誓约 人列五常守 辞居万得仙 皇哉三教论 异口若同宣 原来此处正是 圣贤与凡夫的区别之处啊 贤功一生 为人恭敬 数十年礼佛 不用拜殿 也从不曾有人见他毁谤 轻视过任何人 阿弥陀佛 一经云 敬圣不拜也 印祖将成敬 运为快速成就的唯一捷径 我被当身性不疑啊 贤功一生之勤俭 留给大家的印象 尤为深刻 贤功常说 责财不丢轻 胜似念黄经 失在之日 我被凡夫从未察觉其中的妙处 此时 契加万位 忽然意气 世家世尊的临终一叫 以苦为世 以戒为世 想到了百丈产师 一日不做 一日不识的法语 由此明白了老子未可曾自称 我拥有三件法宝 一曰祠 二曰简 三曰不敢为天下先 顾贤又连语 是问世间人 有几个知道 范是谜主 请看坐上佛 亦不过认识 田自新来 简直一字 岂敢轻看啊 贤公的老朋友铁角僧 上演下墙法师 如是说 贤公绝对是佛菩萨 到世间来映画的 人家这一辈子 我没有听说过 他和哪个人 为真啥东西 骑过争吵 世尊曾有一眼 道破好大天机 一切法无我 得逞于人 2008年的秋天 贤公在把来佛寺 托付于印制法师之时 便再三叮嘱说 不怕没妙 就怕没道 不龙不下 不配当家 古德曰 养成大拙方为巧 学道真于使之贤 用在贤公的身上 正是恰如其分啊 上镜下空老法师 赞其为 海惠圣贤 的确是明符其始 偶艺大师 注解论语时说 不闻道者 如何死得 若知死不可免 如何不急求闻道 佛祖 佛祖在经典中 也经常感叹 人身难得 佛法难闻 佛祖形容 人身难得 有一个盲龟浮沫的比喻 海底 海底有一只瞎了眼的大乌龟 每一百年 才游出水面来透口气 恰好海面上 正漂浮着一块木板 木板中间 正好有一个圆孔 盲龟恰巧把伸出的脑袋 插进了浮沫的圆孔里 人身难得 便犹如 盲龟御浮沫孔 佛典中 还有个须弥穿针的地域 佛说 在须弥山的山顶 垂下了一根线 在山脚下 手拿一根绣花针 那根线呢 不偏不斜的 正穿过了针眼 人身难得 难由如此啊 佛典中还有个大地土与找上泥的比喻 佛祖抓起一把土 洒向大地说道 施人身如大地土 然后又从指甲缝中 抠出一点点泥土说 得人身如找上泥 佛祖还告诉我们 若不往袭修福慧 与此正法不能闻 若不是过去生中勤修福慧 今生断然听闻不到正法 假如我们的福报不够大 纵然听闻正法也不能生起信心啊 贤公曾不断向人说起 能念佛的人 都是有大福德 大善根之人 一定要把握住大好姻缘 老实念佛 当生成就啊 古德有纪约 人身难得 今已得 佛法难闻 今已闻 此身不像今生度 更像何生度此身 孔老夫子说 早上听闻圣贤智道 晚上死了都值得 这不是夸张 不是形容啊 因为尘世无常 肉身一远 只有在道中 才可求得真实永恒的生命 红衣大士曾经有首纪约 阿弥陀佛 无上一王 舍此不求 是为痴狂 贤公的弟子们亲眼见到了老人家 往生的殊胜庄严 对净土的信心就更一家的坚定 千佛寺住持印函法师 和元明寺住持印荣法师 也都表示 到场以后 世世代代都要专修专鸿念佛法门 绝不辜负恩师的尊尊教诲和音械期望 印制法师代表诸位同门 攻读了记忆文 为西元2013年元月23日 古历仁臣年腊月12日 恩师上海下贤老和尚 今身入纲法会 不孝弟子众等 端身正义 宫殿于恩师法体之前 上达恩师 祭诸佛菩萨 月 圣在贤宫 人中豪雄 三界师表 法门相隆 少怀壮志 少龙佛种 拜别慈亲 出家为僧 延迟境界 情修泛横 九十余载 善始善终 绿己秋气 待人春风 以身垂饭 普利群蒙 春风话语 润物无声 桃里不言 下自西城 水不在身 有龙则灵 来佛古寺 因诗而明 诗经归去 福慧元通 花开见佛 彻悟无声 不孝弟子 拜瞻圣荣 其诗再来 莫舍完明 经历誓愿 我佛正蒙 于诗教界 信寿奉行 同心同怨 众志成成 柳河道场 白忍家风 广眼正法 利药友情 盛哉贤功 人中豪雄 三界诗表 法门向龙 少怀壮志 少龙佛种 拜别慈亲 出家为僧 延迟境界 勤修泛横 九十余载 善始善终 绿己秋气 待人春风 以身垂范 朴丽群蒙 春风话雨 润雾无声 桃里不严 下自西城 水不再深 有龙则灵 来佛古寺 因诗而明 诗今归去 福慧远通 花开见佛 彻悟无声 不孝弟子 拜瞻圣荣 其诗再来 莫舍顽灵 今丽誓愿 我佛正蒙 于诗教诫 幸寿奉行 同心同愿 众志成成 六合道场 白人家风 广眼正法 利要有行 古德教导我们 不可毁谤 众望所归者 因为人心所向 天命可知啊 贤公往生前三天 曾手捧一本书 让一位居士给留影 那是集结当代众多宗派的高僧大德 赞叹净土法门 赞叹净空老法师的一本书 书名就叫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老人家赞叹 净空法师 是一位佛知佛见的大德高僧 老法师能注视红法 是众生的大福报 希望大众能团结一心 共同光大佛法 广与众生 他再三地警戒学人 一定要善护口业 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啊 僧宝不思义 身披三世云衣 福杯过海插螺石 覆盖应群姬 勘作人天功德主 坚持戒行无为 我今起手怨摇之 朕席帐提息 阿弥陀佛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因缘生案 拉摩阿弥陀佛 因缘生 恳起十方忍者恕罪 莫学粗心 当初虽然是反复地翻看 贤公留下的一些饰品资料 到底因为资料太过散乱 竟然将当年和贤公一起结卢共修的另一位高僧 海援法师给遗漏掉了 金饭重新定正 望诸人者 容我忏悔 贤公陪母亲还乡 是在1956年的秋天 此前 墨学疏忽了两个字 写作 1957年冬 所住的是生产队菜地里的三间茅屋 老人家网生 是在1957年的7月 墨学却误计为 1958年初夏 而网生具体的时间是在 吃完饺子的第二天中午 于此一并忏悔 这些都有贤公生前视频可作证明 贤公文革期间 是在铜博山下的吴家湾村参加劳动 并非返回原籍 体光法师原籍 是在2005年的原月 因历世贾申年腊月 墨学疏忽 在此之前写作 2005年腊月 唉 真是惭愧至极啊 更有令墨学悍言者 竟然将铁脚僧上眼下墙老和尚的法会 错继为印墙 这实在是不可原谅了呀 墨学曾经就孤丰寺名字一事 当面请教上眼下墙老和尚 老和尚说 因为孤丰寺 坐落在孤丰山上而得名 相距二十里 还有双丰山的双丰寺与之相应 另有寺院的碑记 也都写作孤丰 足以证明 因为孤丰无疑啊 另外有一件事 必须在此处郑重声明 2007年的夏天 贤公曾经告诉四位居士 有人偷走了我和西藏法王子的合影照 我担心会拿此去行天 就在当天 墨学便听其中一位居士说之此事 2008年的冬天 墨学在千佛寺和贤公聊天时 问起他和西藏僧人之事 贤公便为墨学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墨学问 是否是班禅法王子 贤公说 是啊 今年春天 有人质疑此事 以来佛寺造谣生事为由 大闹道场 大闹道场 印制法师 向李元天大居士求证 李居士说 贤公在广州期间 有一天是自己一个人出去的 不知道发生过什么事 阿弥陀佛 我想大家应该相信墨学 不会凭空杜撰 假如墨学要存心编造 当然是找 已经死去的人附会才对呀 怎么可能会无端地去和班禅法王子 谈关系呢 有忍者 向墨学提出了一个宝贵意见 说起 文中的恐怕连赵珠禅师自己 也该自叹服辱了一句 恐怕会引起学人的误会 似有自赞毁他之嫌 实则 这只是一客观而论 说明了 贤公的身体健康程度 是千古少有 并不是来比较二位大德高僧之间 修持功夫的高低 至于二位的境界高低 远不是我们可以望其向背 有何敢望家评论呢 懒诸谬误 墨学心下欲加坠坠 罪意难熟 福岂敢望求呢 上世纪八十年代 莱福寺还没有用上自来水 僧众吃水 全靠自己挖的一眼前水井 每逢旱天 水井中便打不出水来 只能到村子里去挑水吃 一次 庆功去村里挑水的时候 被一条大狗咬得遍体鳞伤 狗主人闻声赶来 挥动手中的皮鞭就要抽打这条狗 庆功却把他拦了下来说 狗间里咬我 说明我前世做狗的时候咬过他 现在他把我咬了 这个账就正好了结了 假如你打他 让他心生怨恨 那么这个愿怨就还要继续结下去 我这一身伤也就白受了 于是向村民找了点面粉撒在伤口上 又借来针线把衣服简单地缝补了一下 然后还不忘在每支水桶里 打了半桶水挑回了寺院 庆功不是字 除了一句佛号之外 几乎什么也不会了 没有人瞧得起他 别人上殿的时候 他只能站在殿外念佛 寺院里最脏最累的活 都是由他来干 因为寺院还重有几亩薄田 所以人们 经常会看到庆功跨着箩筐 肩扛铁锹到处食粪呢 有一次 庆功在一头驴子旁边食粪的时候 被驴子给踢了个跟斗 驴主人慌忙地把他扶起 问他 你伤得怎么样啊 庆功却说 我一点事都没有 你快看看 把驴腿给伤着了吗 1987年冬天 庆功大病了一场 有位到寺院挂单的游方僧人 自称 我会算命啊 他说 我已经算出庆功阳寿将近了 于是就对斋堂做饭的人说 最好是不要再让庆功吃饭了 也不要吃药 洗干净肠道 等死吧 四天之后 王春生居士到寺院去 看到了躺在床上奄奄一喜的庆功 就问他 您吃不吃饭 庆功说 吃 春生居士马上去找到了海贤老和尚 两人一个烧火 一个擀面片给做了一锅汤面片 贤功坐到庆功床上 用几背把庆功扛住 春生居士则端着碗 一勺一勺地喂到庆功嘴里 庆功一口气喝了四碗 渐渐地缓了过来 春生居士问他 您还喝不喝 庆功说 锅里若是有 再喝点也行 贤功和春生居士 都心疼得痛哭失声 两人担心 会把庆功给撑坏呀 就不允许他继续再喝了 春生居士说 我要去找那位会算命的游方僧理论 却又被庆功给挡住了 说 这都是我自己的业 业之上 不能怪别人 庆功一声默默无闻 没有留下任何豪言壮语 但是笔者怯自以为 他老一生不念仁恶 给人长流改过自新之机 能将慈悲心平等的诗语异类 若非撒朵王子 忍入仙人之流再来硬化 断难做的呀 金刚不坏之躯 得来其数偶然 因缘生暗 拿摩阿弥陀佛 墨雪与庆功 圆令一面 对其了解几乎属于空白 以上三庄式是莱佛寺方圆人尽皆知的 墨雪也曾经向王春生大居士亲自求证 于是不加修士罗列于此 墨雪曾经走访过不少上了年纪的居士 大家几乎重口一词地说 除了经常探到庆功 扛着工具 种地干活 时柴时分 修桥补路之外 几乎没有其他可说之处啊 因为老人家不喜欢说话 所以也记不起来他曾经说过什么 墨雪不肯甘心 与印制法师一道专程赶制庆功出家 剃度的罗汉山清凉寺 拜访了寺院69岁的老护法 邱国傅居士 邱老居士的父亲和庆功是同龄人 也算是庆功幼时的玩伴 并且老人家如今还健在 墨雪问邱国傅老居士 有人在网上传言说 庆功是19岁出家的 而我在多年前得到的信息却是 他老在11岁就出家了 到底哪一个是真实可靠的 您的老父亲有没有和您说起过呢 求老居士很肯定地说 我听我老父亲不止一次地说过 庆功刚到寺院的时候还没多高 还是个小孩儿呢 也就十来岁的样子 要说19岁出家 那纯粹是胡说 墨雪又问 网上还上传了庆功的一张照片 说是庆功生前留下的 旁边一位居士插话说 对 我也看到了 好像还是张彩色照片呢 邱老居士笑了笑 依然很肯定地说 庆功不可能留有照片 墨说是彩照了 就是黑白照片也不太可能 他们那是不知道 庆功当时有多么艰苦 当墨雪问起 是否能讲出庆功的一些具体事迹之时 邱老居士也为难了 想了好一阵子只是说 呃 庆功脾气好 从不惹人生烦恼 因为他有点口疾 说什么话都说得不利索 所以也就不喜欢说闲话了 但是有一点 他念阿弥陀佛的时候 不会结巴 所以我就只记得他爱念佛 和王春生巨士同村了 党万堂巨士 倒是说起一件值得一提的事 文革前期啊 庆功被下放到来佛寺旁边的 张庄村参加劳动 就在我们那个生产队 当时我还小 喜欢和庆功一起玩 晚上呢 也要和庆功床挨床地睡在一起 有一个夏天的夜间啊 我迷迷糊糊糊地要起床上厕所 却见庆功在庆功在床上盘腿打坐 我吓了一跳啊 赶紧上前拍打庆功啊 问他 您在干什么 庆功说 白天不让念佛 我趁夜里念会儿佛啊 另有一位王凤林巨士说起 有一次庆功 庆功担了一条大粪 往地里去 恰巧 有一个年轻人 骑着自行车迎面驶来 因为车速太快 庆功躲闪不及 一下子 被撞翻到了旁边的水沟里 大粪撒得浑身都是 没想到 这个年轻人不但不道歉 还大骂倒在水沟里的庆功 挡了他的路 正赶上 我扛着个铁锹从此路过 一见这年轻人如此的野蛮无理 我气得抡起铁锹就要去拍他 躺在水沟里的庆功 马上却连声地制止我说 不要打他 不要打他 不怨他 都是我的错 至于庆功 应可不留半点言教 莫学想来 这或许也算是他老 度众生的另一种 大慈悲和大智慧吧 念佛成佛 何须多言 顾得又禅是月 圣人何事欲无言 盖孔阴言失本源 清静禅心飞月止 糊涂佛法是风帆 圣人何事欲无言 盖孔阴言失本源 清静禅心飞月止 糊涂佛法是风帆 上静下空老法时 得知庆功的非凡成就之后 大称 难得呀 叹为稀有 言其成就 确为 绝海通庆 轻微提字赞约 一声持戒修行 圆满金刚不坏体 一心念佛往生 究竟极乐无碍身 一声持戒修行 圆满金刚不坏体 一心念佛往生 究竟极乐无碍身 我们晚成说得 聂公镇套教授 为其副师赞约 山亦不高 水亦不深 草字风貌 木字成林 来佛禅寺 熏风干林 海庆法师 同志坐林 八十二岁 自在习音 坐钢西载 笑面如银 肉体不腐 天高云淡 唯无失心 山亦不高 水亦不深 草字风貌 木字成林 来佛禅寺 熏风干林 海庆法师 海庆法师 同志坐林 八十二岁 自在习音 坐钢西载 笑面如银 肉体不腐 富阳富阴 天高云淡 唯无失心 我个人有一件和庆功有关的不思义事 如今秤死因缘 一令到处 供养大众 2009年初春 我父亲生了一场大病 肚子胀痛连续几个月不见好转 看了许多医生 百药用尽 全然无效啊 医院检查说 肝不有阴影 很可能是肝肿瘤了 我心中非常难过 便每日晚间 暗自燃壁像 读读地藏经 给老父亲回向 印制法师俗家 是我舅爷家表述 我们的关系非常亲密 于是我打电话给印制法师 问 寺院有没有播放地藏经的波经机 印制法师说 有一个请你过来拿 我到寺院拿播经机的时候 印制法师吩咐 你为庆宫写一个小传 因为正好有客人来寺院 我还记得是 设习一位姓李的居士 所以我走的时候 印制法师没顾上送我 我离开寺院快要走出山门的时候 遇到一位老人 正坐在门楼下边的板凳上 给一个人开药方 他一边写一边说 我这行医都六七十年了 祖上好几倍都是中医 你还有啥不放心的 你让他照这个方子吃三副 保准啥事也没有 听他说得这么有把握 我心里也随着为之移动 就把父亲的病情 给老人家讲述了一遍 老人毫不在意地说 这不算个啥 我给你开个药房 只有五味中药 都不值几个钱 你去给你父亲抓五副 吃完就见清 我拿着方子赶到中药店去抓药 每剂才五块钱 但是回去让父亲吃过 就真的见清了 后来我姐姐带父亲去南洋再检查 医生说 没有任何问题 姐姐不敢相信就说 要不住院观察观察呢 把人家医生也逗乐了 说 好端端的一个人 你观察什么呀 等我把肉身菩萨海庆法师略传写好 送教印制法师的时候 问起那位给我开方子的老人 印制法师说 附近肯定没有这样的人 大概是你的笑心和为庆功作传的功德 感得菩萨前来救助的吧 因缘生暗 那么阿弥陀佛 可惜那个药方被我粗心给弄丢失了 但是墨学现在把这件事告知大家 这本身算不算一个非常难得的药方呢 纯阳真人有誓约 一日清闲自在先 六神和和报平安 丹田有宝修寻道 对境无心莫问禅 非子母不生子子 贤公母亲皇室老夫人 生于清暮宗同志十年 西元1871年 娘家祖聚社祺县诸吉乡慈原村 祖辈都是老实本分的庄稼人 因为父母都是虔诚的佛弟子 所以他从小便断食婚心归依佛门了 十七岁 十七岁时皇室夫人嫁入唐壳县 少拜寺镇草四村的文家 丈夫名叫文修秦 比夫人长八岁 文家祖上曾是书香门第 家世不凡 不过到了修秦宫父亲这一辈已经没落 属于中等小康水平 但是文家世代敬奉三宝的好传统 继承了下来 所以修秦宫父母的善人之名 在方圆数十里内妇如皆知啊 皇室夫人与修秦宫 虽然是少年夫妻 却能够志同道合举案其美 皇室夫人于归的当年 便产下了义子 也就是贤宫的大哥 三年之后又生下了义女 也就是贤宫的姐姐 第二个儿子出生后不久 皇室夫人长了奶花窗 没法给孩子喂奶了 出于无奈 只好将儿子送给了一家亲戚喂养 贤宫出生的时候 皇室夫人二十九岁 文家是大家族 堂兄弟之间大排行 贤宫排行在七 皇室夫人三十五岁又生一子 相貌非常的俊秀 堂兄弟间排行在八 小儿子才生下没几个孕 就有一位到家里画园的道人 对皇室夫人说 小孩子虽然长得英俊 但是在文家却不能成人啊 果然如道人所言 小儿子一直身体虚弱 多病多灾 跌跌撞撞地长到了三岁 皇室夫人可怜儿子 就和丈夫商议后 将小儿子过继给了一位 没有儿女的表亲 连年了灾谎和匪患 使得这个原本便不太富裕的家庭 很快陷入了困境 再加上贤宫的姐姐患上了当时极难治愈的肺病 更是让这个已经难以维持的家庭举步维艰呢 为了给女儿治病 修秦宫卖掉了祖上留下的七亩薄田 和大儿子雇佣给人家压花弹花 连年仅九岁的贤宫 也送给财主家放牛以补贴家用 贤宫十二岁这年 河南大旱 颗粒无收 雇佣修秦宫压花的店铺也被迫停业了 无奈之下 修秦宫只能到毗邻的湖北隋州去讨饭 来维持一家的生计 不料遭遇到恶匪 克死异乡 贤宫曾经说起过 父亲遇害的那年是四十八岁 父亲居士不久 大哥又被抓壮丁地抓去当兵了 再相见 已经是二十四年之后了 紧接着 抱养贤宫二哥的亲戚家中发生了变故 不得不将已经十五岁的孩子又送回了文家 二哥体弱多病 所以他的回来反倒更加重了家庭的负担 所幸的是姐姐的病终于治好 并在第二年出格了 家里没有了田地 皇室夫人只好依靠给人家逢补将洗 得一点微薄的工钱 来支撑这个千疮百孔的家庭 贤宫说起多次 母亲的手巧 女工做得非常好 经常熬夜 绣汉金 做绣花鞋 然后拿去卖了换粮食 贤宫心疼母亲太辛苦了 于是瞒着母亲偷偷跑出去讨饭 以此来减轻母亲的负担 三个多月后 终于被母亲发现了 抱着儿子痛哭了一场 再不许他去讨饭了 朱吉街上 一位姓崔的饭店掌柜 听说贤宫的笑行之后 甚为感动 于是亲自登门拜访 请年仅13岁的贤宫到店里帮工 从此 家中的景况才稍见好转 贤宫在饭店干了五年 十八岁那年 因为生了一场大病而险些丧命 海惠圣贤一文中曾有记载 此处就不再重续了 贤宫十九岁这年 二十二岁的二哥因病造势 这令刚刚经历生死大劫的贤宫 彻底鉴定了出家修行的决心 也就在这一年被过去出去的弟弟 因为养父母的双双离世 而只能再返回文家生活 贤宫辞别了母亲 上了同伯山之后 黄氏夫人就和小儿子相依为命 艰难度日 贤宫为了报答慈母之恩 在山上开荒种地 挖草药换粮食 然后步行一百多里 将粮食背回老家奉样母亲 如此九年不断啊 民国十七年 西元一九二八年 贤宫二十二岁的小弟弟 又不幸去世了 母亲无人照看 令贤宫颇为挂心 于是便劝说母亲 随他一起去铜伯山桃花洞常住 这一住就是二十八个年头啊 一九五六年 刚过完中秋节 黄氏夫人就对贤宫说起 我要回老家居住 贤宫劝说老人家 不要回去了 因为家已经不复存在了呀 但是母亲执意要回 再三劝说无效后 贤宫收拾了行李 抬头母亲一起回到了 唐河县的草寺村 安排母亲先在村上 一位老邻居家住下后 贤宫找到村长帮忙 经村支部同意之后 把生产队菜地的三间草屋收拾出来 然后和母亲一起搬了进去 贤宫母子二人一边在此念佛 一边帮助生产队种菜 一九五七年七月初四的晚上 黄氏夫人自己和面包了顿饺子吃过 让贤宫给他的姐姐和一个堂妹烧信 要他们第二天一定要回来哦 第二天上午 贤宫的姐姐和堂妹都回来了 带来了一些白糖和罐头 老太太高兴地为他们又亲手做了顿饺子 自己把罐头打开 吃了个干净 又喝了一大碗白糖水 对大家说 嗯 我今儿中午就不饿了 不吃饭了 然后去解了小便 过一会儿又说 我要去解大便 回到床上躺了一会儿 自己笑着说 嗯 我再坐一会儿吧 盘腿又坐了一阵子 然后急想我躺在床上 长出了一口气 就往生了 贤宫的姐姐亲眼目睹了母亲往生的不可思议 所以不久就带着儿子一起上铜博山 出家修行去了 以上便是贤宫母亲 黄氏老妇人一生的简单总结 全是贤宫生前说起 而且大部分还有贤宫视频资料可作参照 墨学将其平铺持续地到来 并没有加半句议论在里边 就其原因有二 一 是希望学者 能够真正设身处地一想 魁琴堕礼三思 而不至于受墨学情感的影响 其二 是因为墨学思量再三 总感觉 无论用什么样的形容词去赞叹 都显得黯然失色呀 仅让我想起东晋 范魁赞叹 陶侃母亲的一句话 非此母不生此子 聂公镇陶教授 坐视赞叹 贤公宣唐约 生逢乱世 不由身 由子武兮 历苦心 中道眼看 而失户 孤舟独掌 杜合金 自知大县八十六 卧寝中堂 别子孙 正果忠诚 有孝子 足安静土 好娘亲 生逢乱世 不由身 由子武兮 历苦心 中道眼看 而失户 孤舟独掌 杜合金 自知大县八十六 卧寝中堂 别子孙 正果忠诚 有孝子 足安静土 好娘亲 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 文中所记的献名 和乡镇名 为了方便大家记忆 都是按照如今所属而记载 请大家不必太在意 贤公之母 其实不曾入住来佛寺 所以在净空老法师提出来佛三圣一说的时候 墨雪曾代印制法师执笔 向老法师请教三圣之说 是否合一 老法师开始说 来佛寺是一方的代表 不要仅仅局限在寺院内 墨雪看罢老法师的开始 当下为之心目豁然 马上想到 佛母明 摩赫摩耶 华语意为大幻 因其善演大幻术 常为诸佛之母而得名 菩萨入梦来演戏 为患沉迷梦中人 鸟科尘是赠香山居士的一首诗 今负于此 来时无济去无踪 去与来时是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是 知此浮生是梦中 来时无济去无踪 去与来时是一同 何须更问浮生是 知此浮生是梦中 简能圣祸千寿福 我的伯父多年前 就曾在贤宫上人坐下皈依 后来出家 虽然不是贤宫剃度 但依然视之以失礼 2004年秋 我陪伯父去来福寺看望贤宫 老人家见到我们之后 显得十分的高兴 翻箱倒柜 找出一些水果和零食给我吃 我说 您老还是留着自己吃吧 老人家笑着说 我就不吃这些东西 都是给小孩们吃了 望着老人家慈祥面旁上 绽放出的纯真笑容 令我莫名地就从心底 生起了许多说不出的欢喜 我也笑着说 今年我也二十出头了 不再是小孩了 老和尚指着我 哈哈大笑起来说 哈哈哈哈 你二十岁 也好意思给我说 不是小孩了 在我这儿 你就是小孩 中午老和尚陪我们一起吃饭 每人一碗捞面条 有一个面条掉到了桌子上 我随手把它捡起来吃了 贤宫看到后 就对我伯父说 你家小孩真有善根 现在这年轻人中 不遭贱粮食的少见啊 然后把碗放下 对我说 你知道 你捡起这根面条 能增多少福报吗 我说 这不算啥 从小我奶奶就教我们这样做的 没想过增福 老人家连声说 好好好 上根儿出善苗呀 然后 干脆把筷子也放在桌上说 我给你讲个故事听吧 以下是墨学 将贤宫当时所讲的故事 尽量按照老人家的口气 大略的整理 以想学人 在唐朝时候 李世民手下 有两个能人 一个叫袁天刚 一个叫李淳风 两个人都精通一经 神机妙算 有一天 二人陪李世民一起闲聊 自称 过去未来的事 我们无所不知 李世民也是一时兴起 就对二人说 那你们算一算 寡人的羊兽还有多少 二人都说 我们不敢推算 李世民说 不碍事 你们大胆地说 寡人不忌讳 二人于是各自为李世民 推算了一挂 李世民问 结果如何呀 二人互相看着对方 都不说话了 李世民说 你们不要有任何顾虑 不管什么结果 都要直言道出 寡人一定不会怪罪你们的 二人听皇上说 保证不怪罪 就一起说 我们两个推算的结果一致 皇上今天夜间子时 就要归天 李世民听后笑了起来说 两位爱卿 这回肯定要失算了 你们看 寡人这一身精神 像是要死的人吗 二人也说 确实不像啊 当天晚上 袁天刚和李春风 私下合计 假如皇上今晚不死 那明天肯定要追究 我俩的欺君之罪 二人越想心里越没底 最后决定 我俩连夜逃跑吧 两人各自骑了一头毛驴 急急忙忙地跑了一夜 第二天一大早 两人跑到了一个三岔路口 看见在正中间这条路上 仗了一棵树 形状像一个人伸出了两只胳膊 对面揍了一个 拄着双拐的老汉 两人乐住毛驴想休息一会儿 也是三句不离本行嘛 袁天刚对李春风说 道兄 咱们算一算 这老头从树的左边过来 还是从右边过来好吧 李春风说 道兄 我已算出 他必定要从左边过来 袁天刚说 不对啊 道兄 我怎么推算出 他要从右边过来呢 二人正在争吵不休 却见拄着拐杖的老汉 走到树下 把双拐架在树上 从树叉中间跳了过来 二人都感到很吃惊 马上停止了争吵 来到老汉跟前请教他 您是怎么想出从中间跳过来的 老汉笑着说 你们两个活神仙 怎么会来到这里呢 二人更加吃惊 就把给李世民算卦的事 如实地讲了一遍 老汉说 嗯 这不算个事 你们回去吧 二人问道 那您知道皇上现在怎么样了吗 老汉说 安然无恙 二人慌了 说 那我们就更不敢回去了 老汉说 你们回去啊 皇上要问起你们 你们就说 昨夜子时 陛下忽然心中烦躁 想喝一碗小米汤 喝的时候啊 不小心把一粒小米 吊在了靴子上 陛下伸手捡起了这粒小米 因为这粒小米的缘故 感动了上天 御帝赞叹你 贵为天子 却能爱惜一粒小米 对自己的子民 哪有不爱惜的道理呢 于是为陛下增寿二十年 两人听了这位老汉如此一讲 佩服得五体投地 赞叹老汉说 您才是活神仙 我们和您一比 就像小河沟的水 跟大海水相比一样 老汉连连摆手说 可千万不能这样比啊 我所学的 不过是在大海水中 取出来一瓶 还不是太满呢 袁天杠和李淳风 扫得无地自容 对老人说 您老是一瓶子不满 我俩是半瓶子逛荡啊 贤公把故事讲完 呵呵笑着对我说 这是个传说 不一定是真事 但是很有意思 你听懂没有 我回答说 听懂了一点 是在叫人洗服 也叫人要谦虚 老和尚拿起筷子 挑着碗里的面条 依然笑眯眯地说 好 你看 你捡起这一根面条 得到多大福报吧 增加二十年阳寿 还涨了学问 你若是能一辈子 坚持洗服 谦虚 那一定会有大成就的 因缘深谙 拿摩阿弥陀佛 在以后的九年间 我曾多次地把这则故事 讲给有缘人听 然而 却还是只把它当作 一则故事而已 贤公往生之后 我静下心来详细回忆 和老人家接触的点点滴滴 再回味起这则故事 却猛然间明白了 简能胜祸 虚能受福的道理 一时之间 不由得我拜服余地 替泌泪难受啊 来佛寺护法 陈凤云居士回忆说 老和尚平时洗手洗脸 都是用个小水瓢 接着洗脸盆浇着洗 他房间的洗脸盆内 经常只有一碗多水 记得2010年夏天的一个下午 老和尚在塔院除地 忽然下起了大雨 应治法师急忙拿着雨伞 把老和尚接回了寺院 应治法师去给他找干鞋子的时候 老和尚撩起大盆里洗过菜的水 就去洗脚 我放了一盆清水让他洗 他坚持不肯用 告诉我说 我们要节约用水 要洗衣服啊 那些投生到缺水 干旱地方的人 就是上辈子糟蹋水了 我很受触动 以后洗澡洗脸 都不再浪费水了 古代的闲人有事 奉劝世人 必须千锦洗服 诗云 有福莫享尽 福尽身贫穷 有事莫已尽 事尽冤相逢 福以长自喜 事以长自功 人生交互已尽 人生交互设 有史多互忠 人生交互设 有福莫享尽 福尽身贫穷 有事莫已尽 事尽冤相逢 福以长自喜 事以长自功 人生交互设 有史多互忠 手口设意 深莫范 2008年的冬天 我带着两个小学友 去千佛寺 看望贤公老和尚 当时老人家 正在前面的院子里 往外挖一个 很大的树根 掏了很深一个大坑 满身满脸 沾的都是泥土 硬喊法师说 师父啊 你别再挖了 这么大一个树根 你挖到啥时候去了 扔到那儿 等着它自己 呕烂好了 老和尚一边挖 一边说 干啥事 你不要怕作难 我不停地挖 总能给它挖出来 挖出来 能烧锅 腾出地来 又能种菜 雨放这儿 等着它自己 欧烂 在啥时候啊 硬喊法师 摇着头对我说 本来接他过来 想让他想几天轻浮 结果来给我干活来了 一天到晚都不闲着 怎么劝他都不听 我真是拿他没办法了 硬喊法师说着 转身到后院去了 老和尚扭头 看着硬喊法师的背影 像小孩子一样 嘿嘿嘿地笑了 我们三人上前 去给老和尚顶礼 老和尚连声阻拦说 不要拜 不要拜 地上脏得很 和我同去的两个小学友 曾在千佛寺 和老和尚朝夕相处过三个月 所以老和尚看到他们过来 非常欢喜 停下手中的火 跟我们聊了起来 老人家对我说 你们庄上的人 善根深 学佛的人多 我说 是啊 我们庄上差不多家家共佛 老和尚问我说 你们庄上多年前 住过一个老和尚 你记得不记得 我说 我那时候还很小 但是有印象 因为那法师 是我奶奶护持的 后来她去白马寺了 老和尚说 那时候我请她去莱福寺 她不愿意去 不知道现在还活着没有 我告诉她 听说已经过世了 老和尚问 啥时候不在的 我说 早都不在了 那都是上个世纪的事了 说到我自己忍不住笑了起来 心想 那位法师若在世 也该有一百多岁了吧 您以为 谁都像您老 这么长寿啊 老和尚看着我 不解地问 你要啥呢 我说 您老 是不是以为 那慈禧太后还活着呀 老和尚也被我逗得大笑起来说 哈哈哈哈 我还没有那么糊涂 哎呀 我这是业障重啊 想走 走不了 眼看着老同修们 一个个儿都走了 就我成老妖精了 听得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 我一边伸手 把老和尚从树坑中掺出来 一边说 您老歇一会儿 再给我们讲个故事好吧 老和尚在旁边的一块木头上坐下来 指着另几块木头招呼我们说 你们也坐 我挨着老和尚坐了 两个小学友说 我们不想坐 老和尚对他俩说 不想坐这木头上 屋里有凳子 我说 您老甭管他们 他们是坐不住 老和尚笑呵呵地说 哈哈哈哈 我给你们讲个佛经里头的公案 可好听了 以下是根据贤工所讲 大概的整理 有一位阿罗汉出去脱波 遇到一个漂亮的女鬼 女鬼说 我要供养 罗汉的一位阿罗汉的一位阿罗汉 请您慈悉 千万不要师给他们四个食物啊 女鬼出去了 罗汉一边吃一边门 阢队 为什么不让施给他们四个食物呢? 四个恶鬼眼巴巴地望着罗汉在那儿吃,也不敢出声。 罗汉觉得,这样太残忍了呀。 罗汉实在忍不住了,就把食物分了一些给这四个恶鬼。 不料想,这四个恶鬼把食物吃到嘴里,却一个个痛苦地狂叫起来。 因为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自己的肉。 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铁丸。 一个恶鬼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大便。 一个个贵的食物到嘴里,就变成了浓血。 罗汉见到这样的场面,非常吃惊。 那个漂亮的女鬼,急急忙忙从外面跑进了屋里,很痛苦地对罗汉说。 我出去之时,就曾顶住您,千万不可适与他们饮食。 您为什么不听呢? 难道您比我还爱他们吗? 他们是我前世的丈夫、儿子、儿媳和丫鬟呢? 罗汉不解地问。 这是什么原因呢? 女鬼说。 我前世供养过一位阿罗汉。 我告诉我的丈夫,希望他随喜功德。 谁料他听后反而出言毁谤说。 他为什么吃咱们的东西,怎么不去吃自己的肉? 我很伤心,就又把这件事告诉我的儿子。 不料他也出口诽谤说。 他怎么不去吃铁丸呢? 我更加伤心了。 正赶上那天,有亲戚送我的食物,却被我儿媳妇给偷吃了。 我去问他,他不承认,还说。 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吃大便呢。 我回赠亲戚的食物,却被丫鬟在送去的路上偷吃了。 我责怪他,他不认错,还说。 吃你的食物,还不如吃浓血呢。 我心里对他们四人生起了大嗔恨心。 于是发了一个反怨,愿我来世生活在可以看到他们四人受恶报的地方。 所以今生,我做了塔利贵王。 若不是这个恶怨,单凭我供养阿罗汉的福德, 我今生,我今生就该生刀利贵,享受天福啊。 老和尚把故事讲完,笑呵呵地问我。 哈哈哈哈,好听不好听啊。 我听得寒毛迟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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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 不要严谈口满 能吃过天时 不说过天话 说话口满 招人恨 犯众人物 也不要生坏念头 有坏念头 吃亏的是自己啊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墨学惭愧 因为时隔久远 其中的细节 或许稍微有些不准确 墨学确实得博才书 竟不知这则公案出何点击 本想查到出处予以参照 却是几经努力而无结果 恳起十方忍者见谅 古德月 不须出处求真机 却喜忠良做话头 墨学复述贤宫所讲的故事 或许有些不周之处 然而故事所含的道理 却不会有差错 净空老法师教导我们 存好心 说好话 行好事 做好人 与贤宫岂非佛佛道同吗 盐禅口满 大约只是我们南阳方言里的俗语 多是老人们爱用 盐禅是指言语尖锐刻薄 口满是指说话狂妄 能吃过天时不说过天话 是纯粹的南阳俗语 也是教人不能太狂妄 诚如故贤事曰 监口惊人训 惊惊恐惧身 出言刀剑立 积怨鬼神称 监莫应多福 吹嘘总是蠢 监口惊人训 惊惊恐惧身 出言刀剑立 积怨鬼神称 监莫应多福 吹嘘总是蠢 进行入云 口腹不解 至极之音 念律不正 杀身之本 四个恶鬼 因恶口所招致的果报 固然是太可怕了 然而 供养阿罗汉的女人 竟然因为一时意气 而发了如此一个荒唐的反怨 也未免太愚痴了吧 此意念冻处 大家难道不觉得更加可怕吗 所以我们必须 及时地反省自己 不怕念旗 只怕绝持 恶念冻时 马上发觉 下一个念头 就是阿弥陀佛 都是六根 使敬念相继 待熏休日久 恶念自然无处藏身了呀 能够调心欲行 才是真正的大丈夫 绝名妙行菩萨济云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打得念头死 徐辱法身活 少说一句话 多念一句佛 打得念头死 徐辱法身活 贤公曾给我们讲过 他小时候种冬瓜的故事 因为种了冬瓜 被他的堂弟给偷走了 他就连着三天 不断地小声念道 哼 谁偷了我的冬瓜 就让他长疮害病 长疮害病 结果他堂弟 真的就卧床不起了 沈娘知道后 就对他说 哎呀 你不要再念了 你弟弟就摘你一个冬瓜 你就皱他浑身长疮 你这孩儿 心怎么这样狠呢 贤公非常吃惊 心想 人的念头 真有这么大的力量吗 于是马上改口念道 快让他好了吧 快让他好了吧 堂弟的病 真的很快就好了 贤公说 从那以后 我再也不敢怨恨人了 宋代大贤 少子康杰先生 有一首诗 墨学十分喜欢 所以时常送起 其圣人胸襟 感人泪下 浩然正气 汉人心魂 在此道处 与诸襟共勉 愿我同仁能将其 深明五内 力道处 长心方便 力欠处 长存好心 誓约 每日清晨一炷香 谢天谢地 谢君王 但求处处 田和首 为愿人人 寿命长 国有贤臣 安社稷 家无逆子 恼爷娘 四方宁静 干戈喜 我若平时 也不妨 每日清晨 一炷香 谢天谢地 谢君王 优优独 千载难遇此僧团 关于贤公老和尚 和海墨法师 海员法师 体光法师 四人一起 在同伯山塔院寺 节儒共修的那段往事 为了不致阴灭无闻 墨学借此为之专录一篇 贤公生前 曾对墨学说起 许多海墨法师的事迹 但说起体光法师之时 因为贤公习惯称 印玄 而墨学惭愧 当初并不知道 体老体老的法名叫印玄 一直到去年正月 才从贤公生前留下的视频中得知 若非那些有心的大德们 拍摄下这些宝贵的视频资料 那么这段堪称传奇的公案 也只能随着贤公的息去 而就此埋没了呀 海墨法师 仗贤公四岁 贤公习惯称其为 大黑老和尚 其俗家姓芳 祖上是南洋巨父 早年父母双亡 是祖母把他养大的 他曾经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 做过国民党三十军的参谋长 最初吴信佛 曾经拆毁一所寺院做学校 有一次在朋友家借宿 信手取楞严经阅览 顿觉有物 于是忏悔前非 将寺院重新修复归还 不久 急入同伯山 礼传杰公出家了 传杰公是贤公的师伯 当时缠门有 南虚云 北传杰之欲 民国二十六年 大黑老和尚的祖母去世了 为报祖母大恩 他杰鲁守目三年 每日诵经念佛给祖母回向 2008年的秋天 贤公对墨学讲起 大黑老和尚为祖母守目之事 还是满含热泪的赞叹说 大黑老和尚的孝心 那真是感天动地呀 我估计他应该是在守目念佛的三年中就开悟了 1964年 大黑老和尚 助袭 宜阳县 临山寺 从此 摒弃万元 于寺后 决出一个土洞 字号 大黑窟 居住在洞内 精进念佛 曾经两度 感得弥陀放光 于是他往生的日起 1968年9月23日 大黑老和尚告别众弟子 往生西方 贤公往生前的四个月 给南洋的居士们讲起 当年节庐共修的往事时 还赞叹道 大黑老和尚好变才 什么精都会讲 甚至清晰地记得 大黑老和尚爱吃煎饼 在场的刘居士问贤公说 您讲过精没有 贤公笑着说 我只会种地干活 啥经都没学过 就会念阿弥陀佛 海原法师 比贤公小四岁 俗家姓张 唐河县大河屯乡 张楼村人 自幼受其姑母影响 很小就立定了 洪传佛法的志向 十三岁 李太白鼎 云台寺 传在法师PT 十六岁至武汉 龟元寺受巨族戒 民国三十三年春 海原法师四十岁 夏同伯山到北京参学 一去五十余年 再未归来 海原法师曾经在 弥勒院和广济寺常住 所遭遇的磨难 所遭遇的磨难 于此就不忍详说了 1979年 中国佛教协会 委派海原法师到灵光寺 当时的整个西山还是破败不堪 辽无人机 七十五岁的海原法师 在此孤身守塔 自劳自食 招缠目镜 精进不屑 1999年的腊月 海原法师安详市集 众弟子感念诗恩 祝其圣像供奉寺内 慕名到寺院瞻仰者 至今络绎不绝 提到海原法师 贤公极力赞叹道 海原修行 那不是一般的精进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经常会忘记吃饭 忘记睡觉 听王春生老居士说起 海原法师 给贤公写了几十年的信 贤公收到信后 都会找我念给他听 文革后 还是因为海原法师 在来信中 及时告知了宗教政策的走向 来佛寺才得以及时重建呢 体光法师 俗家姓袁 河南相成人 生于民国十三年四月 十四岁 只身入唐河县黑龙镇的法山 李 朴华寺海山法师 批提 贤公并未说清当初四人 解鲁的准确事件 但是墨学从几人的年谱推算得出 大约应该是在 民国二十九年到三十二年之间 因为在民国二十九年之前 体光法师尚未出家 大黑老和尚正在为祖母守墓 而在民国三十三年春 海原法师就此去了北京 再不曾回到同伯山长住了 根据体光法师的年谱记载 体老十九岁赴湖北武汉宝通寺 受居足戒之后 近赴灵延山参拜印光大师舍利 并在道场长住数年 随后体老投云门寺 追随须云老和尚习定参禅 亲身经历了云门事变 当体老去探望须云老和尚伤事之时 老和尚赠记一手 催促他马上离开 记曰 这个阿师炯不同 灰头土脸变差沉 祸汤炉炭长游戏 披毛带脚随转轮 臭气训天人难尽 三界内外密无踪 若问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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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惊吉许 非色非空非古今 这个阿师炯不同 灰头土脸变差沉 祸汤炉炭长游戏 披毛带脚随转轮 臭气训天人难尽 三界内外密无踪 若问行年 惊吉许 非色非空非古今 而当时的体光法师 年仅二十七岁 墨雪听唐克县普画讲寺的住持 如真法师说起 体光法师离开云门寺之后 回到同伯山塔院寺 住了将近两年 再后来应是一直在云居山 真如似常住了 但是我们听贤公讲起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一段往事 推断 在此十年中 疲劳应该是回过同伯山 贤公说 红卫兵让应玄站在长板凳上 脖子里挂了一个小磨盘 谁知道一旋 人家会功夫 在板凳上扎着马步 纹丝不动 有个红卫兵用脚去踢板凳 结果怎么踢也踢不动 他就叫来好多人一起踢 板凳倒了 红卫兵也跟着倒下一大片 再看应玄 还是扎着马步 稳稳荡荡 站在地上 这些红卫兵 吓坏了 再也不敢揍他了 还听如真法师说起 铁光法师在八十年代 曾经多次回同伯山探望当年的道友 1990年起 铁光法师驻持清元山 光复祖师道场直至元吉 众弟子将其法体装缸 葬于红记禅师塔旁 本幻老法师赞叹提老月 铁光禅师 是少时出家 童真入道 直迟禁界 饱餐食血 众姓清元祖庭 虚言百丈佳封 安丹皆众 道风远拨 杜众无数 是乃僧人之楷摩也 铁光法师元吉之后 其弟子门人未报施恩 发信在铜伯山将体老的指甲和头发建塔供奉 贤公欢喜赞叹 遂亲父塔愿寺为其玄旨 2011年11月12日 铁光法师舍利塔于塔愿寺落成 墨学曾有幸听提老的高祖掩寺法师说起 我们选了好几个地方 都有些不尽人意 也许是得老和尚加持吧 结果又选到老和尚当年住茅棚这个地方了 大家都很满意 海墨法师修学禅宗 和法相为士 海源法师 禅静双修 铁光法师 专修禅宗 海贤老和尚 专修净土 四位老人家各自修学不同的法门 却能够在一起共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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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泪山沙 新竹贤工思当年 账夫未断生死路 金竹贤宫思当年, 丈夫未断生子路, 慈亲出家入深山, 塔院杰鲁尊六合, 得名真堪万古传, 宗门教下缘无碍, 净土法相宁非禅, 英合百说贤不厌, 千载难遇赐僧团,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如来社教随时足迹, 法门平等无有高下, 持华言经者, 若自视诸佛根本法轮, 而小视诸经, 不亦狂乎, 持法华经者, 若自视一圣, 而浪言余经讲成佛, 皆不圆满, 不亦忘乎, 持愣言经者, 若云, 唯此经能开智慧, 而余皆不能, 不亦余乎, 持金刚经者, 若云, 唯此经觉相超宗, 能速登佛地, 而余皆不能, 不亦吃乎, 持无量寿经者, 若云, 唯此经, 唯如来正说第一经, 而余者, 余皆不能了脱生死, 不亦大谬乎, 有贤者, 为和和而胜, 也就是寒山与时德, 坐师赞悦, 和气乃众和, 和心则适合, 世人能和和, 快活乐如何, 和气乃众和, 和心则适合, 世人能和和, 快活乐如何, 回首贤宫四人, 结卢共修这段公案, 让我们不难看出, 四老修行不同法门, 而能各自有成, 早已是, 世在必然, 理所当然哪, 农历四月十四日, 寺文已经做出, 墨学和印制法师, 再登铜博山, 到石盘莲花寺, 拜访年已八十高龄的, 上印夏曾尼诗, 想从老人家口中, 了解一些贤宫生前的事迹, 但是非常遗憾, 印曾法师, 虽然是和贤宫认识多年, 但却讲不出比较具体的事例, 只是不住口地, 连声赞叹贤宫的种种美德, 我们准备离开前, 走进大殿再次参拜, 却无意中发现了大殿中, 供奉着贤宫的剃度恩师, 传戒宫, 和贤宫的师爷, 上针下空老上人的德相, 看到二位高僧的德相, 却猛然唤起我一段淡忘的记忆, 2008年的洞天, 贤宫在千佛寺, 曾经和墨学讲起, 真空上人的一些修行故事, 还说起, 他曾经与大黑老和尚, 一同步行到北京, 迎请师公真空上人的铃骨, 回铜伯山塔院寺, 建塔安葬的动人往事, 只是没有说清是在哪一年, 墨学后来查证得知, 真空上人在清末民初堪称, 禅门朔德, 万年应北方诸弟子齐请, 常驻北京弥勒院, 与南方的高明寺和金山寺遥相呼应, 当时的禅客戒指, 南有高明金山, 北有弥勒禅院, 1952年, 真空上人入定十四天后, 端坐而及, 墨学到塔院寺寻访, 确实看到了真空上人的设立塔, 之后墨学又翻看了 《大黑老和尚的年谱》, 确实记载有1954年, 大黑老和尚去北京 迎行真空上人铃骨之事, 只是没有提到贤宫, 墨学与印制法师, 又专赴北京拜访海原老和尚的传法门人, 上演下道法师, 听眼道法师说起, 当年海原法师, 也曾经参与护送真空上人铃骨回铜博山, 于是墨学成此姻缘, 将此事增补于此。 一生清风便环宇 闲宫在日, 经常会给大家讲起一位僧人的义事。 我们去孤丰寺和清泉寺的时候, 眼墙法师和印生法师不约而同地也提起了这位僧人。 看来我们是很有必要对此人有一番专门的介绍了。 老德和尚和贤宫是同年龄的人, 幼年丧父, 跟随着母亲乞讨度日。 在一个奇冷无比的冬天, 饱受动恶之苦的老德母子, 乞讨至同博县平市镇的金山寺, 哀求住持海参法师。 法师, 请您此悲收留我们母子吧, 并希望法师能够收我儿老德为徒啊。 海参法师没有答应给老德剃度, 而是把他带到韦陀菩萨项前, 让他拜韦陀菩萨为师。 因为老德呆傻愚钝, 所以他母亲换他叫 老呆。 在南洋方言中, 呆与德同音, 所以传之日久就演变成了 老德。 老德就这样出家了, 没有剃度师, 也没有法明, 更不曾受戒。 从此, 平市镇方圆几十里的百姓都记住了, 一个每日兼搭布袋, 出外化圆的呆和尚。 海参法师教他, 走路时要念阿弥陀佛。 他果然老老实实地边走边念, 村里的妇女和顽童们看他呆傻, 就经常拿他取笑。 老德也不生气, 只是一再给人作依, 口中不断地念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有人愚弄他说。 老德, 你磕个头, 我给你粮食。 老德说。 没有佛, 我不磕。 人家指着一块石头说。 这里面有佛啊。 老德放下布袋, 对着石头跪下就磕响头。 人们以为好玩, 就常常地这样捉弄他。 以至于把老德的额头磕出了一个鸡蛋大的包啊。 更有些欺人太甚地, 指着牛粪对老德说。 这里面有佛啊。 老德说。 有佛, 我就拜。 然后就对着牛粪磕头。 有人把一根线搭在他的耳朵上说。 老德, 我把你拴在这里了, 你动不了了。 老德便站在太阳底下哭了起来。 半晌不动地方。 后来有人经过问他。 老德, 你为什么哭呢? 他说。 被, 被人拴住了。 人家问。 用什么拴的? 他说。 用, 用线。 问他, 拴住哪儿了? 他说。 拴, 拴住耳朵了。 人家把线从耳朵上给他拿下来说。 我给你解开了, 你可以走动了。 老德马上破涕微笑。 连连给人家作依念佛。 老德化缘回寺之后, 一定先到韦陀菩萨向前跪拜说。 师, 师父, 我回来了。 然后再把化来的东西。 拿到大殿供佛。 白天出外化缘。 夜晚拜韦陀菩萨。 年复一年。 日日如是。 一九五四年腊月, 老德和尚生病了。 但是聚尽汤药。 见人就问。 哪, 哪天是腊月初八啊? 每天必然要问几遍。 海参法师私下问他。 你总是问腊月初八? 干什么呀? 老德和尚回答说。 我师师父告诉我说, 腊月初八那天, 阿弥陀佛来接我走。 海参法师默默记在心里。 暗暗地赞叹。 转眼到了腊月初八这天。 老德反而不再问了。 寺内的僧人告诉他。 今天就是腊月初八。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老德一听此言, 好像很惊讶地说。 是吗? 那我得走了。 请人为他打来一盆洗澡水。 他沐浴更衣后, 便端坐念佛而终。 老德和尚往生将近两年的时候, 有几位客商到武汉做生意。 在武汉街头, 遇到一个尖搭布袋正在化缘的呆和尚。 大家都说。 好像老德啊。 于是上前打招呼说。 老德, 你怎么跑到武汉来了? 呆和尚看着他们, 傻傻地笑着说。 化缘嘛。 大家说。 和我们一起回去吧。 呆和尚说。 我, 我过过几天再, 再回去。 等到这几位客商从武汉归来, 向平市镇的百姓们讲起。 他们在武汉街头遇到老德的事情。 才得知老德? 已经往生两年了。 但是, 他们依然非常肯定地说。 我们遇到的就是老德和尚啊。 因缘生暗。 拿摩阿弥陀佛。 老德和尚的事迹在南阳所有的僧众当中, 几乎是无人不知的呀。 然而, 却因为年代久远。 流传多有错额。 因为贤工生前曾不厌其烦地反复说起。 所以墨学认为这有必要去认真对待。 因此, 墨学和印制法师特意赶往平市镇做了一番深入的调查。 在平市观音寺住持印川法师和几位大德居士的热心帮助下, 我们找到了当年在金山寺追随海参法师做过屈屋杀迷的秦启长老居士。 秦老居士今年已经83岁高龄。 家就住在金山寺后面的村子上。 他12岁之前都是在金山寺度过。 海参法师还为他取了个法名叫印泉。 所以他对老德和尚是最了解不过的了。 墨学讲出了自己所掌握的一些老德和尚的资料。 和存在的一些疑问。 请秦老居士印证和解答。 秦老居士很耐心地为我们一一做了答复。 并且非常热情地带领我们去参观了金山寺的遗址 和老德和尚的墓地。 眼见这一代圣僧的墓地 却被浓密的荒草荆棘层层包围。 墨学忍不住连声称念佛号。 泪师清善啊。 成此机缘,墨学借古德一首 提为柱中的禅师。 对老德和尚顶礼一赞。 大炉沟里翻身处。 不犯前垂誓万钧。 一声清风便还雨。 换回多少梦中人。 大炉沟里翻身处。 不犯前垂誓万钧。 一声清风便还雨。 换回多少梦中人。 来此作佛不异心。 供稿人印智法师。 印智在这里先向大家忏悔。 因为我的粗心大意 没有早日给仙师整理。 生平传记。 仙师往生后, 我们历经了艰辛四处寻法。 而所得却非常有限。 每次想起此事, 就令我羞愧难当。 后悔不已。 不敢祈求大家的原谅。 但是要恳请大家, 一定要以我为戒啊。 我和贤公恩师的相识有点戏剧性。 1986年二月底, 我还没有出家。 想在堂屋里装一面戒墙。 便请一个同族的孙子去给我帮忙。 他叫王和鸣。 与我是从小的玩伴。 相互之间是无话不谈。 那天我准备好了酒肉, 打算中午跟和鸣好好地喝几杯。 结果到了中午快吃饭的时候, 他推托。 我家中有事, 非要回家去不可。 我挽留不住啊, 就把炒好的肉铲在一个小盆里。 把酒肉都拿到了和鸣家。 结果和鸣还是推托, 不肯再陪着我喝酒了。 在我的再三追问下, 他告诉我, 我已经在来佛寺海贤老和尚坐下, 归依三宝, 求授了五戒。 我的老母亲, 一声吃素念佛。 我也受到了一些影响, 所以不但对学佛不反感。 还很有些向往呢。 我当即对和鸣说, 这样吧, 你今天陪着我把这些肉吃完了, 把这瓶酒喝光了。 然后你带着我一起去找海贤师傅皈依去。 以后我也不再喝酒, 不再吃肉了。 你看好不好啊。 和鸣见我这样说, 就凯然地答应了。 于是陪我吃了那一顿酒肉。 果然在几天后的三月初三, 我真的与和鸣 一起到来佛寺求授皈依了。 第一次见老和尚, 就觉得老和尚特别慈悲善良, 让我觉得很亲切。 就像见到了亲人一样啊。 从此, 隔几天不到寺院就着急。 见不到老和尚就想得很。 于是隔十天半月, 我就到寺院去一次。 那时家里还没有自行车, 每次往返都要两三个小时。 1987年九月的一天早上, 我和邻居们在外面一起吃早饭, 看到老和尚颠着个兜子往这边走了过来。 我放下碗筷, 赶紧跑过去给师父磕头, 问师父, 您这是去哪里啊? 师父回答, 来看你啊。 我紧紧拉着老和尚的手, 感动地流着眼泪问, 师父, 您来有什么事情吗? 师父说, 没事, 来看看你, 你也好久没去寺院了, 看看你在忙些啥, 念佛懈怠了没有? 我屈指算来, 因为忙于农活。 已经有近三个月没有去寺院了。 劳驾师父专程过来看我, 真是令我惭愧万分啊。 出家之后, 师父就对我说, 咱这里是专修念佛, 不搞精颤佛事。 宁可没有妙, 不能没有道, 宁可没有人, 不能没有法。 刚开始驻道场, 觉得新鲜, 还能够精进修学。 可是时间一久, 因为没有真实功夫, 就觉得单掉乏味了。 于是忍不住, 想出去转转, 想要另外寻找一条捷径。 老和尚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 就对我说, 难跑北报, 不如守个小庙。 可是啊, 我当时太愚痴了, 对师父的良言相劝, 一言也听不进去。 于是就离开师父, 到各地的大寺院去参学了。 这一参啊, 把多年的修行都赔进去了。 心彻底散了呀。 一直到2003年, 在极度失望的时候, 我想起了师父当初的教诲。 于是, 回到师父身旁, 向师父忏悔。 师父一句也没有怪罪我, 很和蔼地对我和应寒师兄说, 你们要不想住来佛寺, 可以到同伯山去。 塔院寺也是我建的道场, 那边比这边环境好。 我和应寒师兄都答应了。 师父拿出几千块钱, 托人买了一辆手扶拖拉机。 准备给我们在山上耕地用。 但是, 我们两个到塔院寺住了没多长时间。 因为嫌山地太陡, 便结伴逃跑了。 去年正月, 我们去铜波山采集老和尚生贫素材的时候, 应寒师兄我们二人, 在塔院寺给大家讲起, 这段不光彩的往事, 我还觉得又惭愧又好笑的。 惭愧的是, 我们几十岁的人了, 还不给师父省心。 好笑的是, 我们在师父面前, 一直就像个长不大的小孩儿啊。 离开塔院寺, 师父也没怪我们, 还亲自把印寒师兄和印之法师送到千佛寺, 嘱咐他们, 要好好修行, 真姓千佛寺两千年的古道场。 随后没多久, 我也到千佛寺去常住了。 在印寒师兄的带领下, 千佛寺从无到有, 虽然没有新建殿宇, 但是良好的道风学风已经养成。 净空老法师讲到过, 道场以无事为兴旺, 所以千佛寺是真正兴旺的静宗道场。 2007年8月18, 我回到莱佛寺, 准备给老和尚祝贺107岁大寿。 老和尚流着眼泪说, 银智, 你别走了。 我都一百多岁了, 也活不了几年了。 可是, 寺院到现在, 也没找到个合适的接班人。 其实, 师父的弟子当中, 出过很多优秀的人才, 比如广为人知的少林寺首座, 应松法师, 便是贤工老和尚剔度的。 再如恢复南洋两座古叉的应从法师, 也是老和尚的弟子。 与师父这些真正的高族相比, 我印制实在是无地自容。 自残行贿了。 但是, 看着师父满脸的泪水, 我实在不忍心再加以拒绝。 于是便留在师父身边尽孝了。 师父往生走了, 因为净空老法师的赞叹, 让我这个不孝弟子, 也跟着一起出了名。 这让我一直感到惶恐不安。 我明白, 我现在所拥有的, 其实都是师父留下的渔福。 凭我自己, 有何德何能呢? 应寒师兄, 修行比我精进。 应荣法师, 对待师父的孝心, 令我真心蛰伏, 愧不能及。 他们其实都比我优秀。 我如今被大家恭敬, 无非是因为 师父往生在来佛寺, 而我正是来佛寺的当家师而已。 去年夏天, 因为天气大旱, 有一些村民到寺院找到我说, 人家海贤老和尚在世的时候, 我们方圆几十里, 年年风调雨顺, 为什么老和尚去年刚往生, 今年就遇到这么大的旱灾呢? 我们认为都是因为你这个当家师没有德性, 没有福报啊。 当时我听了, 当时我听了心里还不舒服, 认为他们是无理取闹, 现在我明白了。 他们都是菩萨, 说得一点都不错呀。 我现在就像被通弃了一样, 走到哪里都有人能认出我, 这也提醒我, 一定要做出个好样子, 不然就是给佛陀丢脸, 给恩师丢脸啊。 我曾经在老法师面前表过态, 为佛法, 为众生, 纵然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一定要把贤功老和尚的家风继承下去。 让净土法门在来佛寺发扬光大。 我听老法师讲过, 名为造化所记。 知道, 如果没有真实德性, 这凭空而来的虚名, 会把人活埋掉的。 所以, 我和开中法师经过慎重的考虑, 为寺院拟定了一份方案, 并于即日起便开始实行。 一, 根据来佛寺目前的状况, 计划流众二十人左右, 直语念佛, 坚持常年佛期。 每天八小时念佛, 三小时看贤功光碟, 两小时听净空老法师讲经直播。 每天休学时间共十三小时, 坚持常年不变。 而个别想延长休学时间的, 寺院则大力支持。 二, 来佛寺现有常驻五人, 出家法师三人, 居士二人。 根据现实情况, 计划留一工十人左右。 条件是, 高素质, 懂护法, 能吃苦, 处处以贤功老和尚为榜样。 三, 来佛寺原则上, 不接待参学人员。 特殊情况下, 我们的做法是, 当天能返回的。 中午随众就餐。 下午及晚上, 赶到寺院, 确实走不了的。 留宿一晚。 四, 来佛寺四众弟子, 如何学习贤功和尚。 一, 秉承贤功老和尚的道风。 一句佛号念到底,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六合道场, 白忍家风, 勤劳, 节俭, 在生活中尽量做到落实。 二, 在学风方面, 只依师父上人, 上镜下空老法师的教诲。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解形相应, 从自身做起, 人人以身作则, 提高自身素质, 做一名合格的佛弟子,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音质法师已经写过两次稿子, 都被墨学, 以不够深刻为由退回去了。 而这一篇是第三次了, 金空老法师在无量寿经科著学习班上, 评价开疗法师的一篇心得报告时, 有一段精彩的开示。 我们在此引用一下。 我们听了你的报告, 生欢喜心, 唯愿你要坚持, 你要不坚持, 这个话就是妄语。 这篇文章就是妄语的证据, 将来有因果, 如果真的找这个誓言去奉行, 你确定有成就。 那我们就看到佛法将来慢慢再兴旺起来。 念佛的人越来越多, 社会会祥和, 太平盛世会出现。 大家好好用功, 说话要算话。 愿得千佛常注释。 共稿人印含法师。 上海下贤恩师, 是我人生转折的见证人。 假如当年没有恩师慈悲, 收下我这个全身瘫痪, 激进绝望之人, 真不敢想象我今天会在哪里。 我发自内心感恩师父老人家, 改变了我的命运, 使我走上念佛求归极乐的绝路。 我的俗名叫张运灯, 宝妹张运之, 于1985年, 先我在莱佛寺贤宫老和尚坐下, 剃杜维尼。 我个人出家因缘特殊, 未出家前, 因为受到无神论的影响, 什么都不相信。 没有给祖宗上坟烧过纸, 更没有去过寺庙烧香拜佛, 曾经遭遇到数次险些要命的事故, 但是我并未觉醒, 丝毫不知道回头。 1982年, 我得了偏瘫, 两年间犯了三次。 身体一次不如一次。 犯第三次的时候, 完全失去了劳动能力。 我感到走投无路了, 不想再让身心受痛苦的折磨。 于是, 就买了两瓶安眠药放在床头, 想随时结束生命。 痛苦地熬到了1989年, 正在我冰临绝望的时候, 一位佛弟子送给我两本书。 一本《阿弥陀经白话节》。 一本是《善财童子五十三餐》。 当我把《阿弥陀经白话节》看到第十七便时, 我才相信《真有极乐世界》。 于是下定决心要学佛求生极乐。 此时我自然就想起了在莱佛寺出家的妹妹, 请她把我的情况介绍给贤公老和尚。 没想到先公二话没说, 很干脆地就答应了, 可以收我这个偏瘫病人为徒。 我跟师父说, 我既没有钱, 也不能干活, 只能自带一点口粮。 1990年春节过后, 家人送我先到莱佛寺求寿归衣。 没过多久, 接着就剃度出家了。 去寺院的那天, 随车带去了四百斤小麦和一百斤的玉米。 莱佛寺有土地, 师父每天都下地干活儿, 我虽然带着粮食。 可是每到用斋时间还是感到不安, 心里特别地难受。 于是就和师父说, 这碗饭我不能吃了, 我要回家。 师父对我说, 既然来了, 就别回去了。 你可以在半夜没人的时候, 一个人去大殿拜佛, 求忏悔发大怨。 你的怨力若能大过业力, 就自然能改变命运。 时至今日, 我写到这里。 还想大哭一场。 如果不是师父慈悲 收下我这个偏瘫病人, 我肯定…… 早就自杀了呀。 我听了师父的话, 每晚夜间十二点前后, 就独自到大殿拜佛忏悔, 跪在佛菩萨向前, 倾诉自己过去的种种恶业, 发自内心的痛哭流涕, 发大誓愿。 祈求佛菩萨慈悲加持, 让我在百日内恢复劳动。 如果在百日内我能恢复劳动了, 我发誓, 一定终身绝不还俗, 时时处处, 树立一个合格的僧人形象。 一生为佛真光, 绝不给佛们丢脸。 愿为众生, 奉献一切, 只管耕耘, 不问收获。 阿弥陀佛, 果然是至诚感通, 我这么一真诚地发愿忏悔。 果然在三个月后就恢复了正常, 可以下地干活了。 我今年已七十五岁, 就在不久前的三月初三, 和初四两天, 我还上到房顶干活呢。 我是在二零零四年, 由师弟印制法师, 介绍到千佛寺的。 当时我师父和师弟, 亲自送我兄妹二人到千佛寺。 妹妹的法名叫印枝。 师父嘱咐我说, 这里很艰苦, 等于白手起架。 古老的寺院, 如果不是真修行, 那是住不下去的。 护法神会造麻烦。 我希望你们兄妹俩要真修真干。 如果你们有福报的话, 千佛寺慢慢会兴旺起来的。 千佛寺道场非常清静。 很少有外界的干扰。 最适宜清静念佛了。 我日夜收看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光盘。 最多一天能看十二到十三个小时, 一天也没有间断过。 我神信老法师讲的。 一部无量寿经, 一句佛号念到底, 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决定成就。 我在寺院, 一天到晚, 除了干活, 就是听经念佛。 无事不出山门, 也不想让人认识我。 对待外面流通来的经书和光盘, 我都要先看一看。 凡是净空老法师讲的, 或是老法师认可的, 才结缘流通, 否则就绝不在本寺流通。 总之, 我们千佛寺一定会坚定不移地, 以印光大师和净空老法师的教诲为指导。 把净土法门发扬光大, 一代代传承下去。 我一定会谨记恩师往生前, 以身表法的身意, 真正落实僧赞僧, 绝不会辜负恩师的良苦用心。 愿净空老法师法体安康, 常驻世间, 愿天下佛弟子, 和睦团结, 同归极乐,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听老人们说起过, 千佛寺的历史比白马寺还要早啊。 后来, 印砍法师说, 我在寺院挖地种菜时, 挖出了一块汉砖, 上面有永平六年四个字。 去年, 墨学曾经亲眼目睹了这块汉砖, 佛教正式传入, 是在汉明帝永平十年, 也就是公元六十七年。 连宫大事纪约, 无心时刻登绝路, 有口只仪念弥陀, 佛号万千游换少, 事缘半句已嫌多, 无心时刻登绝路, 有口只仪念弥陀, 佛号万千游换少, 事缘半句已嫌多, 印砍法师为人低调, 甘于淡薄, 由其清正之气, 堪比直除伪陀, 法师在寺院, 专门有一房间, 用来供奉其嫉妒师, 上海下贤老和尚, 传戒师, 上为下贤老和尚, 和教授师, 上敬下空老和尚, 三人的德相, 为佛弟子确实做出了, 尊师众道的好榜样。 墨学与印砍法师相识, 也有十个年头了, 深知法师冷军的外表下, 时事古道热场啊, 法师不但听经念佛, 极为精进, 话道众生也是极为严谨, 记得2008年秋, 我二人喝茶聊天, 说起青出大将军, 年羹咬书房的衣服对联, 法师欣然起身去找纸笔, 要把他记下来作为座右鸣, 其连约, 无敬师尊, 天诛地面, 物人子弟, 南道女昌 身心放下皆原名 贡稿人印研法师 2007年, 我在南兆县护持一位出家师傅 有一天, 我们佛妻圆满后, 给净空老法师鼎礼, 当我拜到第二拜的时候, 发愿要师父上人加持, 找到一位名师, 和一个纯正的净宗道场, 我要去潜心修行了, 不久有一位善知识介绍我, 你到摄旗县的莱福寺 去拜肉身菩萨? 到了莱福寺之后, 就有幸遇到了 上海下险老和尚, 看到老和尚, 我就生起无量的欢喜心, 就拜求老和尚, 收下我这个不懂事的弟子, 老和尚也没有推辞, 三天后, 他老人家对我说, 观音菩萨对我说, 还有个徒弟要过来, 接着你就来了, 我听了没在意, 以为老和尚说胡话, 旁边的一位村民说, 哎, 这老和尚可不简单啊, 有一次村上在打井, 打了好几天都打不出水来, 老和尚去看了看, 用的拐杖指着一个地方说, 你们从这儿打, 这儿有好水, 他们呢, 照着老和尚说的地方打下去, 哗, 果然呢, 很快就打出水来了, 2008年初夏, 因为刚发生了汶川地震, 又有传言说, 南方某地, 又要有大地震了呀, 一时间搞得人心惶惶, 有一天早上, 老和尚对我说, 没有事了, 天人把无量寿京给扶正了, 我听得一头雾水, 不知他老人家到底在说什么, 老和尚看我不解就明白地说, 哪个方向有灾难, 我就看到无量寿京往哪边倒, 昨晚上, 我梦中看到有天人 把盗着的无量寿京给扶起来了, 我就知道没有事了, 同年夏天, 有农民在寺院门前, 把收割机打碎的麦阶点燃了, 顷刻间, 整个寺院都弥漫着浓烟, 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我跑出寺院告诉正在干活的老和尚, 说院子里烟气太大, 都呛得送不成精了, 老和尚听后, 顺手在地上捡起了一个废旧的塑料袋, 往南方甩了几下, 嘴里念叨着啊, 往那一边去, 说也奇怪, 我再看这浓烟, 真的都回头往南边飘过去了, 我激动地向老和尚顶礼一拜, 回院子里继续读送, 无量寿京, 还有一次, 老和尚命我, 你在院中的菜地里, 挖出排水沟来, 当时天气连续好几天的高温, 种的菜都汗烟了, 在寺院门前晒麦子的村民们还说, 电视上预报, 近几天都没有雨啊, 我感到非常纳闷, 心想, 菜都快要汗死了, 老和尚为什么还让挖排水沟呢? 但是为了不惹老和尚生气, 我就拿着铁锹挖起了排水沟, 旁边看到的人们都笑我, 你太傻了, 听老和尚说胡话, 谁料第二天上午就下起了漂泊大雨, 一连下了好几个小时, 由于事先有防范, 所以菜地和寺院里都没有积着水, 我当时对这件事还是捉摸不透, 但心里对老和尚却更加敬佩了, 童年初秋的时候, 有一位姓张的老太太到莱佛寺去看望老和尚, 在寺院住了两三个月, 因为老太太都八十八岁了, 还有糖尿病, 一天要吃七八顿饭, 老和尚就命我, 殷柔, 你去专门照顾他, 听老太太他说, 我的父亲比老和尚大两岁, 是老和尚小时候的玩伴, 我出生的那一年正好老和尚出家, 但是我父亲一辈子都和老和尚保持着联系, 我当时就感到特别的震撼, 都说, 花无百日红, 人无千日好, 可是老和尚的朋友却一教, 还不止是一辈子啊, 师父把早晚课看得很重, 老人家慈悲, 几乎每天都要有意无意地问我两遍, 做功课没有, 虽然是这么一句平常的话, 却一直激励着我, 勇往直前, 直到现在, 每当我稍有懈怠, 就会听到好像师父又在问我, 做功课没有, 2009年的年末, 我一个人来到了荒废多年的, 圆明寺古道场, 看到了一片荒凉破败呀, 我于心不忍, 于是便发心恢复道场, 在此弘扬净土法门, 圆明寺距离来佛寺有一百公里, 因为圆明寺只有我一个出家人, 和一位做饭的老菩萨, 所以也不能时常回去看望老和尚, 为报师恩, 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接老人家过来小住一段, 考虑到老和尚住楼房, 去厕所不方便, 我特别为老和尚建了一间小房子, 在房子里边装了座便, 老和尚早上一直都坚持很早就起来, 拜佛念佛, 在圆明寺也是一样, 我留意他老的小房间, 每天都在我们早课之前就亮灯了, 接着就听到他老人家在院子里念, 阿弥陀佛, 本来老和尚是习惯金帮持, 每一次出生念佛的时候都不会很长, 但在圆明寺却每天早上都能听到他老人家在院子里, 惊醒念佛很长的时间, 每天吃过早饭后, 老和尚就开始找活干了, 经常一干就是几个小时, 我要去干的时候, 他老人家总是说, 你不要干了, 去念佛去, 我说, 师父啊, 哪能叫您老这一百多岁的人来干活呢, 我们这年轻人反而去躲清闲, 老和尚说, 你念佛没有念出来功夫, 所以要多念, 念到一定程度, 不论什么时候都在念佛, 干活儿不耽误我念佛呀。 二零一二年的夏天, 有几个人想到寺院挂单, 老和尚正躺在床上休息, 几个人听说, 他是百岁的高僧啊, 都要到房间去参拜, 老和尚正躺在那里一动不动, 嘴里说, 我岁数也大了, 这寺院就应容一个人, 还是个女众, 所以我们这里不好客, 不能挂单, 我当时心里感到非常诧异, 要在往常, 老和尚一定是很欢喜地坐起身来招呼客人了, 今天怎么会带人这么冷淡, 而且说出这么奇怪的话呢? 后来有知情的居士告诉我, 那几个人呢, 是传播邪教的。 无论春夏秋冬, 老和尚在寺院里总能找到活干, 就连他老往生前的一个多月, 还在圆明寺劈柴、 上树、据树枝。 在大殿旁边的一块大石头上, 老和尚放上去, 一块千斤重的石条。 赤金仍让我甚为不解, 别说是一个一百多岁的老人。 就算让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去坐, 也很难办到啊。 而老和尚, 究竟是怎么把他放上去的呢? 老和尚最后一次来圆明寺。 回去的时候, 把拐杖和一件衣服留下了。 我说去给他老拿着, 他冲着我挥手说, 不要了, 我不想用了。 因缘深暗, 拿摩阿弥陀佛。 古德云, 钟不敲不鸣, 古不打不响。 菩萨不显神通, 凡夫不知敬仰。 话虽如是, 然而我辈必须知道。 福德难出轮回, 神通不爱生死, 佛菩萨不以神通度人。 愣眼睛云, 若能转悟, 则同如来, 身心圆明。 圆明寺始建于今代, 有将近八百年的历史。 明朝、清朝、明国皆有重修。 贤公说起, 我八十多年前到圆明寺参学之时, 道场非常兴旺, 有常驻僧众二百余人。 寺院在文革中遭到破坏之后, 一直被学校占用者。 当初印荣法师发信恢复道场, 其中之不易, 墨学曾轻微见证。 印荣法师克勤克俭, 真修实干。 墨学于二零一二年的夏天, 去圆明寺看望贤公之时, 曾亲眼看到老和尚, 将一块断石挪到墙根处, 因荣法师所臣诸事, 应属不虚。 望十方忍者珍惜善用。 南阳义乌念佛堂的刘凤之居士, 讲起了贤公的一件往事。 有一天早上, 刘居士见到香炉内有很多香钱, 便在吃早饭的时候好奇地问, 老和尚, 您为什么烧这么多的香啊? 老和尚说, 天气不可泄露啊。 刘居士越发好奇, 就缠着老和尚一定要告诉他, 并保证, 我一定不往外讲。 老和尚这才告诉他说, 我看到满天都是阿弥陀佛啊。 有多人向墨学述说, 贤公的神通感应等事, 墨学一概未露, 因为, 关乎神通, 多言无益, 欲显其智, 反思尽妖。 所以墨学提醒大家, 无必过多地关注, 贤公视线的神通游戏, 应多致力于学习, 老人家的德性智慧。 唐代大德, 有东土为摩之称的 旁运居士有诗悦。 为氏龙宫, 莫说诸。 氏诸言说, 语君书。 空权只是婴儿信, 启得将来狂老夫。 为氏龙宫, 莫说诸。 氏诸言说, 语君书。 空权只是婴儿信, 启得将来狂老夫。 对面不见阿弥陀。 供稿人妙聊法师。 施工上海下贤老和尚, 往生已经一年多了。 在这一年中, 每当我想懈怠时, 就不由自主地想起了 他老对我说的。 那些极平常又语重心长的话。 2009年, 那时施工住在千佛寺。 有一次, 我去给他老送斋饭, 然后我也蹲在他旁边吃。 他看见我蹲在地上吃, 表情十分严肃地对我说, 不要蹲在地上吃。 出家人一定要守戒, 要注意威仪, 做仁天的好样子。 不守戒, 没有人欢喜。 一个相结的上午, 有位女居士缠着我。 不停地说她家里的事是非非。 说得时间长了, 我有点不耐烦了。 生气地顶回了那个居士的话。 后来, 施工到我的疗房里单独对我说, 对人说话, 不要气冲冲的, 态度要和气。 你这次气冲冲的, 下特他有话, 也不敢对你说了。 你就失去了杜众生的机会, 甚至说会断他的法身毁灭。 等你临命中时, 也会障碍你, 不得不注意哦。 我顿时感激涕零, 马上跪下给施工顶礼。 2009年夏天的一个傍晚, 天气非常的炎热。 我和施工在院子里, 对面坐着乘凉。 他老对我说, 出家人不要讲究穿, 不要讲究吃, 不要攀缘, 不要希望别人供养你。 人家供养你, 你也不能说不要。 你接过来, 放在功德箱里, 或是印经书都行, 千万不要用在个人享受上。 夏天穿的衣服能遮体就行, 冬天穿的不冷就行了。 吃饭, 不管什么饭, 能充饥就行了。 穿的好了, 吃的好了, 西方你就不想去了。 接着又说, 啥事都不要求人, 啥事都要自己做。 你没听人家常说, 人道无求, 品质高码, 不能给任何人 结冤仇。 结冤仇就是自己有我执。 世上, 啥都不是真实的。 争东占西, 到头来还是一场空。 争来战去, 临死只占一席地, 有啥好争的呢? 只要好好念佛, 去极乐世界, 什么都有。 和师公相处时间长了, 我发现他老, 无论行走坐卧, 嘴唇总是在微微颤抖。 2009年的秋天, 我和师公一起在地里抛花生, 我看他老一边摘花生, 嘴唇还是在微微颤抖, 就忍不住问他说, 师爷, 你嘴唇总是一动一动的, 在说啥呀? 他老说, 阿弥陀佛。 我这才明白, 原来老和尚平时都在念佛。 从未间断过呀。 在我跟师公相处的近两年当中, 发现他老从没有喝过茶叶, 就问他为什么不喝茶, 他说, 喝白开水好, 喝白开水简单, 延缅的居士们 在破费很多钱 来供养咱们茶叶。 爱好喝茶也是洗一切, 白开水一样能止渴, 为啥非要喝茶叶呢? 师公不喜欢给别人增添麻烦, 自己能做的。 他一定不让别人做。 除非自己实在不能做。 才让别人帮忙。 衣服破了, 他还是戴上顶针自己缝。 干活用的锯子、 斧子、 钳子、 扳手, 他都是自己上街去买。 老人家最拿手的是 念佛披树根。 树根是最不容易披的了, 但是他老有耐心, 砸一斧头, 念一声阿弥陀佛, 直至把树根一块一块披开为止。 还有一次, 我陪他老到设计县城办事。 他坐在车上喃喃自语说, 听来听去的, 不要去找在家人办事。 在家居时, 有在家的工作, 出家人有出家人的事, 各干各的。 停了一会儿又说, 出家人会讲经的给人家讲经, 不会讲经的, 也要给大众表个好法。 我什么也不会不会, 不会讲经, 不会诵经, 也不会唱赞, 就会念佛, 开荒重地。 那我就表好这个法, 要是不表法, 我早就走了。 还有一次, 我和师公在千佛寺东边开垦的荒地里挖芋头。 有两个居士看到后也过来帮忙。 我往外挖, 师公往下抠芋头上的泥土。 因为天气已经有点冷了, 老人家鼻涕流出来好长。 那两个居士说, 师爷, 给您点纸擦擦鼻涕吧。 师公说, 不管他那事儿。 两个居士和我对看一眼都笑了。 一个居士问他, 师爷, 您说不管他那事儿, 那是谁的事儿啊? 师公说, 不知道。 我们又都笑开了。 挖完芋头, 回到寺院后, 师公浑身上下全身是泥土。 一位居士说, 您老把衣服脱下来, 我给您洗洗吧。 师公把衣服脱下来, 那位居士接着衣服说, 看看, 今天刚穿上的衣服, 又弄成这个样子了。 师公说, 这不是我的。 那位居士说, 刚从您身上脱下来, 不是您的, 是谁的呢? 师公说, 我知道。 师公注视之时, 他说的那些话, 我不能全部理解。 有些甚至觉得好笑。 现在才知道, 他老不是一个老糊涂, 而是一位智慧德能, 不可思议的再来人。 老人家的一言一行, 都是自信的流露。 因缘深暗。 拿摩阿弥陀佛, 古语云, 见高人, 不能交备而失, 入宝山, 岂可空手而还。 闲宝在日, 墨雪还自以为对老人家很有恭敬心。 如今想来, 惭愧得真想挖掉双眼啊。 因为恭敬心有限, 故而虽然是有幸得值圣人, 所得也必然有限。 佛门中形容人有眼无珠会说, 有眼不是卢舍纳, 对面不见阿弥陀。 这说的就是我们这些不孝弟子呀。 印制法师和我美谈至此, 无不是替泪纵横。 懊悔不已。 妙疗法师和墨雪认识, 也有十六七年了。 彼此相惜很是投缘。 法师恭敬庄敬, 待人宽和, 颇有贤公一方。 借此一赞, 别无他意。 惟愿法师, 擅自护持, 永无退失。 在贤公往生前的二十八天, 设其的李润峰居时, 去来佛寺看望他。 在谈话过程中, 李居士用手机录下了贤公的一段开示。 老人家说, 我不想活那么大岁数, 情愿死。 死了以后, 灵魂若是成佛了, 全世界人都知道。 今日贤公影响全球, 莫不是早已在他老预料之中了吗? 我们常听老法师讲经的人都知道。 大慈菩萨说过, 你能帮助两个人往生, 就比你自己念佛功德殊胜。 帮助十几个人, 那你的福报就太大了。 能够帮助一百个人往生, 你是真正的菩萨。 若能够帮助一千个人往生, 你就是阿弥陀佛。 大家试想, 今日乃至后世。 受贤公影响而往生西方者, 应该何止千万呢? 贤公在世时, 有一些不明因果者去向老人家借钱。 多年都不肯归还。 老和尚慈悲, 命印栓法师前去催套, 起料借家不但不还。 而且寇出不逊。 骂老和尚说, 坏尽土多人了, 还不忘讨债, 这钱死了还能用吗? 佛门又且拦记一手, 今复于此以警示人。 寺院一根草, 劝君莫来讨。 昼夜四分立, 子孙还不了。 寺院一根草, 劝君莫来讨。 昼夜四分立, 子孙还不了。 2012年的秋天, 贤公从南阳义乌念佛堂回来, 马上就拿起锄头去地理劳动。 有三个骑摩托车的年轻人召到老和尚, 说, 我们要换些零钱。 老和尚说, 没有零钱。 结果, 被其中两个把他按住。 另一个, 把老人家身上装的南阳居士贡养的八千多块钱, 全部抢劫义空。 老法师在讲经时说起过, 因为来佛寺有成就的圣人, 所以方圆四十里之内都有佛光普照, 有二十五位菩萨日夜卫护, 凶神恶鬼都进不来, 不会有大的灾难。 华颜经书云, 得人小恩, 常怀大报。 不知恩者, 多遭横死。 观佛向海金云, 有恩不报, 是阿鼻音。 墨学在此合掌当兄, 恳起诸佛菩萨, 慈敏这些无知众生。 令其有缘听闻正法。 由此而生大忏悔, 及早改邪归正啊。 阿弥陀佛 安德花开火里莲 供稿人眼强法师。 贤宫灵王生前一个月左右, 我这里有一点境界。 我看到老和尚来了, 他对我说, 我要一个宗仆团。 第三天, 他就真到孤丰斯来了。 中午我在这儿吃了顿饭, 饭后, 我说让他休息一下。 而他没有休息, 就又坐车走了。 我心想, 我得给老和尚弄个宗仆团呢。 谁知道他去铜波山转了一圈, 回去之后没几天, 有人给我烧信来说。 老和尚, 圆吉了。 当时, 我心里就一颤呢。 问我要宗仆团, 就是告诉我, 我要作画圆吉啊。 这也是个应兆啊。 你们不知道, 他过那些关口啊。 被大火连烧了三次, 他坐在屋里, 动都不动。 房子都烧坏了, 也没有把它烧死。 咱这凡夫, 也看不出真佛的奥妙啊。 贤公真称得上是 一代高僧大德啊。 我认识他时候, 他大概也已经有六七十岁了。 但是身体还很壮实, 每天都到山上劳动。 贤公太慈悲了。 每次开始劳动之前, 都要在地上转着圈。 一遍又一遍地通知地下的众生。 敲稿下地, 诸虫躲避, 若伤性命, 即生佛地。 然后念一阵子佛号, 才开始干活。 那时候, 生活苦啊。 贤公在山上开地, 种红薯, 种芋头, 就以这些为主食。 有修行人到山上去了。 他还舍给人家一些。 自己不够吃了, 就去挖草药卖了, 再换点粮食。 秋天就到山上摘栗子, 晒干了储存起来吃。 我出家之前, 一天晚上, 梦到观音菩萨对我说, 是时候了, 准备启程吧。 我于是就去了同博山, 当时条件还是不好。 没有东西吃。 所以我这心啊, 总是定不下来。 还是练着红尘, 练着家呀。 后来在桃花洞遇到了咸宫, 他老人家送给我一些松糕。 一斤红糖和四十斤芋头种。 我回去把芋头种上。 到秋季就大丰收了。 哼, 那芋头长得真是喜人啊。 从那时我才开始定下心来修行啊。 贤宫不但开荒种地, 还培育树苗, 在荒山上栽树。 到林场里挖铜树根往山上埋。 同波山上经贤宫亲手栽种的树。 那真叫不计其数。 我刚上山时候, 还跟着他老一起栽过很多树呢。 贤宫说, 温度众生, 勿修行啊。 你想成佛, 你不出力, 不劳动, 不流汗, 哪有这样便宜的事呢? 他白天干活。 晚上拜佛念佛。 当时我是最清楚的。 白天干活, 那累得人头晕眼花呀。 晚上还整夜念佛拜佛。 人家心里也不装事儿。 也不去惹事儿。 我就说, 贤宫绝对是佛菩萨到世间来硬化的。 人家这一辈子, 我没有听说过, 他跟哪个人为争啥东西起过争吵。 老和尚这一点特别值得称道, 忍辱功夫真好啊。 一辈子没有跟任何人有过隔阂。 他说, 这都是自己累生累世的父母、 兄弟、老师啊。 无论你有修行没修行, 到贤宫这里, 一切都好。 人家也不说长, 不道短, 都让他们生欢喜心啊。 贤宫平时也不喜欢说啥闲话, 行走坐卧念弥陀。 人家真正达到那个层次了, 观内不观外了。 一句阿弥陀佛, 念一辈子, 不管弯啊。 你看看, 人家这临终身无病苦。 欲知实质。 是多么潇洒自在啊。 这就是给后学做出个榜样。 让后学都能照着样子修行。 岂正得佛果呀! 因缘生暗! 喇摩阿弥陀佛, 演强法师多年前因为风湿病而脚疼难忍。 索性扔掉鞋子置之不理了。 于是岁有铁角僧之美誉。 老人家羞耻的功夫堪称当事稀有, 智慧辩才可谓圆荣无碍。 口不离宗而终归于教。 游节有行。 佛知佛见啊! 墨学曾经两度登孤丰山拜访演强法师。 老人家谈起弦功, 一直是满寒热泪。 每出一字, 都是严重酒鼎, 震撼人心。 让人深深地感到, 他老人家对贤工的赞叹, 真是从心胸里流出来的呀。 此篇文稿是根据采访老人家的视频简单地整理而来, 因为不忍破坏老人家所说的每一句话, 所以没有对文字做太多的修饰。 虽然是稍显无序, 但也不失原汁原味。 违愿十方忍者, 能设身处地一想, 魁琴堕礼三思啊! 至于文中所说, 贤工被大火烧过三次。 墨学惭愧, 忘记向法师请问。 具体发生在什么时间了? 但是, 贤工曾对墨学讲起过。 明国二十七年的秋天, 我回老家办事。 珠吉街上有一位饭店掌柜的女婿, 在南洋读书, 需要家里送冬衣和一些生活用品。 因为我未出家之前, 曾经在这家饭店 做过学徒, 掌柜的对我一家都很照顾, 所以我非常感恩。 虽是出家了, 但每次回老家, 总不忘去看望当初的东家。 这次东家家里, 正好有事抽不开身, 于是就拜托我把衣卧给他们女婿送到南洋。 贤工到南洋的那天, 正赶上日军出动四十架飞机轰炸南洋城。 贤工也不畏惧, 坐在一个墙角处一直念诵观世音菩萨圣号。 有七架飞机盘旋在他头顶, 交替着往下扔炸弹。 但是连老和尚一根寒毛也没有伤到。 济工长老的传记, 《罪菩提》, 开头有一首绝妙的禅诗, 爱枉无关, 爱不禅。 金田有种, 重金丹。 禅心要在, 沉中静。 公恨终须, 世上全。 烦恼脱于, 烦恼记。 死生超出, 死生间。 不能活里, 生至业。 安得花开, 活里连。 爱枉无关, 爱不禅。 金田有种, 重金丹。 禅心要在, 沉中静。 公恨终须, 世上全。 烦恼脱于, 烦恼记。 死生超出, 死生间。 不能活里, 生至业。 安得花开, 活里连。 虎狼从中, 也立身。 供稿人, 印生法师。 释迦牟尼佛, 在大圣经教中, 讲过很多。 佛说, 末法时期, 众生修学最殊胜的法门, 就是念佛法门。 上海下贤老和尚一生, 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 直至明心见性。 我在这里, 只是讲他的几个公案。 老和尚在二十年前, 免去了王德望居士的一场大灾。 当时王居士到莱佛寺, 探望老和尚。 老和尚留他在寺院住一晚。 他说, 我住不下, 因为我要回家送侄子当兵。 老和尚说, 他又不是小孩家, 又丢不了, 你飞去送他干啥? 死活拦着王居士不让他走。 这是他老人家一生, 唯一的一次阻拦别人。 原来, 佛县出了一起杀人案。 这个杀人犯和王德望居士认识, 就跑到他家躲避。 见王居士不在家, 就拐到知书家去了。 第二天, 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 知书作为窝藏犯被抓了起来。 罚了八千块钱。 做了一年牢狱。 若是王居士在家, 后果就可想而知了呀。 还有一次是 老和尚救狼的故事。 二十多年前, 我在山上种香菇, 有一天老和尚去看我。 手里拎着一坨山蜂蜜。 我问他, 在哪儿得到的蜂蜜? 老和尚于是亲口对我说。 我去谢家河办事, 经过熊潭沟的时候, 在悬崖峭壁上面的阳长小道上, 遇到一只大狼。 老和尚身至因果, 所以也不躲避。 当然也无处躲避。 口中只管念佛, 心想, 若是欠命, 就该还命, 把我吃了就算了。 谁知道, 这只狼走到老和尚跟前, 咬着他的裤腿。 把他拉到山洞里的狼窝旁。 老和尚一看, 哦, 原来是一只母狼, 因为难缠, 在那里躺着死了。 他于是就闭上眼睛。 至心念诵, 南无阿弥陀佛圣号。 十来分钟后, 母狼醒过来了, 产了一窝小狼仔。 公狼就对老和尚点头哈腰, 磕头感谢。 老和尚开始道, 你要少做点饿, 多行点善, 以后别来畜生道了, 成就佛道多好啊。 第二天, 老和尚从谢家河回来的时候, 又走到那个地方, 发现那只公狼在那里等着他。 公狼拦着老和尚, 从草窝里掀出一坨山蜂蜜。 放到老和尚跟前, 又是点头哈腰的。 这是老和尚当年在我的香菇棚里给我讲的。 老和尚说, 老和尚啊, 你看看, 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啊。 我当时听了就很激动, 很震撼, 我还给老和尚开玩笑说, 师父啊, 您老人家一个男同志, 没想到这一次还当了回接生婆呢。 老和尚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有一年春节, 老和尚在塔院寺过年。 在大年初一的早上, 天上正下着鹅毛大雪。 王德旺居士接到应运法师和应空法师的电话, 说, 老和尚丢了。 我和王居士连忙从清泉寺开车赶到塔院寺, 因为雪太大了, 人走过去马上就看不到脚印了。 所以, 根本无法判断老和尚是往哪个方向去了。 我们漫无目的地找了好长时间, 没有发现一点痕迹。 急得我们对着山头大声喊, 生怕老和尚有点什么闪失。 正在我们不知所措的时候, 发现山顶, 好像是有一个人影在往山下一动。 我们都说, 这不可能是老和尚, 因为风雪太大了, 就算是年轻人, 也不敢轻易上山顶去, 何况他这一百多岁的老人呢。 我们一边议论, 一边紧盯着那个人影不错神地看着。 过了一阵子, 终于看清楚了。 老和尚肩上, 扛着碗口粗一棵枯树, 慢慢地由远而近。 我们一起涌上前去, 把老和尚肩上的树揭了过来。 老和尚笑呵呵地对我们说, 走, 咱们烤火去。 把我们搞得哭笑不得。 老和尚在塔院寺常住的时候, 曾经救活一条受伤的小蛇。 后来小蛇的伤好了, 还在寺院住着。 时间久了, 它越长越粗。 竟然长成了三米多长, 如小碗口般粗细的一条蟒蛇。 蟒蛇的食量越来越大, 老和尚说, 我养不起你了, 你自己到山里生活去吧。 可替者千万不要无故伤害人和动物, 要多念佛, 早日离开畜生道啊。 蟒蛇听后就离开寺院, 潜入深山中去了。 从此之后, 大约每隔一年左右, 就会回到塔院寺看望老和尚。 在寺院住上一阵, 再离开。 王德望居士也见过这条蟒蛇很多次。 有一次老和尚不在寺院, 一个怀孕的女众到寺院去。 他看到山门在虚掩着, 就推门准备进去。 不料推开门, 竟然看到一条大蟒蛇, 当时就吓晕过去了。 一直等到老和尚回来才把他救醒。 老和尚狠狠狠地把蟒蛇批拼了一顿, 再不许他出来吓人。 蟒蛇很听话, 以后再到寺院室。 就老老实实盘在房梁上, 再也不出去乱跑了。 一直到老和尚去来佛寺之后。 这条蟒蛇才不再到塔院室来了。 我认识老和尚比较早, 知道他住塔院室的时候。 曾经有许多的野兽前去朝拜。 但是因为我们没有真实智慧, 见老和尚他也不会说法。 整日只管劳动, 所以就忽视了。 现在看来, 老和尚不漏智慧, 才是大智慧。 不显神通, 才是大神通。 菩萨不是哪个人疯的。 不是我说老和尚是菩萨, 他就是菩萨。 也不是哪个人说了就算的。 这是大众公认的菩萨。 所以他老人家是真菩萨。 我听净空老法师讲经多年, 听到举那些念佛往生的例子, 都是过去的旧公案。 尤其是出家人念佛成佛的例子, 更是只有一个锅漏匠可说。 竟然没有值得特别赞叹的现代僧人。 这是我们出家人的耻辱啊。 贤公老和尚, 尽其一生念佛不断。 圆满地为净土法门做了正转。 让我们真真切切地看到了 念佛是因, 成佛是果。 所以老法师对我们贤公老和尚的那些赞叹 确实是一点都不过分的呀。 而我们不但有幸得遇圣人, 还有幸给圣人做了学生。 此生不成就, 是无论如何也说不过去的呀。 另有一件事特别值得一提, 有个自称净空老法师弟子的居士, 到南洋这边来讲课。 因为大众出于对老法师的敬仰, 所以对这位居士也很追捧。 有位记者采访他说, 供养三宝有何功德? 他说, 没有三宝, 只有两宝。 记者问 是哪两宝啊? 他说 伯宝和伐宝。 记者问 那些光头穿僧衣的是什么人? 他说 是流氓阿飞? 记者问 既然没有僧宝, 那众生要种福田该供养谁呢? 他说 供养有修行的居士就好了。 记者问 烧香有何功德? 他说 哎呀, 污染空气。 记者问 念观音菩萨好不好? 他说 末法时期 只有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可以成就。 念观音菩萨就偏了。 我只是在一次公众场合说起 我无论如何 也不相信净空老法师的学生 就是这样的水平。 他这样说 恐怕不太圆满吧。 没想到 我这一句话 引起大家很大的误会。 很多人认为 你是在反对 禁空老法师吧。 禁空老法师吧。 从而对我大加排斥。 我们贤工老和尚, 一生也从没有说过如此狂妄的话。 非但没有说过, 连这样的语气都没有出现过。 我也根本不相信 我也根本不相信 禁空老法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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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刚刚刚 clar啊禁空老法师 苏 het PUCE 绁 present 见佛生了,就知道又是电线坏了 印生法师出身名门 他父亲曾经做过北洋政府的继兵团长 法师出家前是有名的中医师 出家后,他利用铜博山上出产的中草药 义务为全国各地的佛弟子治疗疑难杂症 被大众誉为 救苦救难的活观音 法师不但医术精湛 对于佛理更是身有误处 净空老法师一生行仪,如印祖当年 砖红净土 密护诸宗 其心胸之广大 岂是坐井观天之背可以妄测在 果真是老法师的弟子 对于不同的宗教 尚且会礼敬如佛 与自家兄弟诸宗 其人同事操歌 为了搜集贤宫老和尚的事迹 墨雪与印制法师专程赶到铜博山清泉寺 和印生法师以及王德望居士进行了将近四个小时的长谈 法师不但知见纯真 而且和蔼慈祥 令人倍感亲切 有权者不说权 老将军不谈兵 老和尚不谈禅 非常感恩印生法师为我们讲述的这几则贤宫的精彩公案 诚如法师所言 贤公不露智慧 是大智慧 不显神通 是大神通 五代时的冯道 曾经写过一首非常绝妙的诗 莫为为时便创神 前程往往有其音 须知海悦归明主 未必乾坤献吉人 道德济时曾去世 舟车何处不通金 但是方寸无诸恶 虎狼从中也立身 莫为为时便创神 莫为为时便创神 前程往往有其音 须知海悦归明主 未必乾坤献吉人 道德济时曾去世 舟车何处不通金 但是方寸无诸恶 虎狼从中也立身 诗的大意是说 不要在遭遇逆境之时便黯然神伤 而事情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一定是有原因的呀 您看遍古今的历史 江山社稷必然是 有德者居之 无德者失之 要相信老天不会入墨任何一个好人 这个道德定律是绝对不会断灭 不会错乱的呀 您若是参透了其中的道理 自然可以左右逢源 触目是道 您若能够做到心中不起一丝恶念的话 纵使是身处虎穴狼窝 也能够立文脚跟 心中有佛足润身 共稿人开中法师 墨学多生多节有幸 多次在千佛寺和来佛寺 亲近过上海下贤老和尚 贤功以身表法 墨学曾是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着实从中受益甚大呀 千佛寺在文革期间曾经遭受严重的毁坏 房子后来被学校使用了 直到2006年才全部归还寺院 墨学的老家离寺院仅有一里多的路程 所以当年的小学和中学生活 都是在千佛寺度过的 那里是我名副其实的母校 2008年到2009年 贤功在千佛寺住过一年多 墨学每次去寺院 看到师父总是在干活 刨地拔草 种粮种菜 整理院子 减粪减柴 里里外外 忙个不停 看着老人家硬朗的身体 熟练的动作 专注的精神 细密的活迹 令人不由地从心底生出无量的欢喜 贤功在千佛寺住的小房间 门前是以前学生走的路 上面铺的碎砖和僵石非常坚硬 老人家说 现在不走人了 地闲置在那儿太可惜了 于是自己一搞一敲 把路面上的砖石 网起刨挖 真的是 弃而不舍 金石可漏 经过多日的不懈劳动 坚硬异常的路面 硬是被贤功给整理的既松散又平整了 老人家又亲手拨出一颗颗的花生种 然后均匀地拨进地里 从整地到拨种 从始至终都是轻力轻为 果然是天道酬勤 当年的秋天就喜获丰收了呀 寺院大殿后面 有一片很窄的空地 贤功也把它身翻细茧 然后栽上了一些红薯 同样是收获喜人啊 贤功这种刻茧惜福 真修实干 以苦为师 以戒为师的完美视线 这种超乎常人的勤劳和耐心 没想起来就令我惭愧不已 感动不已啊 2011年的春天 墨学一行五人 去莱佛寺拜见师父 我们都知道 师父平时很少说话 这一次师父特为我们开示了二十多分钟 劝我们 一定要听上镜下空老和尚讲的法 可别错过了今生成佛的机会 不要贪恋凡尘的钱财和迷情 过了这个村儿就没有这个地儿了 世界是一场空 不要再缩脱世界 继续再过着苦日子了 极乐世界那么好 好好念佛就能去 为什么不好好念佛呢 老法师讲经就是来接我们的 还往哪儿能找到这样的好事呢 心里好好念佛 是该做的还是要做 不能不做 只要心里清静 只有阿弥陀佛 不做别的事 不会耽误成佛 贤公讲完 对我们几人说 经儿中我别走 吃香唇捞面条 说着就顺手拿起一把镰刀 往腰间一插 把梯子往香春树上一靠 就爬上去了 不大会儿功夫 就掰下一大把的香春芽 我们在下边赶忙接着 扶稳梯子请师父下来 劝师父说 您千万要保重身体 不要再天天这样干了 师父笑着说 心里有佛 怎么看都不累 因缘生暗 拉摩阿弥陀佛 开中法师早在2007年 就曾经建议墨学 要早日整理贤公的传记啊 如今想起来 实在是会馈无敌啊 中师俗家姓杨 名誉生 未出家前在部队曾是团级干部 2000年 舍弃家业 举家上山 是协助齐素平老菩萨 开创东天木山的一位元老级大德 大家都习惯地称呼他 杨主任 2005年 杨主任愁善资 建起千佛寺仍爱慈善小学 原来被学校占用的妙产 才得以全部归还 家乡学佛的风气之圣 四君 功莫大焉 然而在此处到处 却非张其功德 只是为了影响大众 为了使大家能够兼顾道心而发的呀 中师与墨学 一直是亲密无间的 望年师友 2009年的秋天 我去庆云看望他 他问及贤宫老和尚的身体情况 我说 老和尚还是极其康健 除了听力不如年轻人之外 其余的不比年轻人差 他说 我怎么一直感觉 老和尚不见的是真龙呢 我当时激动地一拍大腿告诉他 几年前我就察觉这个问题了 唐伯虎有一首名为《警示》的诗 附加于此 用于缅怀贤宫的同时 也可以宫我们用以自缅啊 世事如舟挂断棚 或宜西岸或宜东 几回缺月还原月 树阵南风又北风 岁酒仍无天日好 春生花有几时红 是非入耳均须忍 半坐痴员 世代半坐龙 吹尽狂杀 史道金 供稿人 王春生 来佛寺 是历史文化很厚重的一所寺院 文化大革命之前 寺院的建筑 气势宏伟 非常的庄严 三尊师佛远近闻名 院子里 卑识淋漓 上千年的松伯 有好多科 建国初期 好多的国家领导 和解放军的将领 都曾经到寺院参观呢 五十年代中期 当时的住持僧 印藏法师 曾作为碧阳县的佛教代表 当时摄旗县还未成立 出席中国佛教协会召开的会议 受到朱德委员长的亲自接见 和多位老帅都有过合影 但是相片在文革中被毁坏了 大黑老和尚 还在莱佛寺住过二三年 具体的时间 我记不准确了 也就是建国后的前几年 他是海贤老和尚的师兄 两个人的关系非常的好 那时候 我们整天缠着他讲故事 人家那真是称得上 才变无双啊 往院子里的石板上 盘腿一坐 我们围成一团 听他讲前朝古代 抗日战争时期的故事 那老和尚真厉害 我们正在围着听他讲 听到寺院墙外有动静 我们说 是不是有客人来了 大黑老和尚说 不用管他 是个剃头匠 从这路过 我们跑出山门一看 真是个剃头匠啊 所以个个对老和尚 佩服得五体投地 有一年 大年初一的凌晨 许多村民来寺院烧香 忽然从大雄宝殿里 飞出一个火球 往东南方向越飞越远 过了一阵子 火球又飞回来 到大殿门前就消失了 这件事和我岁数差不多的人 都知道了 接着就又发生一件奇事 从释迦牟尼佛石像的手心里 出来一条如筷子长短的小蛇 当家师就把他放在了一个周边有棉套保暖的铜茶壶里 很多家里有病人的人 叠一个纸包向小蛇求药 结果还真能治好病呢 过了不长一段时间 当家师打开茶壶看的时候 里面什么也没有了呀 1966年的正月初一 三尊十佛都浑身上下望外冒汗 有些老居士用毛巾把汗擦下来 紧接着就又出了一身汗 直擦的毛巾拧出水来 接了一碗又一碗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 大家才明白 原来这是佛菩萨在向众生示警啊 来佛寺在文革中被毁成了一片平地 三尊十佛也被拉倒砸碎了 连寺院的树木也都被砍发一空 寺院的师父们都被安排到生产队劳动 海庆法师当时就在其中 但可不是单单被逼迫干活那么简单 那会儿动不动就被人戴上高帽子 拉出去游行批斗啊 现在我们看着庆功成就这么殊胜 谁知道他老遭受了多少的侮辱和打骂呀 1976年的年底 海鲜老和尚从铜博山到我们村里看望庆功 带回了一封海员法师从北京发过来的信 说文革已经结束了 对宗教政策也即将开放 被毁坏的道场可以准备恢复了 大伙儿得知这个消息后都非常的振奋 马上就开始筹办 恢复来佛寺 因为当时的通讯还很落后 我们这里又很闭塞 所以地方政府对中央的新政策不能及时了解到 这是道场在重建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历尽了曲折 才终于建起东屋的几间草房 没有佛菩萨塑像 就请了一位画家在白棉布上 画了一幅三圣像 这其中还有个小插曲 那时候我太太整天闹病 看了很多的医生都不见好 有人对我说 你整天护持寺院 就不会带她去寺院看看 求菩萨帮帮忙吗 我于是就带着太太到三圣像前去参拜了 没想到她望下一跪 马上就说 我好了 站起来啥事也没有了 邻村有个妇女 也是得了医生看不好的病 听说我太太在佛像前跪拜治好了 她也学着去拜 结果跪下去站不起来了 好几个棒小伙子都拉她不起来啊 过了几个小时以后 她才自己站立起来 自己说 我是学天主教的 来这儿只是为了治病 并不相信佛 这样一来 她自己服气了 告诉大家说 一定要对佛菩萨有真正的恭敬心 才能受益啊 那时候汽车很少 我骑自行车到同伯山去请海贤老和尚前来主持道场 贤公说 我正在准备恢复塔院寺 于是派了四个弟子 先到来佛寺 她说 师父 您不要自己走着回来了 啥时候我骑车子去叫您您再回来 后来我们又经过了好多的磨难 总算为寺院又要回了七八亩地 盖起了北屋几间房子 就是现在的大殿 贤公真正到来佛寺常住 应该是在八一年的时候 我记得大约就是八一年的秋天 人们都在耕地准备种麦子了 我从街上回家路过寺院 看到贤公和庆公两人正在地里忙活 一个拿着铁耙子在跑 一个拿着铁锹在挖 我看得心里特别难过 叫他们马上停下来 贤公说 这若不抓紧翻番土 那就要当务种麦了 我埋怨他们说 你们有啥活去找我 我哪能让你们做这样的难呢 贤公说 你们也是个人家 不能啥事都麻烦你 我说 您以后不能再这样说了 有啥事一定要去找我 我任凭自己的活放在那儿 也要先给您干了再说 要不然人家都知道 是我带头把您请到这儿来的 结果让您到这儿受罪来了 我这护法还要不要脸了 你们谁也不许再跑了 我现在就回家 牵牛过来离地 庆公为人特别厚道 村民们不管谁有事 他都是尽心尽力帮忙到底 若是论起勤俭 那庆公也不赐予海贤老和尚 那时候 公路还都是土路 一下雨就被压换 所以经常能看到庆公拿着铁锹去修路 并且庆公的人是不喜欢说一句闲话 更不会自己夸功劳 干活回来晚了就吃点凉饭 有时候连凉饭都没有了 就肯点凉馒头 所以把当时的乡政府领导都感动了 开会时候就号召 全乡的党员干部 都向莱佛斯的海庆师傅学习 寺院以前倾苦得很啊 赶上佛菩萨诞辰之类的乡节 寺院来人多了 就要到村上去借铺盖 就连庆宫往生的时候 连一件像样的僧袍都没有 再加上 不断有些愚痴的人经常在寺院捣乱 好几件幸存的珍贵文物被盗 庚牛被人偷走 功德乡的锁 不知道被人敲过了多少回 一般人不知道 贤公在莱佛斯常住这些年 真是受尽各种苦难啊 也就是近十几年 才总算熬出点头来 情况有所好转 说起来也是众生的福报 庆功不但圆满成就了 还留下了肉身 这个教育意义很大呀 不过也为此闹过一些笑话 大约是在两千年的前后 南方有几个人到寺院找到海贤老和尚 跟老和尚商量 说来佛寺太简陋了 太委屈肉身菩萨了 我们愿意给寺院拿五万块钱 然后把庆功的肉身 带到南方的大寺院供奉 贤公也非常有智慧啊 没有直接地拒绝他们 而是对他们说 我不是开天辟地就在这个寺院的 做不了这个主 你们到村上去找黄春生居士 寺院是他主持重建的 你们要跟他商量才行啊 这几个人呢 真的可听话呀 找我商量去了 我听他们这样一说 是又气又笑 就答复他们说 不要说给寺院拿五万块钱 你们就是把那一百块的 给我们拉来三火车 把莱佛寺的殿堂都用纯金打造 我们也不可能把庆功肉身交给你们的 后来又有过几回这样的闹剧 印制法师在这儿当家之后 我就提醒他 一定守好庆功的肉身 可不要让这些败类给偷走了 假如你把庆功肉身给弄丢了 那人家肯定要说 是你把庆功给卖了呀 这些居士们都不会原谅你 搞得印制法师压力也可大了呀 现在老法师讲经 讲到了莱佛寺 寺院马上就文明全球了 但是印制法师 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他说 这就是先辈们讲的 前人栽树 后人成粮啊 我们本身无德无能 全都是两位老和尚的福德毕业 是老法师的慈悲体系啊 我们若不想着 报答施恩 反而自以为个人有多么的了不得 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那这次莱佛寺出名 就是祸事啊 能把我们都给活埋了 我想只要印制法师 一直保持这样清醒的头脑 不论寺院的名气再大 咱还像以前那样 踏踏实实地修行 把来佛寺的优良传统给继承下去 那我们这一方的众生 才算是真的有福了呀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以上是墨学根据 王春生老居士讲述 而做的笔记整理 墨学随着老居士的讲述 而回望来佛寺半个多世纪的历史之时 心中就一直如潮水般的翻腾 让我不由想起了唐代诗人 刘雨席浪淡沙诗中的一首 墨盟沙诗人 经历了多少的艰难 功德 弘法的是菩萨 护法的是佛 都因为有王老居士这样的大德 尽心竭力 护持正法道场 才成就了如此不思议的僧宝啊 故而墨学 故而墨学借此对老居士顿手一赞 略是无限之敬意 知所在自然自在 共稿人挡秀坡 上海夏庆老和尚 一生持戒念佛 忠诚肉身菩萨 为僧人做出了楷模 为佛法做出了证明 也使无数的凡愚 得到了感化 现将墨学所知 庆功的几件事迹 整理成文 一想广大的学人 来佛寺周边十里八村的百姓 都知道 海庆老和尚 为人忠厚老实 性情和善 他说话严重口急 只有念阿弥陀佛时 才土字清晰 生似红中 他也只会这一句阿弥陀佛圣号 当时寺院的条件很差 倾苦至极 庆功冬天一身眠 这套棉衣 现在存放于 莱佛寺的金刚馆内 夏天一圣诞 常人是很难以想象和忍受的 但是他整天 依然乐乐呵呵地 笑口常开 庆功经常带着工具 出去食份捡柴 捡砖扎铺路 回去时 饭凉了 就少吃点 没饭了 就饿一顿 从来不牢骚 也不生气 有个当兵出身的和尚 爱骂人 看庆功不顺眼 时不时就对他骂骂咧咧咧 居士们有时看不过去了 就和那个和尚理论 而庆功 而庆功只是淡淡一笑 轻声地说 你为我消业障 我上极乐国 四院的一顿 四院的一顿 吃甘草,活得够苦了,不能让他吃这东西。 我不该受用,是我有罪业,不能再去坑害牛了。 于是就把这些东西都埋在树根边, 或是撒到庄稼地里去了。 曹淑珍居士说,老和尚日子过得可仔细啊。 他说,佛祖看着呢,头上三尺有神明,万物都有佛性,该咋受用,咋受用。 有位十六岁姓陶的孩子,带着几个孩子到寺院玩,见庆功老师。 就乌言慧语地咒骂他,又用小木棍倒他的光头。 庆功歪歪歪头一笑说,你想和我结缘呢,给你爹妈说说,我收你当徒弟, 教你念阿弥陶佛,上好学,做好事,长大你家辈辈有富贵啊。 1973年的腊月初,天气寒冷,张庄村上有一头刚出生十几天的牛犊, 掉进了三丈多深的水井中。 这是村上唯一的吃水井,有三百多年的历史。 井壁完全用青砖砌成,井口围着四块十条。 井壁上有很多地方已经波石成洞了,小牛在挣扎的过程中。 不断地有砖块掉入井底,极其危险啊。 有人说,为了一个牛娃子,不必去冒险抢救了。 可是不去捞牛犊吧,他在井里卡着。 这几百口人吃水可就成了难题啊。 一群人面面相去,眼看着小牛奄奄一袭,挣扎不动了。 但是谁也不愿下井。 正巧,庆宫从这里路过。 当时庆宫就在村上劳动。 见此情景,不由分说,让三个胆大的年轻人拉着绳, 坠着梯子,他自己马上下到了井中。 庆宫在井中艰难地脱下棉砍尖,裹到小牛身上。 在用绳子拴好以后,让人们慢慢地把小牛拉了上来。 小牛得救了,而在拉庆宫上来的时候, 正好一块砖掉下砸在他头上,鲜血顿时染红了他的脸。 出井后,几个人围上来给他包扎,庆宫不以为然地笑着说, 我流的血是佛祖叫我成佛时,脸上做个记号。 旁边一位姓正的中年妇女,原本不信佛,此时勤不自尽地说, 啊,吃斋念佛的人真好啊。 后来他开始学佛,非常孝敬公婆,经常地做好事。 庆宫就是这样实实在在的一个人, 他老人家没有文化,讲不出大道理。 但在几十年的修行生涯中, 他一直是这样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佛法,弘扬佛法。 1975年的8月,连续几天的倾盆大雨, 致使张庄西边的小河水未斗掌, 冲垮了数百年的一座石桥。 当时还在生产队的海庆老河上与一些村民一起, 带着绳索钢旱前去抢险。 可是几十个人拼尽力气干了一上午, 也没有把石桥修复好。 因为有一块鲜鱼金的石条被冲到了离桥基五米多远的淤泥中。 大家都说, 如果这块石条挪不过来, 这座桥就算永远毁了呀。 正当人们灰心丧气的时候, 海庆老河上慢吞吞地说, 快,快上午啦, 让我再试试吧, 不会让咱这里的人们因为没瞧走而作难呢。 只见他喃喃自语了一阵子, 其实大家知道, 他是在念阿弥陀佛。 因为那时政策不允许, 不能出声念佛。 然后用一根钢汗和两根顽口粗的木棍。 硬是把石条从淤泥中连翻了几个跟头, 靠在了桥墩旁。 人们都惊呆了, 大家怎么也想不通。 没有一个人给他帮忙。 这样一个身材瘦小, 六十多岁的老和尚, 他究竟是怎么把这一千多斤的石条 从淤泥里拉出来, 并且还挪动了五米多远呢? 当时的生产队长党智发后来说起, 庆功在淤泥中挪石条的时候啊, 我看见老和尚头顶出汗发光, 但身上却没有出汗。 后来有人问起庆功的时候, 他笑着说, 哦, 那, 那这全都是阿弥陀佛加持, 要, 要不然, 我怎么可能会有 那么大的力气啊? 海青老和尚在生活极端困苦的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经常浮为济困, 在大陆旁, 为过往的行人失洲舍查, 他自己缺吃少喝, 经常饿着肚子, 却把吃喝送给别人, 这些在当地老年人当中, 是人尽皆知的呀! 那时庆功吃饭, 用的是茅草编织的草碗, 他自己开垦了一片荒地, 种了一些红薯和小高粱, 很多人都还记得, 庆功经常把自己蒸好的红薯, 或是做的野菜拌高粱粥, 用茅草碗端给过路人吃。 来佛寺刚刚重建的时候, 仅有东屋三间小茅草房, 一口小铁锅, 做饭烧茅草根, 生活很难维持。 但庆功还是一直坚持烧开水, 在瓦盆里泡上柳树叶供行人饮用。 老护法党同利居士, 在多年后曾问起庆功, 这种苦日子, 您是怎么熬过来的呀? 庆功说, 传都靠阿弥陀佛呀。 庆功为人极其厚道, 方圆的百姓都对他很尊敬。 但在寺院里, 却莫名其妙地总是有人欺辱他。 大约是在1982年, 贤功老和尚慈悲, 让庆功到同伯山去常住了。 一直到1987年2月, 才又重返来佛寺。 他老人家的厚德善行, 无形当中深深影响了这一方的百姓。 人们每逢初一十五都会去拜一拜, 谁家遇到难题了, 都会想到去求肉身菩萨呀。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感恩细心的党秀婆居士, 为我们讲述了 庆功老和尚的这些珍贵公案, 在此随喜党居士的无量功德。 墨学又从多位仁者那里了解到 庆功老和尚的一个细节问题。 他老人家平时都是专念阿弥陀佛。 但是若有人给他打招呼, 他回人家的却是观世音菩萨。 几十年来一直如此。 观世音菩萨的向前, 有幅传统对联, 自在观, 观自在, 无我在, 无人在, 问此时自驾安在, 知所在, 自然自在。 如来佛, 佛如来, 有将来, 有未来, 就这身如何得来, 以过来如见如来。 自在观, 观自在, 无我在, 无人在, 问此时自驾安在, 问此时自驾安在, 知所在, 自然自在。 如来佛, 佛如来, 有将来, 有未来, 就这身如何得来, 以过来如见如来。 此生何姓杰佛园, 供稿人童兆杰, 我叫童兆杰, 现年四十二岁, 家就住在寺院旁边的丁庄街上, 是香卫生院的一名医生, 听到来佛寺要, 重新修订, 来佛三圣永思集的消息, 我也想写上几句, 把发生在海鲜老和尚身边的一些事, 给大家讲一讲。 对于该怎么命题这件事情, 我寻思了很久, 最后觉得, 师父本来是佛, 就叫我与佛园吧。 我们这里地处摄旗县最东南的偏僻角落, 由于我职业的缘故, 需要经常接送病人, 所以就购买了一辆面包车。 因为平时常去莱佛寺, 帮印制法师办事。 时间长了, 对海鲜老和尚就有了更多的了解。 最初认识海鲜老和尚, 那是二十年前的事了。 一九九二年的春天, 当时我刚参加工作, 有一次在医院里看到我舅舅。 拿着一个黑色的念佛机, 在听阿弥陀佛圣号。 我感觉很好奇, 就问他, 在哪里买的? 他说, 不是买的, 是在莱佛寺海贤师父那里请的。 我问, 能给我要一个不? 他说, 那咱俩一块去看看有没有了。 我就骑着车子跟着舅舅去了莱佛寺。 记得当时, 老和尚是住在后院大殿西侧, 一间低矮的瓦房里面。 说明来意之后, 老和尚想了一会儿, 然后笑着说, 好像是还有一台吧, 我找找看啊。 说完, 就在屋里翻箱倒柜找开了。 其实我心里想, 找不找得到都无所谓, 我不过只是因为好奇, 而想拥有一台念佛机罢了。 老和尚费了好大功夫, 才终于找到了。 然后又帮我装上电池, 试试会唱了, 才交给我, 并嘱咐我, 要多听, 多念哦。 还讲了些当时听不太懂的佛理, 当时我的心思完全关注在那台小念佛机上。 对于老和尚所说那些念佛的好处, 根本就一边听一边扔在脑后了。 离开的时候, 舅舅让我给老和尚施个礼, 我当时还不懂寺院的礼节。 所以就只说了声谢谢。 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海贤老和尚。 时光如梭, 转眼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真是惭愧。 在得到念佛机后的最初几天, 我还天天好奇地打开跟着念。 可是没几天就忘记了。 有时偶尔想起, 我还给自己找借口开脱。 说是自己的佛缘不成熟啊。 第一次接触海贤老和尚, 给我留下的印象是, 高高的个子, 慈祥的面庞, 话虽不多, 但是让人感觉很亲切。 其实, 我真正频繁接触到海贤老和尚, 是很多年之后的事了。 这里面还有许多的姻缘。 那是2008年冬月的一天, 来佛寺的印制师傅来找我看病。 通过交谈, 感觉话很投机。 所以乐于和他交流。 他也看我这人挺实在。 并且在电脑摄影方面有特长。 故此也乐于和我交往。 所以在以后的日子里, 他有空的时候就会来我这里串门, 顺便讲些寺院里面的事和佛法给我听。 因为老和尚有意愿让他主持来佛寺。 村子里的老百姓不理解, 有人多次给他无故找麻烦, 更有慎者就找到寺院侮辱他。 一天早上, 我亲眼看到一个村民指着他骂。 印制师傅双手合十, 口中只是大声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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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频频向骂他的人施礼鞠躬。 来人还是不依不饶追着骂。 最后印制师傅当场给他跪下说, 请你骂吧, 如果你骂我, 打我, 能解除你心中的怨恨, 你就尽情地打骂。 我绝对不还口, 也不还手。 当时我就很生气, 心想, 怎么能这样侮辱师傅呢? 等那人走后, 我就问印制师傅, 为什么不和他讲理? 师傅说, 这是因果, 是对我的考验。 印制师傅给我的印象是, 仁慈, 可敬, 度大量宽的一个人。 交往时间久了, 我不是把他当成一个出家人, 而是把他作为自己的家人一样看待。 平时他遇到什么难题, 也爱找我帮忙, 并且经常提醒我, 一定要真心念佛。 正是他这种对众生不离不弃的精神打动了我, 才让我静下心来, 重新认识佛法。 2010年4月9日, 我在印制法师的指引下, 开始走入佛门, 师傅为我举行了一个, 简单而庄严的皈依仪式。 赐我法名, 妙节。 我的佛缘,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真正开始了。 以后寺院里, 有什么重要的活动? 印制师傅就会第一时间通知我。 摄影, 照相的工作, 自然是非我莫属了。 寺院的音频和视频素材, 包括图片制作。 大部分都是由我来整理的。 由于平时要上班, 所以还是有很多的精彩场面没有记录下来。 海贤老和尚有时会到其他几个道场和念佛堂小住。 开车接送的任务也就交给我了。 更近距离的接触让我对他老的了解多了起来。 记得, 2011年的11月, 老和尚生病了。 印制师傅对我说, 由于师傅年纪大了, 为了慎重, 咱们还是把他送到条件好的县医院治疗。 于是印制师傅和我直接把贤工送到摄旗县的第二人民医院进行治疗。 而印制法师则是一直守在恩师身边伺候。 老和尚水泻, 大便拉在衣服上, 印制师傅就像伺候自己父母那样给老和尚擦洗。 一口一口地给老和尚喂饭, 不住地问寒问暖。 我明白, 印制师傅不是在作秀。 他是真心实意在报答施恩啊。 而躺在病床上, 老和尚, 口中还是不断地称念阿弥陀佛。 我想, 他老得这次生病, 也许是对印制师傅的考验。 难道这不是表法吗? 在医院的几天几夜里, 印制法师基本上没有怎么合眼。 后来, 老和尚病情有所好转, 就对印制师傅说, 我没事了, 你也休息休息吧。 印制法师说, 师傅啊, 您的身体重要。 我可不敢大意。 只要你身体好了, 就是我的福报。 我盼着您早点康复, 咱回寺院呢。 我清晰地记得, 印制法师说这话时, 眼中闪动着泪花, 确实让我感动不已。 直到把老和尚伺候到康复出院, 印制师傅, 才松了一口气。 海贤老和尚的户口一直在同伯, 但是他总想把自己的户口迁到莱佛寺。 老和尚师傅说, 我自己在莱佛寺住了几十年, 就算是落叶归根, 我也要把户口迁过来。 我也要把户口迁过来。 我特地留意, 我特地留意老和尚的生日是1900年, 8月19日。 当时已经是111岁了。 老和尚师傅, 老和尚知道户口迁好了之后, 欢喜地说, 我住在莱佛寺几十年了, 户口还在外地, 我早就想把户口迁回来。 如今总算买一万了。 老人家边说边开心地笑了。 老和尚热爱劳动, 整天不见他闲着。 不是干这就是干那。 唯一见他闲着的时候, 那一定是坐在那儿, 在小声念阿弥陀佛。 由于来佛寺地处偏僻, 不富裕的地方, 寺院没人供养, 粮食都是自己种的。 所以在田地里, 几乎天天可以看到老和尚的身影。 他走到哪里? 劳动工具就带到哪里? 一次, 我在寺院看到老和尚正在劈柴, 就劝他说, 您老这么大年纪了, 就别干这些活儿了, 累坏了怎么办呢? 他笑着对我说, 做人活多呀, 自己能干的就自己干, 不要指望别人。 我又问他, 您老这么整天不停地干, 不累吗? 老和尚不紧不慢地说, 干活累的时候, 在心里念阿弥陀佛, 就不累了。 说完又慈祥地笑了, 我感觉到他笑得很开心, 很实在呀。 老和尚往生后, 我们几个居士分别到他曾经住过的寺院和念佛堂一一地走访, 结果无论在哪里都能找到一大堆的工具, 像斧头, 锤子, 锯子, 钳子, 和锄头等等, 放在一起, 简直就是工具大集合呀。 老和尚的勤劳, 真让我们这些晚辈深深地感动和惭愧呀。 2011年7月的一天中午, 天气特别热, 我到寺院的塔林去, 看到老和尚, 正在热浪滚滚的玉米地里专心地除草。 当时正是中伏天, 人坐在树印下还觉得燥热难耐。 难道老和尚在地里面不嫌热吗? 应知师傅提了一桶凉水过来, 拉着师傅说, 师傅, 您先洗洗歇歇吧, 天太热, 别干了。 硬把老和尚拉到塔林的门楼下面, 拿了一块包装箱的纸板铺在地上, 让他老躺下来休息。 硬致师傅一边用毛巾给老和尚擦脸上的汗, 一边反复地叮嘱, 师傅啊, 天热, 您别干了, 等凉快了, 咱们再干, 您再这样干, 弟子们都没法混了。 老和尚没应声, 口中只念了声, 阿弥陀佛。 我看到这情景, 就在旁边小声说了句, 阿弥陀佛接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惹得他俩都哈哈大笑了起来。 我对老和尚说, 可把您老豆笑了, 天太热, 下午别再干了, 您一百多岁了, 还这么干, 叫我们年轻人情何以堪呢。 老和尚知道, 自己的岁数大了。 有一件最挂心的事就是, 以后由谁来主持道场。 通过他老的观察和考验, 最终在村里几位大护法的见证下, 郑重地把莱佛寺托付给了他的弟子, 印制法师。 老和尚说, 我年纪大了, 到了该放下的时候了, 把莱佛寺交给你, 我放心, 以后你要好好干。 印制法师跪在老和尚的面前说, 师父, 请您老人家放心, 我一定不会让您失望。 我会铭记您老人家的教诲,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敦伦敬奋, 随缘度作, 把来佛寺的优良传统给承传下去。 老和尚走了。 走得是那么安详和洒脱。 他老人家数十年以自身的实际行动为众生表伐。 他老的勤劳和慈悲, 令我想起来就感动不已。 老和尚为我们做出了念佛成佛的好榜样。 我们一定要跟定他老的脚步。 踏实做人, 老实念佛, 拼词一声, 永做贤汉。 阿弥陀佛。 墨学妙节, 在此为贤公老和尚作诗一首, 成为赞约。 贤公慈悲热心肠, 以身表法度迷茫, 忍入持戒古寒有, 孝亲尊师事无双, 弥陀明星九十载, 去留自在庙南梁, 唯僧赞僧传家话, 佛门榜样永辉煌, 贤公慈悲热心肠, 以身表法度迷茫, 忍入持戒古寒有, 孝亲尊师事无双, 弥陀明星九十载, 去留自在庙南梁, 唯僧赞僧传家话, 佛门榜样永辉煌, 因缘生暗。 南无阿弥陀佛。 同居士与贤公接触很多, 许多老和尚的珍贵照片和视频资料 都是出自他手, 并且在有人扰乱道场的时候, 总是有他挺身而出, 服写险正。 同居士与墨学非常投缘, 以兄弟相称。 此次他主动写下稿件, 并听嘱墨学。 可以放开修改。 墨学认真地败读过数遍, 倍感文中所在的几件事确实动人。 值得一赞。 为绝偏墨诗迹诗与通俗。 于是保留原诗的三句。 墨学增入了五句, 再次随喜同兄的功德。 与之共赞如来。 不得云不俗即仙谷, 多情乃佛心。 六祖大师菩提无数, 尚且夜落归根。 孔子在陈连呼, 龟鱼,龟鱼, 又何足怪哉。 明初高僧, 泛其禅师有。 宋僧醒亲。 诗曰, 空花药蜜生食地。 阳焰虚寻起畜波。 无事出嫁恩爱众。 梦魂偏在故乡多。 我第一次去莱佛寺 是在1988年。 因为那时候年轻无知, 只知道背着领导和同事 偷偷地出去烧个香。 其实, 仅仅是想出去看看 另外一种的生活方式, 对佛礼根本一窍不通。 我还能很清楚地记起 第一次见到 贤工老和尚时的情景。 当时老和尚正穿着一套 很旧的短衣在干农活, 一脸的慈祥和蔼可亲。 给我的感觉, 就像看到了自己的爷爷一样。 老和尚和我们说着话, 也不放下手中的活, 劝我们 要好好念佛。 给我们讲了许多 念佛的好处。 可是, 我们那时的心太浮躁了。 根本没把老和尚的话 听到耳朵里去。 心里一直认为 念佛是老年人的事, 是离我们年轻人很遥远的呀。 现在想来自己 真是业障深重罪一国呀。 第二次到来佛寺 是在海沁法师出纲之后了。 因为听几个老居士说起 沁工作纲六年多, 却肉身不坏呀。 觉得很好奇, 只听说佛教圣地九华山 有肉身不坏的菩萨。 但是从来也没见到过, 于是几个人一商量 就结伙跑去看新鲜了。 不知怎么回事, 望着家夫而坐的沁公真身, 我的眼泪不知不觉流了下来。 再也止不住了。 沁公在世时, 我们见面并没有说太多话, 只记得 他个子很矮, 一脸的慈祥, 不爱讲话。 那时, 寺院还未有根牛, 自己耕种。 有位居士老远地 指着沁公对我说, 哎, 就那个, 靠墙根站着, 面朝东的和尚。 哎, 别人都看不起他, 他只知道去十分, 经常回寺院, 赶不上饭时, 有饭就吃点, 没饭就不吃了。 直到现在, 我每次参拜庆公, 还是止不住地流眼泪。 2007年的夏天, 我们四位居士一起去来佛寺, 看望贤宫老和尚。 寺院的门开着, 院子里空无一人, 等了好长时间, 老和尚才回来, 原来他一个人在地里干活呢。 老和尚说, 现在寺院啊, 就我一个人住, 农活出来了, 不干业不行, 农活不等人啊。 我们心里都感觉到, 好沉重。 老和尚一百多岁了, 一个人在这儿坚守着, 还种这么多的地。 身边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这样大热的天, 到中午了还在地里干, 回来还要自己做饭洗衣服。 就是一个年轻人也受不了啊。 我们几个人都说, 您老一百多岁了, 还每天这么辛苦的操劳, 到底图个啥呢? 以您的资格, 完全可以到条件好的道场, 去安度晚年嘛。 老和尚说, 出家人若守不好道场, 把自己的庙都扔了, 那还修行个啥呢? 你让人家说起来好听不好听啊。 我们几人听了都肃然起急。 2008年的冬天, 我骑车去千佛寺, 离老远就看见, 一位师父在大门前干活。 心想, 这么大冷的天, 是哪位师父还在这儿干活呢? 老和尚眼力好, 记性也特别好, 看见我就笑着说, 阿弥陀佛回来了, 路上冷, 赶紧到屋里去吧。 我说, 这么冷的天, 您老人家怎么还在这儿干活呢? 老和尚说, 这路边上长的草现在干了, 看上去不好看, 学生王们走着也不方便, 我想用铲子把草都给铲掉, 然后再扫一扫, 好丑了, 也好看了。 我有一段时间在千佛寺念佛, 发现老和尚每天早上两三点钟一定起床。 我们听到老和尚一步一句阿弥陀佛, 就知道他老人家已经起床了, 是在去厕所的路上了, 于是也都不好意思再继续睡下去, 一个个也就马上起床了。 老和尚拜佛从不用很柔软的拜殿, 他用高粮裤编成一个半纸厚的小垫子。 上面又硬又不平, 而他却一直坚持在那上面拜佛。 想起他老人家对佛陀的那种虔诚恭敬, 真的是令我们感到无比汉颜啊! 听硬寒法师讲。 老和尚在年轻时, 特别是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 他凭借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救过很多人的命。 老和尚一生乐善好时, 与人方便, 他不是说到了, 而是真正做到了。 老和尚生活上特别节俭, 吃饭从不挑剔, 从不吃小灶, 每天和大家一样用餐, 每次饭后, 总是用开水把碗涮了又涮。 老和尚穿的袜子, 补了一次又一次。 有一次我问他老人家, 你有啥活儿, 我们可以帮忙吗? 老和尚找出了一双袜子, 让我拿去补。 我看两只袜子都烂掉了大半边, 根本没法下手再补了, 于是就偷偷地把破袜子藏了起来。 老和尚再问的时候, 我们都说, 找不着了。 老和尚没办法了, 才只好去穿新袜子。 每年秋天以后, 老和尚就去挖树根, 然后劈开晒杆以备冬用。 因为这里是农村, 条件比较差。 室内没有暖气。 冬季比较冷的时候, 老和尚就自己用火盆生火取暖。 老人家虽然一百多岁了, 但还是和年轻人一样, 盖一床被子, 外边再搭一床就过冬了。 有一次我们给老和尚打扫房间, 顺便想帮他把衣服和床单洗一洗。 结果掀被子的时候, 发现脚头却抖不开。 仔细一看, 原来是老和尚为了能暖和一些, 把脚头的被子用一根绳子捆起来了。 我们都笑老和尚, 真是会想办法呀! 老和尚用的东西都是再品尝不过了。 从没见他煮过新拐杖。 他经常煮的拐杖, 就是地上长的一种名叫灰灰菜的野菜杆子。 而扫地用的扫帚, 也都是用他自己种的扫帚苗捆扎而成的。 老和尚有时候出外办事, 下车之后, 离千佛寺还有将近五里地的路程。 他经常都是步行回来, 既不愿花钱雇车, 也不愿麻烦印函法师去接他。 老和尚看到人家丢掉的毛衣, 感到很可惜呀! 便捡了回去洗一洗。 然后用拆下的毛线搓了两大盘绳, 比在街上买的还要好看耐用。 我们都佩服老和尚, 哈老,怎么能想到这招呢? 这废物利用真是太好了。 于是都回去跟着照做。 老和尚很平易近人, 随身的包里总是带着好多佛像、挂剑、念珠之类的纪念品。 随时准备着和大众结缘。 无论见到认识或不认识的人, 他都会先打招呼。 阿弥陀佛,回来了。 他老人家从不摆架子, 让去道场的信众都感觉, 像是道家一样的温暖啊。 每次给老和尚顶礼, 他总是乐呵呵地说, 不要拜我这凡僧, 去拜佛。 这些都是贤工老和尚日常的一些小事。 然而正是因为他的平常, 却更加衬托出老和尚修持功夫的不平常啊。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千家诗中收录了一首 无名高人所作的提弊诗。 一团茅草乱蓬蓬, 末地烧天,末地空, 争似满炉, 微鼓舵, 曼堂堂地暖哄哄, 一团茅草乱蓬蓬, 末地烧天, 末地空, 争似满炉, 微鼓舵, 曼堂堂地暖哄哄。 这首诗浮实无话, 却饱含哲理。 诗人在告诉我们, 无论做什么事情, 假如划而不识, 只追求表面的排场, 就会像烧茅草一样, 瞬间之后便烟消火灭了。 只有脚踏实地, 降求实效, 持久不断地努力, 才能达到理想的目标。 这就像在火炉中烧老树根那样, 由于直尖耐烧, 所以才能够取暖欲寒啊。 硬寒法师曾经给大家说起过, 他在莱福寺常驻的时候, 有一次老和尚凉拌了一些芹菜, 指着地上的香油壶对他说, 你用筷子蘸一点, 把这些芹菜给拌拌。 硬寒法师提起这件事的时候, 还是满含热泪, 他说, 那是一壶五十斤的香油啊。 而师父, 却让我用筷子蘸点儿把菜拌拌。 就凭这一点, 我就佩服他一辈子。 我这些年尽力去学习师父的勤俭, 可现在, 我在勤劳这方面还说得过去。 但论其节俭, 还是远远比不上师父。 印荣法师说, 我刚开始也有点嫌师父太小气, 要买两块钱的豆腐他都不让买, 可是后来, 见他给几家学校和道场捐资买树苗, 却一抖手就拿出好几千块钱, 这让我彻底佩服得五体投地了。 南洋的张军居士, 曾在义乌念佛堂, 供养老和尚一根拐杖和一枚红玛瑙戒指。 还有一条紫色的手珠。 老和尚当时就说, 出家人哪有戴戒指首饰的呀, 不如法, 你拿走吧, 拐杖我也有。 张军居士说, 没关系, 您老人家可能一辈子也没带过这些, 您带上让我看看漂亮不漂亮, 而且您的那根拐杖已经很旧了, 下面都裂缝了, 以后您就用这根新的吧。 老和尚于是高兴地接受了这些供养。 一星期后, 张军居士又去念佛堂, 刘军居士对他说, 老和尚有事情回寺院了, 走的时候把你供养他的戒指和手练佛珠都留下了, 说出家人不应该带这些东西, 颜色都太鲜艳, 不如法。 张军居士后来说, 当时我就深深地觉得, 这老和尚真是大修行人, 他见我那么执着, 为了让我生欢喜心, 就横顺众生, 收下了供养, 等到临走时再把东西留下, 真是慈悲善巧啊! 菩萨所在之处, 令一切众生生起欢喜心, 确实是这样的呀! 师父上人赞叹贤功, 倒在平常, 简直太贴切了, 好多人说起老和尚对他们的触动, 都是因为一些很平常的小事。 此篇对老和尚的衣食住行, 待人接物, 各个方面都有概略的描述, 虽无惊人之语, 却不是平时自然, 老和尚菩萨却又高大的形象, 悦然至上, 呼之欲出, 真可谓, 不风流畜也风流。 佛号功德不思义 供稿人程万德 我的父亲是海贤老和尚的皈依弟子, 我们管他老人家叫师公。 多年来和师公有过很多的接触, 留给我们很多的感动。 但是我们真的不会写文章, 仅借此机会给大家简单说几件事, 来表达一下 我们对师公老人家的无限感恩之情, 也向大家证明一下 佛号功德的不可思议。 设起居士林在南城外, 紧邻着赵河, 地势很低。 每年训旗的时候都有很大的危险。 2004年的仲夏, 当时师公住在居士林。 赵河涨水, 房子都被淹没了。 幸好师公有先见之明。 提前搬到他的一位皈依弟子张春华居士家中占住了。 张居士家的院落很深, 显得阴森森的。 后来师公和我们讲起, 我第一天晚上住进去的时候, 屋里的众生特别多, 一个个都站在床前听我念佛。 师公慈悲, 于是坐在那里, 昼夜为他们念佛不断。 几天之后, 这些众生就全部都离开了。 2004年7月的一天下午, 我发现, 我家车库上方长出来一棵小树。 因为害怕树若是长大了, 根炸在房子上会漏雨。 我于是决定上房去把它拔掉。 不料在房上拔的时候, 一不小心摔了下来。 经过医院检查, 嗯, 是第一腰椎骨折。 特别是在夜间疼痛得更厉害。 第二天师公就知道了, 老人家马上赶到我家看望我, 进屋对我说的第一句话就说, 你要好好念佛, 佛号能压疼痛。 俗话说, 恨病吃药吗? 我于是就一声接着一声地精进念佛, 果然很快就不感到疼痛了, 没过多久就痊愈了。 百日左右的时候, 竟然都可以开车了呀。 这是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奇迹。 我亲身感受到了 佛号功德的不可思议。 师公不爱说话, 除非是说起念佛。 凡是亲近他的人, 老人家都要劝他好好念佛, 说, 一定要念到功夫成片, 才能自在地去西方。 每次我去看望他的时候, 老人家一定会问起 我父亲的身体情况, 和念佛的情况。 每次见我父亲也都要嘱咐他, 精进念佛, 求生西方。 2012年, 我父亲88岁, 初春的时候, 师公就说, 你父亲过不了冬, 要抓紧时间老实念佛了。 七月中旬的一天, 我又一次地劝父亲 要好好念佛, 求生西方。 父亲听了很高兴, 对我说, 嗯, 你也要好好念呐, 咱们都要去。 七月十九日, 父亲就网生了, 我太太亲眼看到, 爹坐在莲花上, 献大笔秋相啊。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据说明代高僧 乔云法师不是文字。 他为万历皇帝之母 做超度。 紧拿一帆而登坛说纪约。 我本不来, 你却偏爱, 拔除罪根, 超生天界。 我本不来, 你却偏爱, 拔除罪根, 超生天界。 然后念弥陀圣号数生, 便下坛对万历皇帝说, 恭喜皇上, 太后已经泄脱了。 万历正在疑惑, 太后在空中献天人相说, 我已得超生, 请皇上礼谢圣僧。 如此看来, 那些听贤公念佛的众生, 想必也都得生善地了吧。 但老人家却并未多说, 贤公其实不爱谈论稀奇神通之事, 有时对有缘人略说一些感应, 也都是为了鼓励其人坚定念佛的信心, 从来不会因此而说出半句过头的话。 由德道高僧为之称念佛号, 其殊胜自然是不可思议的。 但若说起往生极乐之事, 毕竟还是, 自家吃饭, 自家饱, 自家生死, 自家了。 欧义大师曰, 得生于佛, 全由信愿之有无。 自己对净土生不起信愿, 即使观音大事为我们念佛, 也是爱莫能助的。 师父上人讲过, 单凭超度的力量, 哪怕是观音、 世智、 文书、 普贤一流的菩萨。 最高也仅能把众生超度到刀立天, 再向上一层的夜摩天都不能够。 何况是往生极乐世界呢? 所以我被应当牢记, 是心是佛, 是心做佛, 只应老实念去。 不可心外旁求。 佛门有福连语说道, 精颤可超生, 难道阎王怕何上? 指前能赎命, 分明菩萨是赃官。 精颤可超生, 难道阎王怕何上? 指前能赎人, 指前能赎命。 分明菩萨是赃官。 我第一次见老和尚 是2012年的初春 在义乌念佛堂 因为我这个人头脑简单 说话想怎么说就怎么说 所以老和尚见面就批评我 你管好你的嘴 不要乱说话 我听了之后 心里对老和尚感恩不尽啊 明白老和尚 真是把我当作自己孩子一样看待了 所以看到我的错误 就马上给指出来了呀 我和老和尚在一起的时候 感觉自己 就像一个小孩一样 总是在他跟前淘气调皮 总是淘气地一遍一遍地问他 您见过阿弥陀佛没有 他给您说过什么话没有 老和尚每次都说 老佛爷不让说呀 现在想来老和尚几乎一直没有对我说过什么玄妙的话 只是教我念佛 始终到底就是教我 要老老实实地好好念佛 2012年的秋天 在义乌念佛堂 老和尚对我们说 南洋人有福报 因为学佛人多 学佛人也都有善根 因为没有善根 念不了佛 接着老人家为我们讲了法华经中 一生拿摩佛 皆已成佛道的公案 说起念佛 老和尚偷偷偷偷偷示到 他说 不要以为念一句两句就行了 不念到一心不乱 不算念佛 我当时想追问老和尚 一心不乱到底是一个什么境界 谁知话才说了一半就被老和尚打断了 老和尚笑着对我说 一心不乱,怎么跟你说呀,没事儿说 我听了以后,感到非常的震撼 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忍不住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谁知道,这一激动,两只手又不由自主地笔划上了 老和尚当时就批评我 你不要指手画脚的 用嘴说,手别说 我马上醒悟到,这都是自己的傲慢习气又表现出来了 因此对老和尚的慈悲指正感激涕零啊 刘居士问他 您没有得过什么大病吧 老和尚说 我这浑身啊,找不到没有长疮的地方 一边抬起右背给我们看 一边接着说 你看看,这长疮,长得含帽都没有了 刘居士问 那是怎么好的?老和尚笑着说 我也没有看,只管念阿弥陀佛,自己也就好了 刘居士对老和尚说 他们想问问您,看看您念佛出的有啥境界没有 老和尚说 有啥境界,可以跟你说吗? 旁边的吴居士忍不住插话说 给俺说说吧 老和尚微笑着说 没到时间啊 现在没法说 吴居士还是好奇地又问了一句 那您见到极乐世界了吧?老和尚说 你见到了啥 老佛爷跟你说了啥 都不要说 泄露天际,犯雷打呀 你若见谁都说 下一回他永远不跟你说了 你若是出家了 在戒坛里 该怎么样修行 他都会跟你说道 喜欢出家的 可以出家 不喜欢出家的 你可以当个老斋工 好好念阿弥陀佛 什么时候念到一心不乱了 老佛爷会给你稍微打个招呼 不要说 你若修行好了 人家心里都有数 都望着你 瞅着你呢 好好念佛 在我印象当中 老和尚一直都是横顺众生 从来没有说我要干啥 比如刘居士 每次给他老安排去参加什么活动 他都没有推辞过一回 没有想过自己 只想着让众生生欢喜心 每次出去放声或参加什么活动 都需要很长时间 遇到老和尚的人 又都想跟他单独合个影 老和尚从来没有拒绝过 挨个儿的配合 一直保持着笑容 往往一折腾就几个小时 就是年轻人也受不了啊 曾经有一次我拉他回念佛堂 下车的时候 老和尚不好意思地说 把你的车弄湿了 我问他老怎么回事 老人家说 尿裤子了 我当时惭愧地 眼泪马上流出来了 老和尚处处为人着想 没有厕所 他老人家忍着尿满足大家的愿望 可是我们却没有去真正用心体谅一下 这位一百多岁的老人呢 老和尚不爱麻烦人 他只要来南洋 我就跟他说 你有啥事 就让他们随时叫我 我随叫随到 想到哪儿去玩 我马上就拉您去 可是老和尚一次也没有出去玩过 需要到西侠县 去买念珠和人结缘的时候 他提前几天就会问我 最近有什么事情啊 必定是听我说不太忙 他才告诉我 他准备去的日子 每次我送他回寺院 他老人家都必然会给我 找一些红薯花生之类的土特产带回去 为了让老人家生欢喜心 我每次都乖乖地欢喜接受了 生活当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 给老和尚洗得几回澡 第一次是在义乌念佛堂 因为条件有限 不是太方便 所以后来老和尚再需要洗澡 我就请他到我家去洗 有一次在我们家 我给老和尚洗澡 留居士做饭 我妻子上班去了 家里就我们三个人 留居士给老和尚买的内衣 放在我的车里忘了拿出来 我给老人家洗完澡 要换衣服的时候 突然想起来了 就对他老说 您先坐在这儿等一会儿 我下去拿衣服给您换 然后就急急忙忙地往楼下去 结果一不小心把门给关上了 关上之后 我心里马上就反应过来了 没拿钥匙 抬不开怎么办 我先下去把衣服拿了上来 心想喊留居士吧 但心里又有个顾虑 怕他弄不明白 我在哪儿喊的 而去开洗澡间的门 我着急地去拧门把守 结果门咣当一声 自己弹开了 我当时激动万分 心想这一定是佛菩萨加持啊 佛菩萨这是在告诉我 只要你心成 不是为自己 佛菩萨一定加持你 帮你把门打开 迷人口说 智者心形 老和尚的修行功夫 不是用嘴去说 人家是真做到了呀 让善学的人 自己去体会 老和尚住室的时候 我很惭愧 没有从他老人家身上 学到更多东西 现在我每天都坚持念佛 反复听老法师讲的 大经节演绎 每天都在检查我自己 要求自己的每一点 每一滴 都要向贤功老和尚学习 所以我对自己将来往生净土 充满了信心 阿弥陀佛 因缘生案 此片是根据墨学采访 王德胜居士的视频 整理而成 采访中 王居士曾几度哽咽 其职人之语 热心热肠 令墨学甚为感动 实则王居士 对贤功体贴入围 贤功法体入纲之前 还是他亲手为老人家沐浴的呀 相比之下 墨学则深觉惭愧 自叹服辱了 一分成敬 得一分利益 贤功生前 最不爱批评指摘别人 王居士与贤功 初次见面 就能博得老人家直言归劝 必定是其沉静所感啊 荀子劝学中说 没有人启问 就去教导别人 叫做习造 问一而答二 那叫唠叨 浮造是错误的 唠叨也是错误的呀 君子答问 音像回声一般 不多不少 恰到好处啊 而佛法最重诗道 所谓 只闻来学 未闻网交 佛菩萨 虽是同体大悲 无缘大词 若无众生请法 他也不会无问自说 贤功在日 我被凡复 对面不适 很少有人请法 如今 墨学向许多人问及 对老和尚的印象 竟然 很少有人谈及 智慧二字 墨学猜想 众人虽听师父上人 不厌其烦地赞叹贤功 恐怕论及智慧 必定怀有疑惑 却不思 无量寿经 起信论曾道 不渡文书至海 难入 谱贤行门 贤功若无超人智慧 行持 焉得如此圆满 我今十言告辱 此文所记答问 有贤功 生前侍品可证 字字有句 绝无妄言 违怨狐疑者 速断狐疑 切忘毁谤者 历生忏悔 古城皇庙 有一幅传统对联乐 只是骂个道 大个僧 就这般这般 若毁胜傍贤 那还了得 不过吃口肉 喝口酒 便如此如此 躺坏心毒胆 怎么样儿 只是骂个道 大个僧 就这般这般 若毁胜傍贤 那还了得 不过吃口肉 喝口酒 便如此如此 躺坏心毒胆 怎么样儿 人生人死 祝生前 共稿人 卢水库 2012年的中秋节后 我们夫妻二人 带着孩子 一起去看望 因缘生老师 老师带我们去来佛寺 参拜肉身菩萨 结果 在寺院 遇到了南洋 油田的两位居士 洛阳的一位居士 驻马店的两位居士 江苏一位居士 和陕西的一位居士 当时寺院 寺院还没有出名 很少有人过去 印制法师说 大家从好几个地方 聚在来佛寺 也不知是多少生 多少节的缘分 所以我提议 大家在一起打个佛期 好不好啊 大家一致赞成 有一天晚饭前 老和尚在披一个树根 我们一群人围着老和尚 请老和尚开示 便是因缘生老师 在海会圣贤里面 写到的那段 我看到老和尚 手被擦破了 就蹲下身子 对老和尚说 您不要再披了 手都流血了 老和尚抬起手来 看了看 轻轻地说了一句 不就一点血吗 你怕啥呢 逗得大家哄堂大笑 印山师傅来请老和尚吃饭 老和尚说 先放那儿凉一凉 我把它劈开再去吃 印山师傅 抢过老和尚手中的工具 说 师傅 你去吃 我来劈 说着就把斧头 砍在树根上 用锤子砸斧头 老和尚说 慢点 慢点 别把斧头砸坏了 话刚说完 斧头饼真的被砸断了呀 老和尚一点也没有埋怨硬栓师傅 站起身来笑着招呼我们说 走 咱们吃饭去吧 佛妻圆满后 我们一家三口并没有马上离开 打算在寺院住上一段时间 不料 这一住让我们有幸见证了 咸宫老和尚最后的一百天 我儿子那年五岁 非常顽皮 我们去念佛的时候 老和尚就在疗房里 一边穿玉米珠子 一边替我们照看孩子 经常是老和尚 好容易穿起了一串 却被小孩一把抓到地上 滚得满地都是 老和尚也丝毫不动气 一颗颗地捡起来 重新再穿 在老和尚往生前不久 他悄悄地 把堆在通往塔院路上的玉米杆 一点点往塔院的院墙角挪 印制师傅看到后就说 那不碍事 您老就不要挪了 老和尚不听 印制法师只好喊 哎 大家一起去挪 忙活了两天 才总算挪完了 老和尚又把路上 给打扫得干干净净的 我们当时不解 认为 老和尚尽做些无用功啊 老和尚往生后 当我们把他老的法体 抬往塔院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老和尚那是在为自己开路呀 老和尚往生前的四五天 我去塔院请老和尚吃午饭 看到他正在把院墙边的一堆断砖 一块块地搬到自己的塔边 并且整齐地摆放起来 老和尚看到我 就对我说 快帮我把砖头搬来摆好 我们两人在搬砖的过程中 印制师傅派人来过好几次 请他老人家吃饭 他老人家都没答应 我当时还在想 老和尚原不是这样的倔脾气 这几天怎么这么溜性呢 等老和尚往生后 印制法师买砖头给老和尚封塔 这时大家才顿时明白了 老和尚的良苦用心 原来他老人家不愿浪费 把这些断砖搬到塔旁 试准备给自己封塔用啊 老和尚往生的前一天傍晚 我们几个居士和印制法师 一起在讲经堂 听老法师讲大经节演绎的光碟 听到老和尚在自己的疗房里 敲着隐庆念佛 往常这个时候 他老人家倒是也在疗房上乡 拜佛 敲隐庆念佛 但是时间都很短 而那天敲的时间 却远远超过了往常好几倍的时间 我还对旁边的吴居士说 老和尚今天怎么一直在敲隐庆念佛呀 是不是有些异常啊 吴居士也说 是啊 不过还是都没怎么放在心上 晚上吃完饭后 老和尚和平常一样很早就休息了 第二天凌晨一点多的时候 寺院常住的一位老菩萨起床上厕所 看到 老和尚疗房的电灯已经在亮着了 等我们做完早课 去叫老和尚吃饭的时候 发现老和尚在床上躺着 所有的衣物都整理得井井有条 而老和尚平时是绝对不睡懒觉 衣物也是从来不迭的 应栓法师叫了多声 不见老和尚应声 待到进前去看的时候 才发现 老和尚已经往生了 因为老和尚的便胡 已经拎到了厕所 故而可以断定 老和尚应该是 在起床做完早课之后 又躺回床上的 我一定要以老和尚为榜样 把生死大事 卧在掌中 定在生前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2012年的冬月十六 卢居士一家三口到我家去 我问起老和尚的身体 卢居士说 前几天太冷 老和尚有点腰疼 我拿了一个随身酒和两盒爱酒条 让卢居士回寺院时 带给老和尚用 卢居士临走的时候问我 什么时候去看老和尚 我随口说 这两盒爱酒条 差不多一天用一根 能用二十天吧 等用完的时候 我就去看老和尚了 那月初六凌晨 我在起床 卢居士打电话给我说 老师 您过来吧 老和尚走了 这让我始料未及 正准备去看望他老人家呢 我还以为是 卢居士没把话说好 便仍然抱有希望地 问了一句 你说 老和尚上哪儿走了 卢居士说 老和尚上往生走了 我顿时一跃而起 一拳垂胸 泪如泉涌 论语立人篇第二十一章 子曰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 一则一喜一则一惧 夫子提醒我们 对于自己父母的年龄 做子女的不能不知道啊 因为人生苦短 子女成人自立之后 父母也逐渐衰老 尽孝的时日已然无多了呀 之所以支支而喜 是喜在双亲高寿 子女有可成欢西夏 之所以支支而聚 是聚在父母年岁越高 在世之日越少啊 甚至子女样 而亲不代的不测之忧 孤儿奉侍双亲 必须更加谨慎 墨学再道惭愧 清静三江五湖水 难喜今日满面修 卢居士为人厚道 墨学坚信其言 诚实无虚 如其所说 贤公往生前几日的种种 非常举动 族政老人家 已是欲知归习了 南阳六方佛堂的 燕城本老居士 曾经对贤公说起 您老往生时候 我们去给您助念 老和尚说 要人助念 那是不相信佛 他走不了 我到时候 不用人助念 我自己就走了 可见老人家 早已是成竹在胸 生死自在了呀 罗念安状元的 醒世诗一首 经负于此 宽兴宽怀过几年 人生人死住生前 随高随低随时过 或短或长莫怨迁 家富家贫休叹息 自无自有总游天 平生衣食 平生衣食随远好 才得清闲便是先 莲池海会愿相逢 贡稿人荣博 2013年的元月十三日 我和一屋念佛堂的刘居士 负居士 曾居士 和张居士 一行五人 到设齐县莱佛寺拜访 一百一十二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那天的天气特别晴朗 寒冬腊月的天 却让人感到非常温暖 我和刘居士进入老和尚的疗房 见他老 正拿着一个颜色已经泛黄的本子 我们接过来打开一看 原来是老和尚受大借的借谍 老和尚看到我们显得非常欢喜 又拿出了几张上个月才刚刚照的照片 送给我和刘居士 每人一张 看看慈悲的老人家 我很珍惜他的一切 于是很小心地 把照片放到了自己特别的一个包里 我们把送给寺院的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一书 从车上往下泄的时候 刘居士取了一本 拿给老和尚 老人家一听到书的名字 就非常欢喜 真的像刘居士形容的那样 像是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 立即找出一领新袈裟 很庄重地穿袍大衣 又很细心地 把身前身后每一个细节 都检查整理了一遍 然后才说 我拿着这个本 你们给我照张相片吧 大家现在看到的那张老和尚 双手捧着僧赞僧的照片 就是那一瞬间留下的完美定格 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 就仿佛听到了老人家在对所有的人说 若要佛法兴 唯有僧赞僧 我们几个人正在你一眼我一语地向老和尚请教问题 忽然我发现 老人家的面容显得非常庄严 便不由自主地脱口说道 老和尚 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可别忘了接我们呢 他老连声答道 接 接 话语特别坚定有力 讲完了这句话 老人家笑得脸上就像盛开了一朵美丽的莲花似的 此时我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 脸下意识地向四周查看 是不是有什么花开了 看到树上的枯枝败叶 我这才猛然回过神来 正值寒冬 哪里会有什么花开呢 并且这也根本不是花的味道啊 我扭头招呼正在拍照的曾居士 诶 你闻到什么了吗 他们几位都不约而同地说 闻到了 香味持续了大约三分钟 在老和尚身边的几位居士 也同时都闻到了 这来自远方而又近在当下的庙香 真的是 悠然兴会 妙处难与近说 老和尚和我们一一喜别的样子 至今仍然历历在目 令我难忘 我们走到车前 老人家也送到车前 我们几人再一次向老和尚顶礼告别 老和尚大声说 要念佛啊 其他都是假的 我每天三点起床拜佛 在佛向前念二十分钟 随后绕佛 然后再坐下念 有时出声 有时不出声 更多时候是默念 佛时时都在心中 也许为了让我们记得更深刻 老人家再一次地叮嘱我们说 什么时候都不要给别人添麻烦 平时他们给我盛饭 多也好 少也好 我都不会说啥 盛多少 吃多少 不然人家还要跑来跑去 我不愿麻烦别人 我指了一下他老人家的心口处说 您这是不增不减呢 不知是什么原因 我们几人又一一把自己的名字 给老和尚报了一遍 好像唯恐被老和尚遗忘似的 这是海贤老和尚今生在这个世间 与我们最后的相见 和最终的约定 我们坚信 老和尚都一一地记住了我们 顶礼贤功上人 我叫荣伯 您可记住了 您可记住了 别忘了 到时来接我 因缘生暗 拿摩阿弥陀佛 战古策 中山策有云 同欲者相增 同优者相亲 贤功与禁功老法师 平生素未谋面 因可见到 僧赞僧一书 却欢喜备至 思来其实不难理解 感得天人赞叹 也是不足为奇的呀 去年到同伯山 搜集贤功生平素材之时 便有荣伯居士的参与 其人正知正见 绝无妄言妄行 其一行人 为贤功送去 僧赞僧一书 这无疑是存在着历史性的意义呀 老法师蒋经史 已经给予印证 阿弥陀佛说 要借贤功表法 应是特指此事 妄语乃是佛门的根本大见 贤功既答应接引 断然不会失信于人 然而我被当之 极乐原是众生 唯心尽土 自信弥陀 如中风三世信念有云 黄金被昼夜长垂 为许行人独尾 白玉好故今不昧 全凭愿者承当 黄金被昼夜长垂 为许行人独尾 白玉好故今不昧 全凭愿者承当 净空老法师说起 贤功最后的表法师 曾经这样为我们开示道 老和尚的表法 给我们证明 第一 夏连居老居士的汇集本 是正确的 不应该怀疑 第二 黄念族老居士的脊柱 也是正确的 是正法 第三 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 弘扬会几本 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 没有错 我们学习 大圣无量寿经科著 第三回圆满 海贤老和尚 九十二年的表法 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无量寿经 是世尊跟连功大士 为我们事转 劝转 黄念族老居士的 注解是劝转 海贤老和尚 是做正转 三转法轮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不信吗 此生专为表演来 共稿人李修远 夏连居老居士曾说 卓士 无辱念佛好 此生专为大经来 在学习的生平世纪后 我觉得 对他老人家而言 真正是 着实无辱念佛好 此生专为表演来 早在2011年 就有善知识 给我看了 关于海贤老和尚 日常生活与修行的 视频片段 我真是业障 极其深重 当时竟然没什么感觉 只觉得老和尚很普通 除了很长寿 身体很好之外 没什么特别的呀 现在学习了 记录他老人家 生平世纪的光碟 和文字资料 尤其是 听了上镜下空老法师 多次对 贤工老人家的 极力赞叹后 才发现 他老人家 真的并不像 我以前所认为的 那样普通 我认为 他老人家今生 不是为成佛而来 而是专门诚愿 为众生表演而来的 镜空老法师 在讲经时 常常会讲到 宋朝的银科法师 地贤老和尚的弟子 郭漏匠 和黄中昌居士的事迹 他们都为世人证明了 念佛成佛的真实不虚 但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 不能像 郭漏匠那样 三年如一日的 念累了就休息 休息好了 再接着念 也不能像 黄中昌居士那样 进行长达 近三年时间的 闭关念佛 更不可能像 银科法师那样 以极强的愿力 三天三夜 精进成就 既然我们大多数人 都不能像 这三位大德那样 去修行 那么 最适合我们大众的 修行之路 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呢 佛菩萨慈悲 贤公老和尚 以他九十二年的 亲身示范 为我们做出了 最好的榜样 老人家 这就是告诉我们 佛法不坏是天法 在正常的工作 与生活中 只要能不停地 积累往生资粮 一句佛号 细念不断 假以时日 一切都会自然地 水到渠成 那么 在看似平常的生活中 贤公老和尚 是怎样不停地 积累往生的资粮呢 通过学习 我发现了两点 一是身杂人根 二是佛不离心 他老人家自幼孝顺 出家后 更是给大众 视线了孝亲尊师的 好形象 一生行仪 淋漓尽致地 为我们演绎了 温 良 恭 简 让 这些都是做人的根本 也是往生必备的条件 老和尚九十余载 一直保持 默念 阿弥陀佛圣号 劳动念佛 两不悟 甚至在文革期间 虽然不允许念佛 他老人家仍然在心里默默地念 总之 他老人家一生的行持 符合三规 五戒 三福 六合 三学 六度 十大愿亡 完全符合了无量寿经 第六品 发大誓愿 也就是第十八愿 十九愿 二十愿 第二十四品 三倍往生 和第二十五品 往生正音所讲的往生条件 可见贤工老和尚 是深知 静踪念佛法门 简单易行 而又不悟世间事物的殊胜 在敦伦敬奋的前提下 九十年如一日的劳动生活中 时刻不忘 往生极乐 亲近弥陀的目标 发菩提心 一向专念 最终圆满解决了 了生脱死的大事 他老人家 为我们视线的修行方法 具有极其普遍的教育意义 对任何人而言 都行得通 做得到啊 夏连居老居士 是为了成就 无量寿经 汇集本而来 黄念族老居士 是为了注解 无量寿经 汇集本而来 净空老法师 是为了宣讲 无量寿经汇集本而来 海贤老法师 是为了表演 无量寿经汇集本而来 这些都被我们遇到了 这真是 稀有难逢之盛会啊 那我们不禁要问自己 我们今生 是为什么而来的呢 惭愧默学 愿与全球学长一道 不负佛菩萨的慈悲护念 珍惜惜有因缘 读诵夏连老的 无量寿经汇集本 沿袭黄念老的 无量寿经汇集本注解 恭听老法师的 无量寿经汇集本讲解 像贤公老和尚那样 按照无量寿经汇集本 踏实修行 坚定信念 世生极乐 此生专为 无量寿经汇集本的 信解行政而来 阿弥陀佛 因缘生案 南无阿弥陀佛 六祖能大师祭阅 佛法在世间 不离世间觉 离世密菩提 犹如寻兔角 成如礼居士所言 贤公最为可贵的 就是给大家做出了 不离佛法 不离佛法 行事法 不费事法 正佛法 让各行各业的学佛人 都不再为没时间 专门念佛 而烦恼 同时也坚定了学人 念佛成佛的信愿 不再认为 往生是遥不可及的 水月空花呀 也令社会大众 对佛教 有了正确的认识 知道 原来佛教 不是教人 消极避世 而是教人 用出世的智慧 去做入世的事业 所以说 贤公表法 金正事实 师父上人说 贤公的事迹 会影响 末法九千年的众生 应该是 丝毫都没有夸张 而金帆末学 将此文收录于此 料也甚疑呀 借为无上菩提本 贡稿人 悟胜法师 惭愧后学 悟胜 在反复拜读 《来佛三圣永思集》一书 和观看贤公和尚 佛门榜样的光碟后 深深地感到 贤公老和尚 一生的视线 真正贯彻了 释迦摩尼佛的遗教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是佛门至家的典范 确实值得四众弟子们 结成效仿和亲力学习 世尊在大方广佛华言经里 明确指出 戒律是我们一生 学佛成佛的根基 戒是无上菩提本 应当具足持境戒 若能具足持境戒 一切如来所赞叹 十方三世诸佛 无不是因戒得定 因定开会 纵观三藏十二部经典 哪一部经论 没有强调戒律的重要性啊 佛的说法和做法 都是在提醒我们学人 应当重视戒律 学习戒律 延远持戒律 四分绿 《山凡补缺行事钞》 《随介事项篇》第十四 有说道 皮尼藏者 佛法受命 皮尼藏住 佛法方住 皮尼 翻成中文是 善智律的意思 而皮尼藏 是三藏之一的律藏 上红下赞律师 在沙弥律仪 要略增助上篇 戒律门告诉我们 防飞直恶 是戒 处理 决断戒条的轻重 和开遮迟犯 是属于律 作为出家人 至少要落实 杀弥实戒 从不杀生 到不捉持 生相 金银宝物 这十条界 是三圣圣人 修行成佛 所必须要走的 一条康庄大道 这是出离轮回的阶梯 使政德涅槃的门户 我们在贤公和尚 佛门榜样的光碟中看到 贤公长老的尊堂 从小开始吃素 并持之以恒 直到一九五七年 以八十六岁的高龄 念佛自在往生 贤公长老自幼而如目染 在菩萨母亲的熏陶下 发心出家 而且终身如素 绝非偶然 时事必然 即便是在最艰难的非常时期 贤公也慈悲依然 坚持不食众生肉 所吃的都是肉鞭菜 不仅如此 老和尚还时常主持放生仪式 救拔了众多的生灵 慈心不杀这条戒 贤公长老做的事如理如法 一位张居士 曾经制成地供养了 贤公长老一枚戒指 老和尚即刻欢喜地 把戒指戴在手上 等张居士一离开 他马上就取下戒指 交给了其他居士 老和尚的这种做法 完全遵循了 世尊教导出家人的 不捉持 生相经营宝物 这条戒 释迦摩尼佛当年规定 出家众只接受信徒的 四式供养 也就是衣服 饮食 卧具 医药 这就是教导我们 出家人不可以拥有任何金银财宝之物 那为什么出家人不能拥有这些财产呢? 因为他会增长我们与生俱来的贪心 所以他能妨碍败 他能妨碍败坏我们修行的道业 贪是投生鬼道之根 爱是生死轮回之本 一切诸佛如来 出现在世间的教学目的 就其根本 就是为了帮助众生彻底断绝舍生受生 因此 佛陀严格规定 出家众 一定要远离世间的明文立养 佛要求弟子们通通做到这点 当然 佛自己也先做到了 透过世尊 不接触金银财宝的举动 我们看到的是 佛世尊的清净无染 以及演绎到极致的高峰亮节 我们凡夫一旦触摸到钱财 不仅在不知不觉中产生 积蓄他 占有他 控制他的强烈欲望 还会被他慢慢地侵蚀 染污我们本自具有的清净 随之而来的 便是摧毁我们高尚的德性 佛制定的戒律里面 明文规定 出家人 不得持有任何财宝 凡是信众供养的财物 法师都应即刻转交寺院常住 贤公长老从来不积蓄钱财 信众供养的红包 他都拿去印金和放生 从未拿来自己享用 靖宗第八祖廉池大师 在《沙强律遗要略增助》下篇 威仪们教导我们 威仪是指有威可畏 有仪可敬 由于出家人能延迟境界 他的种种犯横也都圆满具足 因为出家众具备堂堂的僧相 威严的重德 故令人可畏 并且出家人的一举一指都合乎法则 行于外的仪表温和 肃静 端正 因此才令人可敬 佛门的这些威仪 不但成就了出家人的道品 并且也是一切人天的诗表 真正发心修道的出家人是 内怀狮子之德 外献相王之威 不但人天赞扬 侍奉 神龙护法也由衷地倾服 佛在《华言经》上讲 具足受持 威仪教法 能令三宝不断视野 莲池大师编辑的《沙弥律仪要略》 一共有二十四门威仪 这些威仪不仅是所有沙弥 每天应当遵守的鬼则 也是出家人出离生死轮回的第一个台阶 那么我们从光碟里面 可以学习到贤功长老 哪些令人仰恨的威仪呢 老和尚一生没有做过金颤佛事 毕生修学的法门 仅仅一句阿弥陀佛而已 就是这一句阿弥陀佛 老和尚老老实实地念了足足九十二年 并且欲知实质 身无病苦 自在往生 平常老和尚除了劝大家一心念佛 求生净土之外 从不传授其他修行方法 在沙弥律仪要略增助下篇 第八威仪门 世尊教导出家众 不得减 应付道场经习学 金颤是如来无上法宝 我们认真的授持一句一记 可以灭除自己的罪业 增长自己的福德 勇为菩提种子 如果利用法宝来谋取世间的财力 那是极为可悲可痛的事情啊 假如有在家大德 来到寺院请求法师读经 目的是 想要获得福德 回向给阳上 或者已经往生的家亲眷属 佛只允许比丘 为他们读诵祭诵 咒愿 最多为他们背诵一部经典就可以了 这样做足以利益对方 所以佛们绝对没有所谓应付之事 更不会把诵经念佛当作事业生意来做 在光碟中 我们看到在2011年7月23日 贤工长老和往常一样 顶着烈日在玉米地除草 到了下午三点钟 老和尚太累了 就在塔院的大门楼下喝水休息 只见老和尚右手震头 左手放在腿上 整个身体右斜而握 这种睡握的姿势 与沙弥律仪要略增助下篇 第十四威仪门完全相应 佛陀规定 出家众躺下来休息时 必须保持右斜握 这种握法称为 吉祥睡 出家人不可以仰握 扶握 或者左斜握 睡握时 我们应当先安放一个枕头 或者屈弓为枕 不可以把头直接贴在席子上 仰握是阿修罗的握法 扶握是恶鬼的握法 左斜握是贪欲人的握法 出家的沙门应该效仿 狮子王的握法 也就是右斜握 这种睡握的好处 会使我们身无吊乱 不失正念 睡得也不沉 更不会做噩梦 所以右斜握被称为 吉祥睡 戏观贤工长老 生平传记的光碟 让物圣感慨万千 自己是何等的幸运 在当今着恶到极处的时代 还能看到一位 一百一十二岁的高僧大德 老和尚教导我们学佛 成佛的诀窍 就是要老实听话真干 佛的遗训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他圆满地做到了 弦工长老不是字 没有读过戒经 也没有听过律学讲座 却能严守律仪 让我们后学 不得不佩服他老人家 素氏累积的身后善根 福德和姻缘 对于师父上传下界长老的开示 弦工老和尚 没有一丝毫怀疑 完全照做 是一个真正可以 承传大法的根器 正因为弦工长老知道 严实戒律 能助我早日成就 念佛三昧 所以对佛门的规矩 丝毫都不敢马虎 举手投足间 都表现出 他实非的诚心 和十足的敬意 佛在《华言经》上说 戒是无上菩提本 应当具足持境戒 身为佛门弟子 不论出家法师 或者在家居士 进入佛门的一件大事 便是受戒 而佛教徒的本分 更是以持戒二字作为准则 《佛仪教经》 记载了释迦摩尼佛的一段教会 《如等比丘与我灭后》 当尊重真净 波罗提木叉 如暗欲明 平仁得宝 当知此 则是如等大事 波罗提木叉 是戒律的三种名称之一 翻成中文是 别泄脱 处处泄脱 随顺泄脱 从世尊的开示当中 我们知道 佛弟子如果能够以戒为师 并且持戒清净 佛法就能长久注释 如今广为流通的波戒机 是由台湾普里 郑爵金社的助持 上果夏清律师 副助持 上天夏阴律师录制的 这两位律宗大德宣说的 戒学讲座专辑 包括了 出家戒学篇 和在家戒学篇 对于发心言学 戒律和威仪的四众同修来说 是极大的福音 只要我们以真诚心 清净心 恭敬心来学习 肯定受益良多 因缘深暗 拿摩阿弥陀佛 佛家在传授三坛大戒时 经常会念起这样一首传统诗迹 戒为菩提本 律德南山宗 清净三世业 得成贤圣僧 戒为菩提本 律德南山宗 清净三世业 得成贤圣僧 佛陀临终一叫 自然意义重大 我被必须 明心刻骨 虚于不敢有望 无佛注视 戒律便是佛子唯一可依赖者 戒律在 则佛法在 戒律王 则佛法王 然而当今实质末法 邪师说法如横河沙 多有无知的狂徒 借着古德的禅语 贬低戒律 故惑人心 永家禅师正道歌 的确有云 大象不由于吐尽 大物不拘于小节 然而我辈应当扪心自问 我自身是否业以大物了呢 假如没有 还是谨慎为妙 而效法豪辖 终不如学做老实人 吾德曾经说道 圣人为救石壁而生 贤工老和尚 乃大物之圣者 然而为我们表演的 却是从始至终 延迟戒律 其中 岂无深意吗 2012年的春天 墨学陪同几位学友 一起到来佛寺去 贤工老和尚正在疗房里 坐着缝衣服 墨学静止进去 要给他老顶礼 老和尚拦着我问 拜佛了没有 我说 还没有 老和尚指着地上的谱团说 你先拜佛 我于是把谱团挪到老和尚疗房的佛像前 顶礼散拜 老和尚看着我拜完站定之后 笑吟吟地说 我教过你 咋样拜佛 你还是没学会啊 拜佛要像蛤蟆 击贝要放平 我赶忙给老和尚鞠躬 向老和尚保证说 我记住了 以后拜佛一定达到标准 老和尚连声说 好好 然后又故意给我解释说 蛤蟆就是青蛙呀 逗得我们大笑不止 看到物圣法师的文稿 墨学非常感动 所以才搬门弄斧 不顾自身浅漏 妄自对戒律议论了一番 墨学收录此文时 曾对文字重新整理 然后提请物圣法师鉴定 法师不但欣然接受 而且对文稿又进行了一番 更加精细周密的修改 其磊落的胸襟 和严谨的智学态度 实在令墨学感佩非常 尊敬的师父上人 曾经被刺文点评说 听了物圣法师的学习报告 我想大家心里都感到非常欢喜 说明 海贤老和尚一生的表法 这种辛苦是值得的 能让许许多多迷失方向的这些佛子们 终于觉悟了 回头了 回头是爱 要真正回头 所以我劝导大家 喜欢读经的 读这个小册子 不喜欢读经的 看光碟 一天要三遍 一年为起 那为什么要一千遍呢 古人教我们 读书千遍 奇异自见 一年的时间 一天看三遍 念一万声佛号 这一年就把基础砸稳了 根砸下去了 那这是什么根呢 必定得生净土的根 凭什么你能往生 就凭这一年 这个根就决定得生净土 这是刚刚开端 就有这么好的反应 继续不断下去 这种善根福德 会越越增长 行解相应 果自成 共稿人 开挤法师 大词念老云 普贤行愿品中 普贤菩萨于世多灵中 发十大愿望 净空老法师曾开示说 海贤老和尚圆满俱足了 普贤行愿文书制 在中国的四大菩萨中 普贤菩萨 代表实践 能够将孝卿尊师 慈悲智慧 落实于生活 工作及处世待人接物之中 称为 普贤菩萨 在华言会上 普贤菩萨是华言长子 其最高之德性 是十大愿望 祷归极乐 因此 他是娑婆世界 静宗出祖 普贤十大愿望的内容是 一者礼敬诸佛 二者称赞如来 三者广修供养 四者忏悔业障 五者随喜功德 六者请转法轮 七者请佛注释 八者常随佛学 九者恒顺众生 十者普皆回向 一 玄公和尚的礼敬诸佛 华言精云 一切众生 皆有如来智慧德相 因此 极乐世界 人人都是礼敬诸佛 海贤老和尚 对诸佛的礼敬 首先体现在他对母亲的成效 对老师的恭敬 并将此真诚恭敬 扩展到对待一切人 一切事 一切物 从而真正体现了 普贤菩萨 礼敬诸佛之行持 贤公把母亲接到 同伯山上 效仰 此乃养父母之身 贤公一声 认真奉行母亲 对他的教诲 为人要和善宽厚 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 此乃养父母之心 贤公护持母亲 精勤念佛 直至母亲自在往生 此乃养父母之志 所谓 父母离尘垢 子道方成就 贤公帮助母亲 脱离三界六道轮回 往生极乐世界 施尽了为人子之大笑 使真正的 礼敬诸佛 贤公一声 志诚遵守恩师 上传下界老和尚的教诫 一句佛号 念了几十年 不拐弯 这是对传界恩师 至诚至真的礼敬 贤公在文革期间 冒着生命危险 历尽磨难 妥善保存传界师的灵骨 并在文革结束后 重新将师父的灵骨 践踏安葬 这是他对传界恩师 传法恩德的 至诚回报 人们从没有见他老人家 发过脾气 也没见他毁谤 轻视过任何人 进宫恩师教导我们 从礼及佛而言 一切众生都是佛 不但有情众生是佛 无情众生也有法性 法性与佛性无有差别 所以动物是佛 植物是佛 矿物也是佛 因此礼敬的对象 包括了 使法界的一切 有情无情 在寺院内外 贤公看到 有猫狗等小动物 来回出入 就把贡果 食品给他们分食 并嘱咐人们 不要打 不要伤着他们 贤公还亲自栽种 名为七点半的西式奇花 这处处体现了贤公 对有情无情众生的 真诚礼敬 进宫恩师教导我们 对善人恶人都要恭敬 无论是尊重我的人 爱我的人 还是误会我的人 毁谤我的人 陷害我的人 都要一律平等 真诚恭敬 因此 多年前 电宫无礼强行收费 还打了贤公两个耳光 贤公说 忍忍算了 能忍就心里安生 他打了算是给我抓养的 唾沫吐到脸上 当是洗脸了 跟人不争高论低 就没烦恼 忍者自安啊 这就是普贤行中 礼敬诸佛的真实体现 因为普贤菩萨是正德法身的菩萨 普贤就像母亲一样 对待一切众生 哪怕是迷惑颠倒了众生 都丝毫不改他的真诚恭敬 进宫恩师教导我们 学佛就要从礼敬学起 以真诚心修礼敬 亲近心修礼敬 才能够入门 二 贤功和尚的称赞如来 礼敬诸佛是从相上而言 称赞如来则是从性德而言 因此与性德相应的要称赞 与性德不相应的就不称赞 华言经中的 善才童子五十三餐 就是很明显的表法 贤功和尚曾与宗门高僧 海莫法师 海援法师 体光法师 在塔院寺节炉共修 海莫法师喜言惊叫 擅长演说 后来闭关念佛 欲知实至 夫作而及 体光法师根性非凡 曾亲近过虚云老和尚 深得嘉许 被公认为 适得虚云老和尚心应的人 海原法师才智超群 一生持颂楞严经 禅静双修 以九十六岁高龄 安详世纪 涂皮后 十得五彩设立近两千颗 贤功每每每提及此往事 无不及力赞叹三位法师的羞耻功夫 这就是贤功称赞如来的体现 贤功老和尚此生最后一个表法 就是表僧赞僧这个法 2013年元月十三日 当居士们带着弱药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一书去看望贤功时 他如同看到盼望已久的宝贝寺的 无量的欢喜 他马上穿袍搭衣拿着书本 主动要求人们给他照相 表了这个法三天之后 他就安详自在地往生了 这是贤功为我们做正转 有居士问 老人家 您知道净空法师不? 哪知从未看过光碟的贤功赞叹道 那是大智慧人 并再三告诫学人 一定要善护口业 千万不可毁谤圣贤人 说话口门啦可不好啊 佛门弟子互相的赞叹 是佛法兴旺的气象 若是互相批评自赞毁他 这是佛法衰灭的现象 这是贤功以其最后的身形严教 告诫佛弟子 一定要能够称赞如来 警示我们 若要佛法兴 唯有僧赞僧 3. 贤功和尚的广修供养 广修供养是以平等之心 供养诸佛菩萨 即一切众生 因为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普贤菩萨是以真诚之心 供养父母 师长 及一切众生 须知 众善应得善果 财供养 得大财富 法供养 得大聪明智慧 无畏供养 得健康长寿 夜因果报 丝毫不爽 海贤老和尚 近期一生 都在例行广修供养 三种供养圆满巨足 他的财供养 是以内财为主 外财兼之 贤功曾经开啃过 十四片荒山 住人修建过十一所道场 他非常的勤快 干啥都不洗力 凡是挑水 洗菜 做饭 洗刷锅碗 样样都干到前头 还把寺院上下 里外 甚至厕所 都打扫整理得干净无染 使人置身于 书心的环境之中 就连师兄弟们的 衣物 佛饰 和寺院法器 都及时予以清洗整理 这些都是贤功 内财供养的体现 难怪传戒功当年 对弟子们常说 海贤是在实际生活中 修佛啊 这最难得 居士们供养贤功的钱 他会全部留给所在的寺院或佛堂 作为放生或印经书的资金 八九年 国家遭受洪涝灾害 贤功把寺院仅有的 自己耕种的一千两百斤粮食 上交国库 分文不取 这些是贤功 外财供养的体现 贤功的法供养 是以一生的身形严教 做表率 以劝化大众 念佛为要旨 在在处处 随缘开示 给人以无尽的性思 他经常说 念佛 念到一定时候 不管什么时候 都在念佛 别看我在干活 我心里还在念着佛呢 即使是在往生的前三天 贤功还不忘叮嘱学生们 要念佛 其他都是假的 并且说 我每天三点起床拜佛 在佛像前念二十分钟 随后绕佛 然后再坐下念 有时出生 有时不出生 有时不出生 更多时候是默念 佛时时都在心中 贤功是修无畏贡养的好榜样 贤功 贤功爱老敬老 所以自己才能够得老 他孝亲敬师 有爱师兄弟 不辞年迈 远赴广州 为海清法师 装饰今生 早年寺院 没有香火供养 几乎是贤功一个人辛勤劳作 贡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 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而无畏贡养的果报 是健康长寿 所以即使贤功已经一百一十二岁高龄 他仍然思维敏捷 身心康健 不但生活能够自理 还可以坚持农田劳作 四 贤功和尚的忏悔业障 张家大师曾说 忏悔业障 要用真诚心 恭敬心 决定后不再造 此乃真忏悔 真正忏悔 要真放下 而真放下的先决条件 就是要真看破 贤功和尚一生 是真正看破放下了 他没有豪言壮语 从来不做精颤佛事 但他不论贤忙 佛号从不离口 忏悔业障最好的方法 就是念佛往生净土 阿弥陀佛建立极乐世界 是把所有的一切恶缘 通通断掉 因此极乐世界 是尽善尽美的世界 贤功说 我没有上过一天学 无认的一个字 上山剃度后 师父就教俺 光念阿弥陀佛 教俺明白了 不要乱说 不能说 不要指手画脚 我现在一百多岁了 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老佛爷阿弥陀佛 是我老和尚的根啊 我给老佛爷求过几次 要跟他去 可老佛爷都没叫我跟他去 说我修得好 再多活两年 做个样子给大家看 贤功就是凭着老实 听话 真干的真实修持 真正具足 往生净土 殊胜无比的善根 福德 应援 经番紧紧举此数端 即可体现 贤功和尚行持之中 所彰显的 普贤行 至于普贤十愿后面的 随喜功德 行转法轮 请佛注释 常随佛学 亦集中表现在 贤功和尚往生前 手持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为净土大经 以及进功所宣演之佛法 做正转 横顺众生 表现在 贤功和尚接受供养 自己却分文不取 而且不留戒指 拐杖等生活行驶之中 普接回向 表现在贤功和尚 爬上自己的石塔 用手扶去厚厚的基草 坐在塔顶 夕阳下 深深地凝望着西方 弟子感受到 这正是贤功将自己一生的普贤形 全部回向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之体现 凡此种种 不一而足 在此就占步一一地详述了 黄念族老居士在科著中指出 普贤十大愿王 正是弥陀大愿之第三十五愿之广演 弥陀第三十五愿的愿文中有 以此证明 极乐世界是普贤菩萨的法界 极乐世界无量无边一切菩萨 皆尊普贤大事之德 由此 我们能够深深体会到 贤功和尚与阿弥陀佛 普贤菩萨 同心同愿 同德同行 他正是普贤菩萨之慈悲化现 我们应当学习贤功 效法贤功 以尽己之力为无量寿经 为净土法门做正转 方不辜负这位百岁老人的慈悲视线 普贤菩萨祭 普贤与文书两位大士 发殊胜大愿 求生极乐 念功祝云 可劝一切菩萨 皆养性文书之大志 入普贤之大恨 普道众生同归极乐 纵上所述 贤功和尚以自己一生的真实修持 真正识尽了 十大愿望 普贤之行 是我等下于凡夫的良师义友 是末法九千年 静宗学人的绝佳榜样 愿我等同轮 效法普贤之行 圆满文书之志 以贤功和尚为榜样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真正往生极乐世界 一生圆满成佛 因缘深暗 南无阿弥陀佛 开启法师在文稿中提到的 贤功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仪式 贤功生贤曾经说起 因为当年曾有大帮土匪 冒充军队到云台寺 普化寺和保安寺进行抢劫 屈逼僧人离四 年轻僧人纷纷散去 留下几位老弱僧人 无力下山 我于是便把他们 接到塔院寺照顾 墨学通过 铜博山的相关资料得知 此事发生在1948年的春天 清凉国事 华眼经书巢有云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有形无解 增长无明 有解无形 增长邪见 有形无解 增长无明 大师是在警戒学人 倘若偏重于解 便会很容易认识为非 还自以为是 假如偏重于行 因为事理不明 就学不出乐趣 反而加重烦恼 所以解门和行门 是密不可分的 知归子彭继清大局是 无量寿经细信论曾道 不渡文书之海 难入普玄行门 可见没有智慧 是不可能行得圆满 而偶艺大师 筑解论语时也讲过 说得一丈 不如行得一尺 便是教导我们 学者跪在违言笃行 不加力行 便没有什么真实智慧科研 充其量只是学学说话而已 2008年的春天 墨雪第一次拜见 齐素平老菩萨的时候 老人家便鼓励我说 有解又有行 花果自然成 墨雪至今一起 依然无尽感恩 开极法师 心如大地 行如神墨 此文读此笔事 开口见心 墨雪收录此文之时 曾提请法师 对其中的语并认真做了修正 还望之前 见过此文稿的诸位忍者 切勿建议 师父上人 曾经对此文 这般评价说 开极师的报告 很感动人 大圣教理 文书表志 普贤表行 在华颜经上 普贤排在第一 如来长子 文书排在第二 称它为树男 树就是第二个位子 它两个是分不开的 排名先后也是表法 代表华颜是以行为主 解是帮助行的 而行是主要的 行的刚领就是 十大愿王 前面四个 他讲得很清楚 重要的就在前面四院 礼敬 称赞 供养 忏悔 真正懂得这个意思 一较奉行的人 尤其是修净土 哪有不往生的道理 如果真正把目标 定在极乐世界 非去不可 不去 来生就是三途 把这段事情 把这段事情摆在我们眼前 让自己选择 就不至于懈怠 不至于拐弯了 海贤 是我们最好的榜样 一句佛号念到底 真信 真愿 所以成就圆满功德 这个法门 人人都能修 人人都能成就 那 难在哪里呢 难在 难信 真难信 信了之后 一定认真去干 那第二个 难在什么 懈怠 特别是遇到挫折 精神提不起来 这个时候 容易退转 容易堕落 那 用什么方法呢 我教同学 每天把光碟看三遍 防止这个问题 时时刻刻提醒自己 好榜样在眼前 天天看它 天天去体会它 一遍 比一遍 深入 许多同学 照这个方法去做了 告诉我 效果非常好 学佛最重要的就是 真诚 清净 恭敬 有这三个心态 在真正加上 老实 听话 真干 没有一个不往生 而且往生品位都高啊 无论出家在家 男女老少 各行各业 没有一个不成就 所以海鲜老和尚 这个表法 往生之后的功德大了 我们要认识 我们要替他宣扬 让大家都用这个方法 一生当中圆满成就 平自在 因根泻脱 共稿人 其宿平 迷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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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迷惑颠倒 练红尘 往事自信 本来人 七十四岁 七十四岁 皆幻梦 看不破 放不下 东奔西跑 干泪心 却把假的当成真 性欲上境下空老上人 教我无量寿经 钻一门 人身难得法难闻 念佛往生真报恩 师父教导学海贤 贤功本是再来人 光蝶一日看三遍 一遍一遍悟得深 贤功苦行修戒忍 普普通通一老僧 原来他是佛现身 无助生心 生心无助 他老显得是不二门 老人今天来度我 不再苦海干沉沦 老师念佛要真干 便是莲花国礼人 迷惑天岛练红尘 忘师自信本来人 七十四岁皆幻梦 看不破放不下 东奔西跑干泪心 却把假的当成真 性欲上境下空老上人 教我无量寿经专义门 人身难得法难闻 念佛往生真报恩 师父教导学海贤 贤功本世再来人 光蝶一日看三遍 一遍一遍悟得深 贤功苦行修借人 普普通通一老僧 原来他是佛现身 无助生心 生心无助 他老显得是不二门 老人今天来度我 不再苦海干沉沦 老实念佛要真干 便是莲花果理人 因缘生暗 拿摩阿弥陀佛 瓶子在因根泄脱 莲清净未偶空虚 墨学面对此文顶礼一半 感恩其老菩萨慈悲 墨学当年洗诗 直到白石道人诗说曾说到 诗有四种高妙 一曰 李高妙 二曰 意高妙 三曰 想高妙 四曰 自然高妙 爱而识通 曰李高妙 出自意外 居然高妙 一口读来 毫不费力 再三品味 却被诀妙去婉然 2011年的春夏之交 国内又兴起了一轮大规模的 反对净空老法师的浪潮 墨学 墨学闻之心痛 特别提醒山东朝远 一位专画佛菩萨像的孙以悦居士 敬会 委托菩萨像 义福 除了印刷流通之外 墨学将原画 供送于其老菩萨 老菩萨观之甚喜 当即便命人 把画悬挂于海岛金山寺方丈楼 后来 墨学和开中法师谈及此事 忠实赞叹说 你送对人了 有一幅用于委托菩萨向前的传统对联 扶魔不挡魔 见面略无愧真武 护法若犯法 回头何以见观音 扶魔不挡魔 见面略无愧真武 护法若犯法 回头何以见观音 其老菩萨是当今洪护正法的楷模 多年来他正微辅正 护法安僧 为正法的洪传 劳神奔走 尽心竭力 其伪驮手眼 观音心肠 曾无数次 令墨学合掌泪流 其老菩萨和我们这一方众生的缘分是很深的 就在前不久的七月下旬 来佛寺又遭遇一道大难题 师父上人在台湾接获印制法师的求助信航后 就转发给了其老菩萨 请其老菩萨就近协助护持 老菩萨闻讯后立马分兵派将 谭笑间便化解了来佛寺的一场存亡危机 墨学和印制法师在师父上人的六合园聆听教诲时 老法师很欢喜地对我们说 齐居士下手真快 当年我只是对他那么一说 没想到他回去真干起来了 搞出这么大的阵势来 师父上人看过其老菩萨此篇文稿后 这样对大家说 其老菩萨我们认识多年了 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住在新加坡 他到新加坡来看我 告诉我 我要恢复冬天木山的道场 我们听到非常欢喜 他也是吃尽了苦头 忍辱负重 把祖师的道场恢复起来 以后在他的家乡山东 特别是庆云 恢复了金山寺 还有两处道场 我没去过 在甘肃永昌 建立了一个 离间古城 我想 这些地方 很多人都去参观过 都去看过 他一直就是想 在这些地方 培养红发人才啊 习居士 今年也七十四岁了 都老了 佛法要记住 根是戒律 没有戒 就没有佛 没有礼 就没有儒 没有因果 就没有道 儒是道的核心 要掌握住啊 习居士 这些道场 应当选择 一所出来 办律学院 要有一个 学戒律的道场 海鲜老和尚 凭一句佛号 正得念佛三昧 正得礼义心不乱 取得极乐世界 上上品往胜 所以 老师念佛要真干 便是莲花国里人 一点都不错 看似无异方真能 共稿人刘素云 2014年 是不同寻常的一年 之所以说不寻常 是因为有几件大事 同时出现 其意义的深远 远不是用我们的思维 所能想出来的 这叫做 不可思 也远不是我们用语言 所能表达出来的 这叫做 不可义 不可思 不可义 就是不可思义 这几件大事 其中之一 就是今年年初 师父上人慈悲 向我们推荐 介绍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碟 并且号召 静宗弟子 向上海下贤老和尚学习 每天看光碟三遍 念佛号一万声 一年看满一千遍 现在这片光碟 已在海内外广泛流通 无量众生 因此光碟而得度 真是殊胜至极 这是我们佛门的 一件姓事 一件大事啊 可以这样说 今年是海贤之年 我们要尊师教诲 老老实实 向上海下贤老和尚学习 从老和尚身上 我们会悟到一些东西 帮助我们成就道业 在这篇心得体会中 我从以下四个方面 和诸位同修们分享 一 看似平凡 实则非凡 今年五月份 我看上海下贤老和尚光碟 一百四十六遍 总的感觉是 越看越爱看 越看越亲切 百看不厌 看着老和尚慈祥的面容 觉得老人家 就是我未曾见面的祖父 他就是我至亲至爱的亲人 老人家是那样的平凡 他是茫茫人海中的 普通一员 普通的不能再普通 平凡的不能再平凡 在茫茫人海当中 你可能不会多看他一眼 说他平凡 他身居乡间小庙 多年没有香火供养 他吃的是苦 以凡夫之见 穿的是补 近百年从事农耕 开荒种地一百多亩 他的一生就是两件事 一念佛 二干活 还有比这更平凡的吗 可恰恰在这平凡之中 透出一种非凡 而这种非凡 不是一般人所能体悟到 而更凸显了他的平凡 那么我们怎样来认识 他的非凡呢 我是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的 一 从老人家的来历看 师父上人明确地告诉我们 上海下贤老和尚 是阿弥陀佛派到人间表发的 在光碟里 他也亲口告诉大家 阿弥陀佛 让我住在世间表发呀 从这一点上看 你说他是平凡还是非凡啊 二 从老人家的言谈举止上看 老人家说 我什么都知道 什么都不说 什么都知道 就是无所不知 那无所不知是什么境界 是大彻大悟的境界 那大彻大悟之人是什么 当然是佛了 什么都不说 是天机不可泄露啊 从这一点上看 你说他是平凡还是非凡 三 从师父上人对老和尚的评价上看 在我的印象中 师父上人无论是对出家众的评价 还是对在家众的评价 对海贤老和尚 对来佛三圣的评价是最高的了 仅举一例说明 师父上人说 上海下险老和尚的这片光碟 将影响木法九千年 老和尚的这片光碟 就是无量寿经的总结 还有什么评价比这更高的呢 从这一点上看 你说他是平凡还是非凡 上海下险老和尚是平凡的 上海下险老和尚是非凡的 用这样四句话来概括他的 平凡与非凡 默默无闻百多年 一句弥陀老实念 为众表法世间献 原是弥陀亲派遣 默默无闻百多年 一句弥陀老实念 为众表法世间献 原是弥陀亲派遣 上海下险老和尚看似平凡 实则非凡啊 二、学习上海下险老和尚 是我们一生的必修课 看老和尚的光碟 向老和尚学习 对我来说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不是一个月两月的事 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 而是一生一世的事 看老和尚光碟 向老和尚学习 是我的日课 是我的月课 是我的年课 是我余生必修课 对于这片光碟 我现在的方法是 听和看相结合 早晨两点起床后 先听一遍 也可以先看一遍 三点钟 我在室外绕佛两小时 这时带着随身听 绕佛两小时 又可听两遍 效果非常好 早晨五点钟时 三遍已经听完或看完 白天根据具体情况 能听看多少遍 就听看多少遍 不要把听看光碟 当成任务 当成负担 时间安排好了 就很轻松自在了呀 听看老和尚光碟 跪在持之以恒 不能刮一阵风就过去了 如果一阵风似的 学习老和尚 那将一无所获呀 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 要重实质 不要重刑事 修行还是清静一点好 不要搞得人来人往 热热闹闹 那样来佛寺就不是 上海下贤老和尚 在时的那个来佛寺了 我希望十年以后 一百年以后 来佛寺 还是原来的那个来佛寺 如果再能出几个大圣大贤 那是最好不过的了 原来佛寺早日恢复 以往的瓶颈 我们谁也不想看到 一个变冷味的来佛寺 请恕我直言 三 听看上海下贤老和尚的光碟 就是老和尚的弟子 冥冥中 必得老和尚加持 我们敬踪弟子 和上海下贤老和尚的渊源甚深 听看老和尚的光碟 就是老和尚的弟子 冥冥中 必得老和尚的加持 必得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菩萨加持 必得龙天护法 和一切护法善神的慈悲护佑 当你道业成就 功德圆满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时 上海下贤老和尚 一定和阿弥陀佛 及诸佛菩萨 一起前来接引你 上海下庆老和尚 上海下贤老和尚的母亲 也都在接引的队伍当中 那个接引的阵容 庄严殊胜 妙不可言 记得姐姐往生前 曾经对我说过 小云啊 我往生时 接引我的阵容 和那张阿弥陀佛 我接引途 是一模一样的 四 坚定信心 坚固怨心 置心一处 无事不办 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 就是要学习他信心坚定 怨心坚固 九十二年 不换题目 不转弯 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 学习他 置心一处 把心定在一句佛号上 学习他 无事不办 就是 把成佛这件事情办好 除此事之外 别无踏实 这是这张光碟 重点中的重点 用两句话来概括 就是 念阿弥陀佛 做阿弥陀佛 这是检验我们道业 是否真正成就的唯一标准 也是 究竟圆满的标准 学佛就要找到一条 泄脱之道 现在 这一条道 就摆在我们面前 就看你走不走了 有的人因缘成熟 坚定不移地 选择这条泄脱之道 他今生就成就了 有的人因缘尚未完全成熟 这次机会就又擦肩而过 真的很可惜啊 人之所以痛苦 在于追求错误的东西 把假的当成真的 去苦苦追求 一念之差 在六道轮回 没完没了 苦不堪言啊 这才是可怜名者 最近我看了一本书 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我觉得非常有哲理 这段话是这样说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修行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功课 我们每天都忙于与生死无关的事情 忙得团团转 差别就是有钱跟没钱 但是到最后统统平等 一律进入太平间 放下世间的假象 你就拥有永恒的生命 佛陀告诉我们 放下了有限 你就拥有无限 以上这些话 愿与同修们分享共勉 因缘生暗 拿摩阿弥陀佛 聂振涛教授 在读了墨学编撰的海会圣贤一文之后 欣然为贤功作诗赞约 顶之轻重 弃堪问 得之所惧为圣行 应是西天来佛祖 轻松一百十二灵 温柔敦厚诗之韵 疏通之远疏之经 广博一粮大和乐 洁净惊为陨直中 弓简装静恰无礼 看似无异方真能 晚下人闻成海月 只因造化欲贤僧 顶之轻重 起堪问 得之所惧为圣行 应是西天来佛祖 轻松一百十二灵 温柔敦厚诗之韵 疏通之远疏之经 广博一粮大和乐 谐敬惊为陨直中 弓简装静恰古里 看似无异方真能 晚下人闻成海月 只应造化欲贤僧 贤功虽然不是一字 聂老却赞叹他的行仪 暗和五经之德 墨学也可以负责任地 告诉大家 聂老所赞之词 贤功皆当之无愧 史记中曾有记载 孔子修定春秋 笔则笔 消则消 子下之徒不能赞一词 就是说 夫子把应该写的 一定写上去 应当删的一定删掉 就连子下这些 常于文学的弟子 也提不出一点意见呢 为世人者灭 久仰菩萨鸣 墨学败读刘老师的 这篇文章 也如子下看春秋一般 无话可说 于是不动一字 公录于此 师父上人如是说 我们看了 刘肃云知识的报告 心里非常的欢喜 刘居士也在给我们表法 你看 他看了一百四十六遍 愈看愈欢喜 我相信有不少人 不止他一个 越看就对这张光碟 越不能放下 为什么呢 有误处 这个误处 对我们修学敬踪 对我们这一生 了生死 出三界 往生净土 有决定性的帮助 我们想想 他说得很好 还有什么事情 比求往生更重要的 必须要知道 必须要知道 不能往生 就是继续要搞六道轮回 在六道轮回里头 苦海无边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啊 业障 消不了 就要随业受报 有善业 有恶业 我常常提醒同学们 三善道 是消善业的 三恶道 是消恶业的 那恶业 能不能消得干净呢 消不干净 为什么呢 天天在灶啊 灶得多 消得少 永远消不了 细心动念 无不事业 如果你要真正觉察到了 你才知道 这多么可怕 老和尚教我们一个方法 把念头完全换成阿弥陀佛 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 除阿弥陀佛之外 一切都放下 踏到须迷第一封 共稿人丁嘉丽 我们十几位学习 印光大师识念法的同修们 近段时间 一直在认真地念佛 学习上海下险老和尚的光碟 中午吃饭的时候 播放 来佛三圣永思级的有声书 大家的感觉是 一遍一遍看不够 一遍一遍听不够 一遍一遍看得津津有味 一遍一遍听得嘶嘶感触 我们的最大体会是 上海下险老和尚 不仅将无量寿金的点点滴滴都做出来 也把印光大师的开示 全面完整地做出来 印光大师开示 无论在家在安 必须尽上和下 忍人所不能忍 行人所不能行 待人之劳 成人之美 静坐长思挤过 闲谈不论人非 行柱坐卧 穿衣吃饭 从朝至暮 从暮至朝 一句佛号 不令间断 或小声念 或默念 除念佛外 不起别念 若或妄念一起 当下就要叫他消灭 长生惭愧心 急生忏悔心 总有羞耻日 总觉我功夫很浅 不自禁夸 只管自家 不管人家 只看好样子 不看坏样子 看一切人 皆是菩萨 唯我一人 时事凡夫 如果能 依我所说而行 决定可生 西方极乐世界 对照印光大师的开始 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 圆满地做到了 静 和 忍 念佛不断 不自禁夸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忘生极乐 首先是静 他老人家 对自己的老母亲 从小嘱咐的话 一直牢记在心 为人 要和善宽厚 可别作恶造罪啊 能听母亲的话 并能明刻心头 时时 关照自己的言行举止 这是为人子 对生生父母的 无上恭敬啊 对比之下 我们各自惭愧 无地自容 我们从小 就没把父母的话 听进去 不听老人言 失窥在眼前 正是因为 从小没真正恭敬过父母 长大之后 自然没有做到 真正恭敬老师 领导 长辈 学佛之后 也没有真心恭敬过 师父上人 没有真正恭敬过 本师释迦牟尼佛 和西方慈父 阿弥陀佛 追其根源 在于我们 从小就不知敬意啊 而不知敬 就胆大妄为 自以为是 我们反思 从小至今 我们不知道 恭敬父母 师长 众生的 另一个体现 就是 常常固执喜见 遇到父母或他人的 不同意见时 不能随顺 换句话说 总认为 自己主张对 或是更好 更合理啊 常常就是这样子 在日常生活中 一件件件的小事 大事之中 违背父母之意 比如小至穿什么样的衣服 吃什么饭菜 大至考大学 交朋友 结婚 买房子 等等 当父母的意见 与我们自己相左时 我们轻而易举 就选择听自己的 把父母的话 抛到九霄园外 而上海下贤老和尚 则恰恰相反 他听话 真听话呀 在他亲中的大冬瓜 被堂弟摘了 沈娘找到他后 他听沈娘的话 不再咒堂弟 反而念叨 快让堂弟好起来啊 在老母亲八十五岁那年 执意从庙里回家时 上海下贤老和尚 酒劝无效之后 不再执持自己的主意 而是陪母亲回家 这是 尽忠有顺 不为母心哪 同时 老和尚 真听圣贤佛菩萨的话 听戒律的话 他老人家 还拎了一支锅回去 这个举动 既是他对母亲从小吃素 这个习惯的恭敬 也是对自己出家 持戒修行的恭敬 另外 老和尚坚持 不用拜殿拜佛 这是对佛菩萨的 制成恭敬 也是对自己 法身会命的恭敬 所以他老人家说 拜佛心要成 拜佛要拜出自性 拜出清净心啊 老和尚不仅对父母恩师 生前恭敬 对他们身后依然恭敬如初 他一直念着 对不起母亲的无边圣恩啊 在老母亲过世八年之后 发心为母亲牵坟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 他舍命保师父的骨灰 并重新立他安放 他每年清明或是农历十月初一 要回老家上坟祭祖 到佟伯山寺院 祭拜师父 正是这恭敬之行 他老人家 对偷玉米的村民 也不恼怒 他对寺院内外的猫狗 一视同仁 除了分给这些小动物食物外 老人家还嘱咐弟子们 不要打 不要伤着他们 他说 这都是众生 跟咱们人一个样子 都有灵性啊 老和尚 这是平等的恭敬 无差别的恭敬 这是自信的恭敬啊 老和尚 做到了圆满的敬 这正是燕光大师开示中 常提到的 一分成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 得十分利益 上海下贤老和尚 是万分的成敬 无上的恭敬 师父上人 常在讲经中说 成敬通自信 所以他老人家成佛了 我们通过学习 上海下贤老和尚的行持 才弄懂 师父上人 讲这句话的含义啊 我们万分惭愧 我们在人生起点上 对父母就没敬过 对师长就没敬过 对众生万物就没敬过 真是情何以堪啊 过去已去不可救 把握当下 我们真心的体会是 现在 真听师父上人的话要紧 真听上海下贤老和尚的话要紧 真听 真听刘素云老师 胡晓琳老师 诸位大德仁者的提醒要紧 师父上人反复地提醒我们 放下假的 放下执着分别 一心念佛 一心念佛 一句真诚的佛号中 圆满无上的功德 上海下贤老和尚提醒我们 本采运水无非是道 粗茶淡饭皆是修行 好好念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啥都是假的 刘素云老师一次又一次地告诫我们 非常实习 非常方法 要秒秒秒秒地念佛 胡晓琳老师曾开示 当天气冷了 我们还知道天冬一 备柴火准备过冬 生死大事 却不知道去料理准备 你们信这个那个 就是不信阿弥陀佛 就是不信 印光大师 摄耳地听 老实念佛 我们万分惭愧 我们在修行 了生死的路上 没有珍惜这么好的善根 福德姻缘 我们没有老老实实地念佛 老老实实地改过感恩 没有生得变熟 熟得变生 说到底 我们没有换心 我们还是用六道轮回的心 做轮回的事 我们没有把成佛这件大事当真呢 痛哭流泪 垂胸顿足 我们无知 我们无知愚蠢 傻到家了呀 感恩这么多佛菩萨的视线表法 才让我们开了眼界 静悟起来 同修们认为 不间断地观看学习上海下贤老和尚光碟的好处 就是如沮沮 就是如沮沮春风 如润法语 一点一滴地发起感恩 改过之心 和念佛的信心 第二 看老和尚的和 老和尚为人忠厚善良 带人一团和气 大家都愿意亲近他 亲切地称呼他 文摘公 他常对弟子们说 在我眼里一切都好 没有啥不好的 见啥都说好 见啥都高兴 心里才能经常充满法喜 心里才能清静 才无烦恼 才不生气恨人 没有这好那坏之分 也没有这好吃那不好吃的了 一切都随缘 心里就安心踏实了 正是这何为贵啊 他带人处事接物 慈悲宽容 无论在家出家 都愿意与他交往 连野狼也知道 他身上的柔和气场 悲悯情怀 在母狼难产 为难之际 拦住老和尚 请他解救 全家老小的身家性命 一个和字天地安 一个和字通法界啊 我们万分惭愧 对比之下 我们不能和夫妻 孩子 家人 不能和同事 朋友 更别提 和天地万物 虚空法界了 我们常常是在跟一切 人事物 人事物 对立冲突 正像师父上人 讲经中常说的 连自己都不能 与自己和谐相处 毛病习气一大堆 却不肯改过 放下 真是情何以堪呢 第三 通过学习 我们发现 其实老和尚的 静和之中 包容着人 不自惊花 看一切人 都是菩萨 所以 在师兄弟指点他 不清白的时候 他是真的不怨恨 不着急 不上伙 不对立 不争辩 不坑气 心平气和呀 在事后 对说他瞎话的人 连半句埋怨指责都没有 所以 在电弓 无理打探老人家耳光的时候 他说 忍忍算了 能忍就心里安生 他打了 算是给我抓痒呢 唾沫 唾到脸上 当是洗脸了 个人 不要争高论低 就没烦恼 忍者自安啊 所以 当那位阻挠他盖房的干部 当着众人的面 用手指导着他的脸 羞辱他时 他一言不发 也不生气 也不争辩 只是默默地把房子建起来 我们体会老和尚的这 他们看成佛菩萨一样的 敬与合 所以 他的老师 传界法师 称他是 在实际生活中 修佛啊 这 最难得 老和尚 每每提及 与他节卢 共修的 海末法师 海员法师 体光法师时 总是 自卑尊人 无不极力称赞 三位法师的 修持功夫 老和尚 这是真正在表 不自荆夸的法 他在自己的师弟 海庆法师 做纲六年后 发心为他 涂皮入塔 并在 一百零五岁高龄 远赴广州 办理海庆法师 装饰今身之事 正是因为 他老人家 在生活修行中 真正做到 以上所说 所以 在他归西 百日大会上 河南佛教协会领导 称赞他是 佛门僧宝 人间奇迹 此语 的确真实不虚 我们越学习 上海下贤 老和尚的事迹 越觉得 佛菩萨的慈悲 机缘得良好 榜样的力量 真的是 真的是 身手可摸 睁眼其见啊 同修们 升起 要念佛 求往生的信念和决心 对我们修持 印光大师 实念法 信心倍增 动力十足 上海下贤 老和尚的一生 就是印光大师 开示所说 敦伦尽奋 闲邪存成 老师念佛 求生净土 我们惭愧的同时 也深感庆幸 因为这真是 有句可依 有人可学 有法可用啊 而且就在这时候 传来刘肃云老师姐夫 郭永发老菩萨 往生的消息 众生皆可成佛 放下便是 更是为我们 巩固坚定了信心 对此 同修们的普遍感触是 刘肃云老师的姐夫 郭永发老菩萨 就是一面镜子 反射的是 我们同修们的样子啊 他身有污点 我们也劣迹斑斑 他与家人有矛盾 我们也不能做到 很好的与家人和睦相处 怨恨恼恼怒烦 五毒俱全啊 他放下了 念佛往生极乐 这么新鲜真实的例子 摆在我们面前 让我们突然间发现 佛菩萨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身边啊 他们让我们不再觉得 佛法高不可测 佛菩萨不是高不可攀 极乐世界 不是远在十万八千里之外啊 修行其实只要放下 只要真信切愿 老实听话真干 这句佛号的功德 这句佛号的功德 死场 能量 真正不可思议啊 我们感觉 我们感觉触摸到了 阿弥陀佛极乐老家的清静庄严 我们发自内心的感到 自己有成佛的份 成佛不再是别人的天方夜谈 他实实在在成了我们的真实目标啊 志诚感恩上海下贤老和尚 上海下庆法师 郭永发老菩萨 以及师父上人讲经中提到的 十三岁的小女孩 种种慈悲的表法视线 我们一致地认识到 如果不能从上海下贤老和尚 上海下庆法师 和刘素云老师的姐姐 姐夫 往生等 一连串的真实表法中觉悟 再去继续搞六道轮回 真的是妄为人 妄听闻净土法门啊 上等上的 方便到不能再方便的法门 已经送到了我们身边 就差行动了 就差换心了 就差放下了呀 上海下贤老和尚 日日月月年年 以一句阿弥陀佛佛号 不离口 不拐弯 九十二年成佛去 师父上人讲 他这一生中 至少见过阿弥陀佛十次以上 对此统修们非常认同 但是多多少少在对比之下 还会生起一点自卑自措的心力 我们承认 老和尚表的法太好了 但是他太完美 标准太高 我们有心追访 无力承担呢 其实我们自己心里知道 这还是在给自己找借口 还是无始劫 无名 懒惰等习气在作怪 还是我们愚痴的反应 就在这个结果眼上 刘肃云老师的姐夫 郭勇发老菩萨往生了 他念了五年佛号 临终放下怨恨 去西方极乐世界做佛去了 我们太受刺激 太震撼了 我们是真有共鸣 他就是我们 我们就是他 太多普通相似之处了 光明变照 以此姻缘 同修们决心承担起 做佛之大事业 一方面 坚定不移地修持 应光大师使念法 念念处处 佛号力争不怀疑 不间断 不夹杂 念得清楚 听得清楚 记得清楚 摄耳地听 随缘念佛 另一方面 切实认识到上海下贤老和尚所讲的 学到当知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要学会换心 用佛菩萨的心 置换凡夫心 六道心 学习放下自私自利 放下明文利样 放下怨恨恨恼怒烦五毒 心中只装阿弥陀佛 用一念带万念 坚实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不退成佛度众生 同修们的第四个体会是 要把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在日常工作 生活 学习 修行中 真正运用起来 上海下贤老和尚 最后表的就是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 师父上人 也一直在表这样的法 同修们学习之后觉得 在日常生活中 也要学会僧赞僧啊 即除了佛门中的 相互称赞之外 在家庭生活 工作 学习 修行中 也一样要会用僧赞僧 这是广义的僧赞僧 运用到夫妻之间 父母子女之间 上级下级之间 同事朋友之间 同修之间 等等的相互称赞 就是时时处处 能把对方的优点 好处提起来 不看他人过 就是弟子归所说 道人善 即是善 阳人恶 即是恶 隐恶 阳善 是正能量 也是念力的秘密 而我们在日常生活 工作 学习之中 做得不好 没做到真心地 称赞对方 心里成了 装着对方缺点 与不足的垃圾桶 现在明白了 一定要 例行改正 我们在学习 上海下贤老和尚的 光碟时 曾留心到 有这样两句家言 在莱佛寺的门口 并排贴着 诸恶莫作 名为戒 众善奉行 名为慧 心地无非 自信戒 心地有佛 自信慧 这令我们 不由地拍案教诀呀 他把戒 慧的含义 表达得淋漓尽致 他提醒着我们 在点滴的日常生活 行驶之中 断恶修缮的同时 密切地关注 每个佛弟子 心地的清净无染 平等无差别 勇敢承认 自信佛之重性 我们没有时间 再徘徊犹豫了 时不我待啊 我们成佛 是必然 如果别人 还在观望退缩 我们来担当 我们的方法就是 改过 感恩和唤心 成阿弥陀佛四十八大愿之愿力和加持力 与本人的老实念佛 真信切愿之自力 求生惜放 因为我们坚信 这样的时节因缘点到了 而且到了我们自己的眼前啊 记得胡晓琳老师三年前 在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讲印光大师十念法时 就曾说过 印光老和尚说 修净土法门的这些人 老实念佛的人 佛菩萨对我们的关照深不可测 根本就不是我们所能揣摩到的 印光大师说 南无阿弥陀佛 这六字鸿鸣 是我们的本命元臣 本命元臣 说白话就是命根子 三年之前 我们耳朵听过就过了 根本没有命根子的感觉 三年之后 结合来佛三圣的事迹 和郭永发老菩萨往生的事迹 我们再来重温 胡晓琳老师所讲的十念法 再来聆听印族的开示 真是无限的感慨 泪如雨下呀 在新编全本 印光法师文抄卷二 第三百一十九页 赴周智茂居士书中印族提到 且尝随动随进 将一句弥陀当作本命元臣 其居心行事 需要与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之宗旨合 这为我们修行指明了 具体的操作方法 无独有偶 在《来佛三圣勇斯级有声书》中 上海下贤老和尚也讲到了这点 他说 我没有上过一天学 不认得一个字 上山剃度后 师父就教俺光念阿弥陀佛 教俺明白了 不要乱说 不能说 不要指手画脚 我现在一百多岁了 要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老佛爷阿弥陀佛 是我老和尚的根 真是佛佛道统啊 虽然三年时光飞逝 我们悠悠然泛泛然了 但现在我们终于明白了 把握当下 只要学悟都不迟啊 同修们 了生死的心非常坚定 心情也从急躁冒进中 渐渐地沉淀下来 大家现在觉得 信心满满 对佛号的功德力 不再怀疑 圣贤榜样在前 我们愿紧随其后 自尽其意 孝亲尊师 成敬祥和 老实念佛 言语无法表达 我们对尊敬的师父上人 慈悲教学的感恩 言语无法表达 我们对诸佛菩萨 人间示范表发的感恩 唯有毕生坚持 唯佛试念 唯有敦伦敬奋 闲邪存诚 唯有不经不布 老实念佛 求生净土 拿摩阿弥陀佛 因缘生案 拿摩阿弥陀佛 墨雪看了丁嘉丽老师的这篇文章 感到无量的欢喜 墨雪与丁嘉丽老师并不认识 只是看过他的一些讲课光碟 但是感觉却像相识已久的老朋友 所以大胆地对文稿中的几处语并做了修正 我坚信丁老师 一定不会因此而生烦恼的呀 唐代宗门高僧 信空禅师的一首诗迹 再次道出 与丁老师及其诸位大德同修共勉 二六时中不助攻 穷来穷去道无穷 只需穷到无穷底 踏到须迷第一峰 二六时中不助攻 穷来穷去道无穷 只需穷到无穷底 踏到须迷第一峰 我们师父上人对丁老师的此篇心得报告点评说 海贤的成就是在行 知道一点就行一点 知道两点就行两点 天天有体会 天天在提升 这个事情与念不念书没关系 与认不认识字也没关系 他有智慧 他什么都知道 他透出这一句话来 大彻大悟 明星见性 才真正什么都知道 而没有彻悟 知道的是有局限的 不能说什么都知道 所以我相信 他跟阿弥陀佛见面 不会少过十次 肯定他正得 礼仪心不乱 这念佛 礼仪心 就是禅宗里头的 大彻大悟 那应该在什么时候得到呢 我的看法 应该在四十岁左右 他得到了 活着那么长的时间 是为表法 他有这个能力 有智慧 有能力 做得非常好 明文立样 边都不沾 老老实实在干 到这个世界因缘的时候 他来表法 在这个时候 社会之混乱 地球之灾变 在地球历史上 是从来没有过的呀 没有像现前这社会 多少学者 专家 国家领导人 都在想 如何让社会 能够安定 冲突能够化解 灾难能够平息呢 没有人不再想 但想不出方法来 最后 对这个灰心失望了 这才可怕呀 老和尚来表这个法 这就有救了 能够把人的信心提起来 这个功德太大了 这是难能可贵呀 那么 丁家丽同学 这份报告 代表的是演艺人员 演艺人员 习气很重 很难回头啊 很难回头的人 回头了 给那些学者 专家 各基层的领导人 增加了信心 所以 我们非常欢喜 将死深信 奉尘差 共稿人 吕昌雁 我是去年十二月 采与佛法结缘的 因为一些姻缘 探了朋友推荐的 和谐拯救危机 从此 对圣贤文化的渴望 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在此之前 我也和云云众生一样 迷惑颠倒 乐不思蜀啊 可是 接触佛法之后 我就下定决心 要改变我的人生轨迹 2014年3月21日 过完31岁的生日 我打算离开北京一段时间 去山里小住一个月 赶上净空老法师号召 大家要每天看三遍 介绍海贤老和尚的光碟 我看到第十天 决定先到莱佛寺去看看 原来的计划是 当天到寺院 当晚就离开的 所以就订好了 晚上11点离开的火车票 把行李寄存在火车站 我踏上了开往莱佛寺的班车 很多时候 我们猜得到故事的开始 却猜不到结局啊 我一个人 萌萌地来到寺院门口的时候 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里面有护法迎出来 接下我手中的水果 热情地问 外地过来的吧 拜完佛快去吃饭 吃完饭 就给我安排好了住处 然后带我去见印制法师 师父问我 在这儿住下了吗 我模棱两可地回答 安排好了 计划就这样被打乱了 面对着一望无际的麦田 我心生欢喜 心想 那就住两天吧 于是把火车票 改签到了两天后 决定第二天去南洋去行李 谁能想到 有时候一件小小的事情 一个小小的动作 会给人生带来好大的转变呀 第二天上午 吴叔叔骑电动车 送我去坐到南洋的汽车 我刚跨上电动车 硬指师父在旁边说 等一下 我回头时 看到师父弯下腰 帮我把电动车一侧的脚踏板 搬了下来 搬完了一个 还要到对面搬另外一个 我赶忙自己搬了下来 在师父弯腰低头的那一瞬间 我被深深地打动了 从年龄上来说 我是晚辈 师父比我父亲还要年长几岁 从地位来说 我是连佛门的窗户 都还没有摸到的后生 而师父却是贤功和尚的高祖 是佛门的大德啊 但是他为了我的安全 却能够那么自然地弯下腰 低下头去 正是因为 那一瞬间的感动 却成了我人生最大的转列点 而我后来才发现 师父像当初那样对我的举动 是他再平常不过的行为了 寺院的后院 昼夜播放着弥陀圣号 前院里 净空老法师讲经的录音 二十四小时不中断 寺院每天的功课 全部都是绕佛 除去佛号再无他物 寺院里 随时随地 都能听到护法 和师父们持念阿弥陀佛 而不单单是在早晚功课 一门深入 常识心修 净空老法师所讲的法 在这里不折不扣地得到了落实 墨学福伯 无缘亲近海贤老和尚 更无缘得见海庆法师 但在这个他们住了几十年的地方 却感到有一种精神流传至今 令人刻骨铭心 归在庆宫今生前 让我深刻地感受到 佛不再是遥不可及 成佛不再是难如登天啊 他老也是和我们一样的普通的人 所谓的不过一句弥陀圣号而已 却给我们留下了 稀有的全身舍利 假如我们能像他老那样 老实听话真干 我想我们也一定能够当生成就 光碟里出现的海贤老和尚的那些工具 寺院到处都是 硬指师傅收了一些 保存在海贤老和尚生前住的疗房 另外一些则放在外面干活用 所以我经常可以用那些工具干活 有时握着锄头就会想 这是佛当年用过的工具啊 顿时觉得 佛离我们其实并不遥远 自从我来了之后 师傅买了电脑 开通了网路 终于可以听净空老法师讲经直播了 听着老法师讲道 来佛三圣 讲道 海贤老和尚 师傅有时候会很难过 有一次还看到他掉眼泪了 作为一个接触佛法并不很久的佛陀的墙外弟子 我讲不出很多的佛理 但我深知 在末法时代 弘扬正法是多么的艰难啊 尽管如此 师傅从来不曾想过放弃 总是想着 我要继承海庆法师和贤工老和尚的精神 不辜负贤贤工的托付 不给净空老法师丢脸 从沁工到贤工都是羞忍辱 到印制师傅这儿一样如是 真是名符其实的白忍家风啊 刚到来佛寺之时 我也曾经想过 随着寺院的名气越来越大 来佛寺能否一如既往呢 两位高僧的传统能否继承呢 所以当师傅挽留我的时候 我并没有马上答复 等我住了一段时间细心观察之后 才下定决心留下来护持道场 后来向师傅忏悔自己曾经的怀疑 师傅笑着说 不管是观察几天 还是几个月 还是几年 我都是这个样 接着又问我 那这些天 你有没有发现 我有做得不对 不合适的事情呢 我说 我说 没有 师傅特别开心地笑着说 那就好 如果有哪天你感觉我做得不对了 可以离开 我哭着拜倒在师傅面前 第一次 第一次叫人师傅 第一次接起电话问候阿弥陀佛 第一次给别人合掌鞠躬 第一次连续绕佛两个小时 第一次跪拜六个小时 第一次敲饮庆 第一次打板 第一次用稿 第一次种菜 第一次剁饺子线 第一次念着佛号 学包元宝形饺子 第一次学习原来宁死不穴的Photoshop 第一次考制光碟 第一次用正体字写信 第一次帮忙审阅正体字的书稿 人生总是在第一次中不断地成长 我亦如此 因缘生暗 拿摩阿弥陀佛 愣眼睛云 将此身心奉尘差 适则名为报佛恩 莫学在此双手合十 对小吕居士的深宏誓愿 深深随喜 因为先贤有誓约 世人开口说神仙 眼见何人上九天 无视仙家尽虚妄 从来难得到心间 世人开口说神仙 眼见何人上九天 无视仙家尽虚妄 从来难得到心间 诚如古燕所云 学佛一年 佛在眼前 学佛两年 佛在天边 学佛三年 佛化云烟 无望初心 方得始终 初发心 成佛有余 莫学将小吕居士的文章 放于最末 正为此耳 因为求学途中 必然要遭遇到诸多的磨难 学者必须坚持不懈 不可半途而飞 不可妄失初心 不可助长傲气 不温不火 常识熏修 自然可以变化气质 脱胎换骨 表里如一啊 至此 全书圆满之计 莫学粗成大游 诗一首 以作节语 文书妙志 互贤行 无上真谛 隐其中 着作难堪 称风雅 但心足以照汉清 不依人情 只依法 但看佛面 不看僧 为愿百事千年后 一般贤功 旧家风 文书妙志 普贤行 无上真谛 隐其中 着作难堪 称风雅 单心足以照汉清 不依人情 只依法 但看佛面 不看僧 为愿百事千年后 一般贤功 旧家风 学习海贤老和尚之表法 贤功老和尚 注释表法 应当学 延迟戒律 三福六合 三学六度十愿 亲修泛横 清静平等绝 绿起秋起 待人春风 以身垂范 铺利群盟 九十二年 善始善终 利药有情 广眼正法 六合道场 白忍家风 柳子鸿鸣 一直念去 心虚授意 自卑尊人 原生原灭 万法游生 顺应自然 大道至简 生佛不二 念佛是音 成佛是果 不参禅礼 不言教 不解经咒 又何妨 信深怨切 执念去 自然花开 极乐邦 能持戒 能吃苦 佛不离心 称不离口 每年清明 十月初一 回老家 上坟祭祖 祭拜老师 表发 做好榜样 一切都好 没有一样不好 见啥都说好 见啥都高兴 发戏充满 无烦恼 一切时 一切处 不失威仪 取礼乐 无不敬 眼若思 安定此 安民哉 傲不可掌 欲不可纵 智不可满 乐不可及 四句借 敬之凡 能借之 则尽得权益 对人 对事 对物 保持慈悲 微笑 亲切和蔼 令人感到温暖幸福 供养 必定全部留在 所在的道场 居士们要求合影 总是主动配合 尽量满足 大家心愿 时时处处 皆是修行念佛的道场 学忍弱 能忍心安 不可与人争高低 无烦恼 忍者心安 践行佛陀教诲 老师念佛 一生为持六字鸿鸣 一生为持六字鸿鸣 行柱坐卧 不丢失 慈悲 不爱 奉献给众生 奉献给 至善圆满 佛教事业 好好念佛 好好念佛 成佛 成佛是大事 其他 其他 啥都是假的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转 世尊 世尊有一言 道破世间豪大天际 一切法无我 得逞于人 养成大拙方为巧 学到真于使之贤 感应稀奇 不要求 啥都是自然才好 明白了 也就是开悟 不要乱说 不能说 不要指手画脚 阿弥陀佛 是我老和尚的根啊 烧香 主要是把自信佛 念出来就成功了 我往生 不用注念 靠自己念佛 让别人注念 没把握 不老靠 红衣大师云 阿弥陀佛 无上遗忘 舍此不念 非吃极狂 若要佛法性 唯有僧赞胜 三学一体 一则兴 母亲说 为人要和善宽厚 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 映光大师云 敦伦尽焚 闲邪存成 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借杀护生 施速念佛 决定求生极乐世界 切不可求 来生人天福报 施速念佛法性 使为制药 应当写 净空老法师总结 海贤老和尚 表法的意义 一 海贤老和尚 给我们做出 修行人的 最好榜样 他一生老实 专念一句佛号 没有涉猎 其他法门 一句佛号 就是十方三世 一切诸佛的 总名号 念阿弥陀佛 就是念一切诸佛 一切诸佛 所说的一切经教 全在这一句佛号中 全在这一句佛号中 念阿弥陀佛 得佛力加持 心地清净 健康长寿 一百一十二岁 自己照顾自己 精神 体力跟年轻人一样 一生持戒念佛 无量寿经上所说的 他全做到了 看到他的表法 学佛的人 心就定了 信愿念佛 求生净土 必定得生 圆满无上菩提 真正不可思议啊 二 老和尚的表法 给我们证明 第一 夏连居老居士的 晦记本是正确的 不应该怀疑 第二 黄念族老居士的 吉祝也是正确的 是正法 第三 肯定我们这二三十年 弘扬会其本 依照这个本子来学习 没有错 我们学习 大圣无量寿经科著 第三回圆满 海贤老和尚九十二年的 表法 给我们做最后的总结 无量寿经 是世尊跟连功大士 为我们事转 劝转 黄念族老居士的 注解 是劝转 海贤老和尚 事做正转 三转法轮 都在我们面前 我们能不信吗 三 老和尚为我们末法实习 在斗争坚固的时代 开辟一条 往生极乐世界的大道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万元放下 一个人默默地认真苦修 心里清静 平等 自在 帮助一些苦难众生 他真有智慧 真有定功 什么都知道 但是不说 吃苦耐劳 忍人所不能忍 从事农耕自取自足 明文立样 一点都不沾 所以没有人干扰 也没有极度障碍呀 还嫌老和尚的光点 要天天看 每天看三遍 一年看上一千遍 每天念一万声佛号 确实能兼顾我们的道心 信心 愿心 决定消罪业 决定往生净土 老和尚最后的法表完 阿弥陀佛就接引他往生了 他把这个使命交给我们 我们要继续表法 如法修行 要做出念佛人的好样子 给世间人看 聂老为三圣提诗 拜诵 因缘声所转 海贤法师形状赶赴 不计功卓英吕 为智景仰之义儿 海贤法师 顶之轻重 细堪问 得之所惧 为圣行 应是西天 来佛祖 轻松一百十二灵 温柔敦厚 诗之韵 疏通之远 疏之经 广博一凉 大和乐 洁净经为 允值中 弓简装静 恰无礼 看似无异 方真能 看似无异 看似无异 方真能 广博一凉 广博一凉 大和乐 斜净经为 允值中 弓简装静 恰古里 看似无异 方真能 晚下人文 成海月 只应造化 欲贤僧 海鲜宣堂 生逢乱世 不由身 游子武兮 利苦心 忠道眼看 而失户 孤舟独掌 杜合金 自知大县 八十六 卧寝中堂 别子孙 正过忠诚 有孝子 族安静土 好娘亲 生逢乱世 不由身 游子武兮 利苦心 忠道眼看 而失户 孤舟独掌 杜合金 自知大县 八十六 卧寝中堂 别子孙 正过忠诚 有孝子 族安静土 好娘亲 海庆法师 山亦不高 水亦不深 草自风貌 木自成林 来佛禅寺 熏风甘霖 海庆法师 同志坐林 八十二岁 自在习音 坐钢七载 笑面如银 肉体不腹 富阳富阴 天高云淡 唯无失心 山亦不高 水亦不深 草自风银 草自风貌 木自成林 来佛禅寺 熏风甘霖 海庆法师 同志坐林 八十二岁 自在习音 坐钢七载 笑面如银 肉体不腹 富阳富阴 天高云淡 天高云淡 唯无失心 河东三尔市 静传并输 实在甲午 梦下月也 把来佛三圣 永思集 贤公老和尚之表法至关重要 成为末法九千年 众生之 凯世典范 于此本书中 获真实利益者 当习 贤公等 三圣之真诚 清静 恭敬 与其老实 听话 真干 总结之 则为 成敬二字二 顾云 一分成敬 得一分利益 十分成敬 得十分利益 成敬这体现 是一尊重法宝 若于记录 来佛三圣 世纪之载体 尚不尊重 何可奢谈成敬 映光大师 常记人约 读者必须生感恩心 坐难遭响 静守结案 主敬存成 如面佛天 如临师宝 则无边利益 自可亲得 故此 普劝读者 尊重原著 若欲注印流通者 只可依原版复印 甚物思改一字 故得有 措下一字转语 跺五百事也无身 知空暗 误导众生之罪 罪为严重故 可不戒甚乎 一学傻门 试尽空谨示 静宗历代祖师略传 前言 净土一门 出苦劫行 一行难信 要须榜样 事已节路 古来祖师略传 一想同修 所愿者无他 唯惜见闻者 心生欢喜 见贤思奇 同生净土 同成佛道尔 公元2015年5月 香港佛陀教育协会 静世 一 东晋惠远大师 惠远大师姓贾 燕门楼凡人 幼儿好学 伯纵六经 犹善庄老 识世道安 建差于太行恒山 远往归之 闻安奖 波惹经 豁然开悟 因头三授业 经思奉送 以业济咒 安探月 使道流东国者 其在远户 近太元六年 过寻阳 见庐山贤旷 可以欺职 乃力惊涉 好 龙泉寺 时远同门 慧勇 先居庐山西林 欲邀同志 而远学旅 尽重 西林 爱不可处 此时还一 未远更立似于山东 岁号 东陵 远于是率重行道 早迟重连 于水上立十二叶莲花 音波随转 分刻昼夜 已为行道之节 继而四方轻信之事 闻封而至者 百二十三人 远曰 诸君之来 能无异于净土 乃造西方三圣像 见斋力赦 令刘宜民筑 发愿文 乐之时 十黄桥之等 庶人 复为念佛三昧师 以建制 愿未作事 愿以江东 京藏多阙 浅弟子 愿越聪领 构诸范本 并传观中 所有经律 出诸庐山 积至百卷 长造 法姓论 以名 尼环 常柱之旨 揪摩罗石 剑而探阅 边方 未见 大惊 便 暗于礼合 居山三十年 积不入俗 专制净土 诚心观想 三见圣像 而沉厚不言 一夕十二年七月 会系 于般若台之东堪 方从定起 见阿弥陀佛 身满虚空 原光之中 有诸化佛 观音视智 左右视力 又见水流光明 分十四支 回注上下 言说 苦 空 无常 无我之音 佛告于远约 我以本愿立故 来安慰乳 乳后七日 当生我国 又见 社中先化者 佛陀耶社 慧持 慧勇 留移民等 皆在侧 前一月 师早发心 何来之晚 愿为弟子 发镜 汇宝月 无始居此 十一年中 三度圣像 今父再见 无声进土 碧云 即自治 移界 至八月六日 端座入籍 年八十三 摘自东林传 庐山集 二 北魏 谈鸽大师 燕鸽大师 燕门人 少有五台山 见神机灵异 因发信心出家 读大吉经 以其词意深密 因未注解 文言过半 便敢气急 周行医疗 继而太悦 人命为翠 但系无常 吴文 常年神仙 往往奸出 得事法矣 方崇佛教 不亦可忽 遂往江南 陶隐居所 恳求仙术 隐去受以仙经识卷 欣然而还 至落下 欲三藏菩提流之 鸾未曰 佛法中 颇有长生不死法 圣子仙经者乎 刘之曰 此方何处有 长生不死法 纵得常年 少时不死 足归轮转 何足归乎 佛长生不死 无佛道也 乃以十六观境 受之曰 学此 则三界无父生 六道无父王 应须消息 祸福成败 无得而至 其微寿也 何杀节量 莫能彼也 此无今仙世之长生也 华大喜 遂焚仙经而专修静观 自行画他流步迷广 转礼净土十二记 续龙树记 又转安乐及两卷传于世 为主众志 好为神鸾 赤柱冰州大寺 晚宜焚州玄中寺 星河四年一夕 世中见范僧未曰 无龙树也 久居净土 一辱同志 故来相见 卵自知实志 极重教界月 劳僧异役 其旨无日 地狱诸苦 不可不惧 酒品敬业 不可不休 因令弟子高声唱佛 西向奇嗓而终 再四者聚见 帆花床盖 自息而来 天月迎空 两酒乃宜 世文于朝 赤藏焚熙文古 践踏立碑 摘自续高声传 乐邦文类 三 唐道措大师 道措大师姓魏 兵州问水人 年十四出嫁 其经论 又是赞禅师学禅 后居问水十壁谷 玄中寺 谈卵法师之所立也 绰目卵法师 净土之夜 于是前心观想 坐长向西 六时礼敬不缺 念佛日以七万计 有僧定中 有僧定中 渡西方灵相 见措手持数珠 细如七宝山 他诸锐印 未可淡树 措为中奖 无量寿经 观经 积二百遍 听讲者 各捏珠 称佛号 若潮戏声 祸时散席 响迷铃骨 平时积劝敬业 理智权勇 劝人 舍律敬援 一心念佛 诸净土论二卷 统该龙树天秦 而及慧远 痰乱文句 辞职窃药 当世众之 征观二年 众贤见 鸾法师 坐七宝船上 未措跃 如净土唐城 但 余报未尽而 又见 化佛祝空 天花下散 终结 心仰叹意 辞自死 暴力欲强 荣色胜发 道俗向风者 日重 年八十余 祖 时有 世道福者 与辞同志 每相见 必指 禁止净土为奇 辍王三日 复闻之月 无常旗先行 今乃在后 无家一席之功 可追而及 于佛像前 叩头住院 退就坐而化 摘自续高僧传 佛祖统计 四 唐善导大师 善导大师 不想其所处 贞观中 见西河 绰禅师 净土九品道场 喜悦 此真 入佛之精药 修于行业 淤辟难成 为此法门 素抄生死 于是 秦赌精苦 昼夜礼授 玄至经世 激发四昼 每入世 常跪唱佛 非历节不休 初 则演说 净土法门 三十余年 未常睡眠 互持戒品 先毫不犯 好食共众 粗恶自奉 所有称事 用写 阿弥陀经 十万余卷 画净土 变相三百壁 修营塔寺 燃灯续明 道俗 从其画者 慎重 有诵 念一生 有意光明 从其口出 实至于百 光益如之 高宗 知其神意 赐四额 曰 光明 其林中 正念文 曰 凡人林中 欲生净土者 须是不得怕死 常念此身多苦 不尽恶缘 种种交缠 若得舍此会身 超生净土 受无量快乐 泄脱生死苦去 乃是称义之事 如托必依 得患真福 放下身心 陌生炼灼 才欲有病 辨念无常 一心待死 须主家人 即问候人 来我前者 为我念佛 不得说眼前贤杂之话 家中长短之事 亦不须软欲安慰 祝愿安乐 此间虚怀无益 若病重将中 亲属不得垂泪哭泣 即发皆叹傲恨声 祸乱心神 施其正念 但叫祭取阿弥陀佛 守令弃尽 若得明解净土之人 贫来策利 极为大限 用辞法者 决定往胜 无疑律也 死门甚大 须自家 着力使得 一念插错 力竭受苦 谁人相待 私之 私之 摘自佛祖统计 乐邦文类 五 唐 成远大师 成远大师 不详其所出 使学于成都唐宫 赐资川申宫 至荆州 进学于玉泉真宫 真宫令 居恒山社教 人从而化者万计 使居山西 南沿石下 人宜之石 则石 不宜则石土泥 凡化人 立忠道 而教之权 必得以极致 故事 专念法门 殊途相 磕西谷 劈琴右叶 人皆富不薄 斩目时 为之掩护 不惧不盈 此语 祭聚 是为 弥陀寺 营造之余 则施与恶极者 真远 十八年七月十九日 终于寺 年九十一 先是有 弑法赵者 居庐山 由正定中 屈安乐国 见蒙恶医 弑佛者 佛告月 此恒山成员也 出而求之 孝燕 乃从之学 传教天下 赵 在戴宗时 为国师 言其师 又智德 天子 南相 而礼焉 度其德 不可争 乃名其 句曰 波州 道场 柳宗元 未至悲 历史 四门之诱 再次留子后文集 六 唐法赵大师 法赵大师 不知何许人也 大历二年 居恒州云丰寺 勤修不屑 一日 于僧堂 周波中 堵 五四祥云 云内 献山寺 寺东北 有山 山下有剑 剑北 有石门 门内 附有一寺 榜月 大圣竹林寺 他日 附于波中 见云中 数寺 十台楼观 万菩萨众 杂储其中 以所见 问之事 有一僧月 圣神变化 不可情测 若论山川市面 乃五台也 四年 赵于郡之湖东寺 开舞会念佛道场 赶祥云迷复 云中陷楼阁 阿弥陀佛 及二菩萨 身满虚空 恒舟举锅 咸焚香 沾里 两酒放灭 赵 富裕一老人 未曰 如曾发愿 往金色世界 离谨大圣 金和辙旨 言气不见 赵 遂与同志树人 愿意五台 五年四月六日 至五台县 佛光寺 其系四经 摇见一光照身 吉之行五十里 得一山 山下有剑 剑北有一石门 剑二童子 自称 善才难妥 引至一寺 榜曰 大圣竹林寺 如波中所见 金帝报树 亦为庄严 入寺登讲堂 剑文书在西 谱贤在东 各去狮子座 万众围绕 而未说法 照座礼未曰 莫代凡夫 去胜十远 知识爱烈 仗够有甚 佛性无有显现 佛法浩瀚 为神修合法门 最为奇要 文书告约 如今念佛 今正事实 诸修行门 无过念佛 供养三宝 福会双修 此之二门 最为善要 我于过去 我于过去节中 因观佛固 因念佛固 因供养固 得一切种志 事故一切诸法 般若波罗蜜 甚深禅定 乃至诸佛 乃至诸佛 皆从念佛而生 故知念佛 诸法之王 赵问 当云和念 文书言 此世界西有阿弥陀佛 彼佛愿力不可思议 如当纪念 另无间断 命中决定往生 永不退转 试年十二月 于华岩寺 入念佛道场 绝力邀习 世生净土 至七日初夜 正念佛时 建议泛僧入 未悦 如所见台山境界 胡不传世世人 言必不见 赵心意知 一日又见泛僧欲如前 赵曰 非敢秘密圣道 孔生一傍耳 僧曰 大圣文书 陷在此山 上朝人傍 如何席烟 但以所见境界 普告众生 使见闻者 发菩提心 作独鼓猿耳 赵 岁易所见 路易传世 赵于世 度智念佛 日夜无况 忽见佛陀玻璃 未悦 辱化已旧 后三年花开 致其 至其 未众约 我行以 端坐而是 或言 赵长于兵州 舞会念佛 德宗时 赵入经诗 教工人念佛 一集舞会 号 舞会法师 摘自宋高僧传 乐邦文类 七 唐 少康大师 少康大师姓周 晋云仙都山人 生而不言 七岁 入灵山寺礼佛 母问 是否 呼发言阅 释迦牟尼佛 父母岁舍之出家 年十五 能通五部经 真远出 亦洛阳白马寺 见殿中文字放光 探知 则善导和尚 西方画导文也 康祝月 若与净土有缘 当时此文再现光明 炎以光复闪烁 光中隐隐有化菩萨 康月 杰石可魔 我愿无意 遂至长安光明寺 善导和尚影堂瞻礼 忽见道真相升空 未曰 如依无教 广化有情 他日功成 必生安养 南至江陵 欲以法师未曰 如欲化人 当往心定 缘在于彼 言气不见 乃是心定 气前 又小儿念佛 念佛一生 急语一前 如是年鱼 凡男女少长 健康者 接云 阿弥陀佛 念佛之声 迎于道路 遂于乌龙山 见净土道场 竹坛三极 每玉摘日 善信必及 所画三千许人 每声座 高声唱佛 众共贺志 康一唱佛 众见一佛 从其口出 十声 则有十佛 若灌诸焉 康未众曰 如见佛者 必得往生 众皆欣慰 二十一年十月 主道俗悦 当于净土 气增尽心 于颜伏体 喜燕离心 辱曹 此时见我光明 真我弟子 遂放异光树道 急然而逝 他于台颜 号 台颜法师 摘字 宋高僧传 乐邦文类 八 五代宋 永明大师 颜导大师 自冲玄 前堂 王氏子也 绍颂法华 前文目王时 知税务 多用官钱 买放生命 罪当死 饮腹 世草 王氏人见智 色不变 命逝智 头四名 翠颜禅师出家 复餐天台 少果师 发明心药 常于国庆寺 行法华颤 禅观中 见观音菩萨 以甘露 观其口 因是 获大变财 以夙愿 未觉 登智者禅愿 做二究 一约 欲心禅定 一约 万恨庄严净土 明心经道 七年皆得净土究 于是一意修净业 建龙二年 忠义王 请祝永明寺 四号 智觉禅师 日课一百八事 夜往别风 行道念佛 唐人识文 罗备天月之音 诵法华经 积一万三千部 据永明十五年 弟子一千七百人 常与众寿菩萨界 诗鬼神识 买赎生命 皆已回向净土 注宗净路一百卷 惠天台 贤手 祠恩 一同之旨 又注万善同归吉 其中 只归净土处 最为窃要 又常坐 四料简云 有禅无净土 十人九搓路 因静若现前 撇耳随他去 无禅有净土 万修万人去 但得见弥陀 何愁不开悟 有禅有净土 犹如带脚虎 现世为人师 来生做佛祖 无禅无净土 铁床并同住 万劫与千生 没个人医护 开宝八年 二月二十六日 晨起焚香告终 夫作而化 年七十二 后有僧来自林川 经年绕起塔 人问故 曰 我病入明 见殿左共一僧相 王秦至礼拜 音寻其人曰 杭州 永明寿禅师爷 以往生西方 上上平 王重其德 故李静儿 摘自乐邦文类 万善同归吉 九 送姓常大师 姓常大师自造为 姓严 前唐人 七岁出家 十七 受巨界 送纯画中 驻南昭庆 四名 目庐山之风 谋结连社 科胡亮寿佛像 四写书 华言净行品 于是一连社为 净行社 师父与会者 一百二十人 皆称 净行弟子 王文正宫 但为之首 比丘及千人烟 天夕四年 正月十二日 常端坐念佛 有请 历声唱乐 佛来也 勃然耳化 众见 地色皆金 仪时方隐 年六十二 摘自佛族统计 十名莲池大师 诸宏大师 自佛会 好莲池 杭州人和 审氏子也 年十七 补诸生 以学姓称 林有老玉 日刻佛名数千 问其故 玉月 先夫持佛名 临终无病 与人一共而别 故知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弘自此七心净土 书生死世大四字 于案头 以字册 年三十二出家 夜变容 笑颜 诸大老 参念佛者 是谁 有醒 龙庆五年 气时云期 见山水 幽绝 居焰 山顾多虎 未放鱼且艳口 虎不为患 遂抗旱 居民祈祷雨 月 无胆之念佛 无他树也 众故请 乃持木鱼处 寻田成行 唱佛名 时雨随住 如足所及 众月 香雨 匹财造物 那子日归父 遂成丛林 红 主张净土 痛斥狂蝉 诸 阿弥陀经书超 荣惠势力 统赦三根 智为温傲 红居长 广修众善 以字敬业 又定水路遗闻 即余且艳口 以整幽明之苦 开放生时 祝 戒沙文 从而画者 慎重 万历四十年 六月廟 忽入城 别诸弟子 及故旧 曰 无将踏亡 环山 涉查别众 众莫测 至七月朔晚 入堂 曰 明日 无形矣 四夕 入帐室 室为己 明目作 城中诸弟子 闭致 覆开目云 大众 老实念佛 莫捏怪 莫坏我规矩 向西称佛名 而是 年八十亿 摘自云期法会 十一 清偶义大师 智序大师 自偶义 信中无限人 父持白衣大悲咒 梦大师送子 而生絮 少以圣学自认 诸书必佛 凡数千言 即月云期 竹窗随笔 乃焚所著论 年二十 读地藏本愿经 发初世志 日诵佛名 天启元年 年二十四 听以法师讲经 以请护发 用心参就 以而豁然 寻眼观于吴江 欲己且待 使一意求生净土 其后立住温灵 张州 石城 城西 长水 新安 广洪台教 而归老于临风 使诸方禅者 多以 净土为全教 欲念佛人 必令 参就谁字 蓄读位 持明一法 即是 元顿心宗 顺至十一年冬 又即 一命 蛇为后 蟹骨祸焚 分尸情愚 结西方远 明年 正月二十一日晨起 并凉矣 五刻 夫坐绳床 向西举手 而逝 年五十七 寄集三年 如法蛇为 器堪 发长复尔 面如生 门人不忍从一命 收起骨 踏于临风 摘字 临风宗论 十二 清刑策大师 刑策大师 字节流 姓蒋 父全昌 一兴老如也 与憨山 清宫为友 憨山 济世级之三年 为天启六年 一系 全昌 孟憨山 入世 而生子 因名之约 孟憨 几掌 父母相继事 发出世制 年二十三 头五林 李安寺 若安问公出家 携不治习者 五年 顿彻法源 问公化去 策 祝报恩寺 与同参习安英师 劝修敬业 又与前堂乔史法师 隐悦台教 乃同入境世 修法华三昧 素慧顿通 穷彻教随 康熙二年 节安于杭州 法华山西 西河主建 专修敬业 音名所居曰 连夫安 九年 驻榆山 蒲仁院 畅兴连社 学者 细然宗志 居蒲仁 十三载 至康熙二十一年 七月九日足 年五十五 时有孙汉者 病死 一昼夜复苏 约 吾为名思勾涉 戏阎罗殿下 黑暗中 忽度光明逐天 香花布空 阎罗伏地 迎西归大师 问大师何人 云节流也 无以师光所照 遂得放缓 同日 有吴世子病死 玉戏复活 巨眼所见 亦如汗眼 摘自 余学摘集 净土约说 十三 清姓安大师 实贤大师 自私其 好姓安 常熟 时事子也 自少 不如婚 出家后 惨念佛者是谁 有姓 约 无梦决以 眼观 珍疾四三年 咒揽藏文 晚刻佛号 以茂山 立阿玉王塔 常以佛涅槃日 大和资白 广修供样 燃指佛前 发四十八大愿 族感 舍利放光 做 劝发菩提心闻 以激励四众 诵者多为涕下 晚年居杭州 仙林寺 雍正七年 结连社 为文示众 以毕命为奇 潘日课为二十分 十分驰名 九分做官 一分礼颤 其试禅者 念佛记已约 一句弥陀 头则公案 无别商量 直下辩判 如大火炬 处之则烧 如太阿剑 应之则烂 八万四千法葬 六字全收 一千七百公案 一刀斩断 任他佛不喜闻 我自心心意念 请君不必多言 只要一心不乱 十一年腊月八日 告地子月 明年四月 无其趣意 岁眼观一事 日刻佛名十万生 明年四月十二日 告中约 月朔以来 再见西方三圣 其将往生虎 岁书记辞重 明日断食饮 炼墓为作 五经巨域更衣 十四日将五 面兮即燃 宋者群至 护仗暮月 无趣即来 生死势大 各自尽心念佛 可以 何掌 连称佛名 岁世 年四十九 摘自 思琪大师已稿 僧 素丰树 十四 清彻悟大师 既醒大师 自彻悟 好纳唐 姓马 京东风润县人 又通经史 至然后 便利将习 博观姓相两宗 而于法华三观 十圣之旨 有无为心得 参广通 翠儒纯禅师 明相上士 师资道合 乃印心焉 后 纯公千万寿寺 兴 祭习广通 策立后学 宗风大阵 每位 永明寿禅师 乃禅门宗将 上归兴净土 旷进末代 犹以尊成 于是专修敬业 主张连宗 日线赤香悟客 过时则理念而已 四千绝生寺住持 寻退居 红罗山 滋福寺 那子依恋 追随日重 遂成丛林 行 为法为人 心中无厌 但依以净土为归 每当开眼如来旧苦 舍乐之恩 或致泪随生落 听者 亦未尝不替寺 瞻一也 其语录二卷 尤为切智 假庆十五年二月 欲知十智 辞诸外户 诸月 幻缓远不久 虚声可惜 各已努力念佛 他年净土 好相见也 临即半月前 世级 命中著称佛号 见空中床帆无树 自息而来 告仲月 静土相线 无将息归 至十二月十七日 深刻 复告仲月 左见文书 观音 世智三大师 经负蒙佛青来 皆应无趣意 众称佛号 欲吏 兴 面膝端座 合掌宁谋月 称一声鸿鸣 见一分相好 言必结印而逝 众文一相浮空 路堪七日 茂如生 法白变黑 蛇为祸舍利败鱼利 士寿七十 僧腊四十九 摘自净土圣贤路续边 十五 民国应光大师 应光大师法会 圣量 别号 常残愧僧 又随兄读儒书 颇以传承圣学自认 应贺含殴辟佛之意 后并困数载 使务前辉 顿阁先心 出世元熟 头中南山南台莲华洞寺 礼道纯和尚替染 四年受巨祖界 于陕西兴安双西寺 世出生六个月 有眼疾 激尽失明 后虽痊愈 而目力已损 稍发红 即不能事物 出家后 于湖北莲华寺 冲召客时 因亮晒经术 得读残本 龙树净土文 而知净土法门 为吉生了生托死之药道 诗于受戒时 因善于书法 凡戒其中 所有书写事宜 悉令带坐 写字过多 眼睛发红 如血罐 由此目病 乃物身为苦本 急于闲时 专念佛号 夜中睡后 父起坐念佛 急写字时 亦心不离佛 后厌疾 静得全欲 由此深信 念佛功德 不可思议 而自行化他 亦以净土为归 师修净土 韬光炼技 久而弥堵 二十六岁 于红罗山 资福寺 净土道场 入堂念佛 三载之中 念佛正行而外 研读大圣经典 妙弃佛心 敬业大尽 三十三岁 应普陀山法语寺 化文和尚请 护藏经南下 驻法语寺藏经楼闲聊 近二十载 立志经修 深入经葬 见祸受四众奸请 乃未讲净土经典 讲壁玄疾闭关 摘房书念佛待死 以自免学行备尽 师出嫁三十余年 世中韬慧 不惜与人往来 亦不愿人知其名字 长喜昼夜 持念阿弥陀佛名号 亦早正念佛三昧 一九一一年 师五十二岁 高鹤年居士将诗文稿数篇 刊入上海佛学丛报 庶民长残 徐未如 周梦有诸巨士剑之 探欲云 大法灵移 于今为己 不图当世 尚有巨正之剑 如师者 去佛会命 于是乎在 于是一再搜集诗文稿 刊为 印光法师文超 广为流通 诗由此 而藤遇海内外 文超 诗为诗弘法之缘起 由读文超 而轻目诗德 竭望 列于门墙之善信日多 或航海踢山 而请求射寿 或鸿来燕网 而启赐法明 二十余年 归一诗作下者 不计其数 即依教奉行 精修敬业 得以往生净土者 不生美举 我国近代以来 礼教灵仪 故师真编石壁 立唱 结成尽敬 惭愧字幕 以陪敬业行人之伏击 长云 因果之法 为救国救民之吉物 必令人人皆知 流通 安世全书 了凡四讯数百万册 足见其 立唱因果之悲心 诗之净土思想 上乘古佛 祖师写脉 下气 近代 众生根基 严严贵宗 字字建帝 建立 灵严山寺 净土道场 钦定贵账 为末法丛林之表范 更创 红画社 广印经书流通 二十余年 所因各种佛书 无下四五百万部 佛像 亦在百万余真 法画之红 广批中外 诗一声 刻苦俭弧 衣食住等 阶级简单粗烈 洒扫洗涤 世界共勤 善信供养 吸用于流通荆棘 救济积品 一九四零年冬 诗略试为集 促办妙真法师 升作仪式 欲知实质 多诸机正 初三日晚 示众 净土法门 别无奇特 但要恳切制成 无不蒙佛接引 待业往生 初四日早 一时半 由床起作乐 念佛 见佛 决定生气 元气 即大声念佛 二时十五分 师座床边 呼水洗手臂 气立眼 蒙阿弥陀佛接引 我要走了 大家要念佛 要发愿 要生西方 颜致急于以上 端身正坐 口唇 围动念佛 三时许 妙真和尚志 师吩咐 你要维持道场 你要弘扬净土 不要学大派头 厚不复语 只唇动念佛而已 炎至五时 如入禅定 笑容婉然 于大众念佛声中 安详往生 世寿八时 僧腊六时 师一生前修时正 淡薄平常 以文字因缘 作人天眼目 利益叵色 其著作有 印光法师文超 正序篇 兵子 习栽法会法语 等流通于世 十六 人民共和国 海贤大师 海贤大师 俗姓文 明川贤 自清选 清光绪 二十六年八月十九日 西元一九零零年九月十二日 生于河南南阳唐河县 世代耕读 遵佛向善 功自幼随母 如素念佛 孝行文娱相礼 因生逢乱世 未能得习诗书 年十八 贤功退生雍窗 医药往孝 赖称念 观音圣号而语 因凯叹 轮回路险 此生事大 遂发信出礼 民国九年 投同伯山太白顶云台寺 依船界禅师PT 发明 海贤 自姓成 年二三 赴湖北龙宝寺寿修 船界功别无他寿 为船六字鸿鸣 祝齐 一直念去 贤功 谨遵师训 一句 弥陀圣号 终生迟念 常试人乐 好好念佛 世上无难事 只怕心不转 好好念佛 唯有成佛事大 愚者皆为虚假 贤功秉性至孝 兄弟离世后 凤母于寺中达二十八年 直至此母八十六岁 自在生息 八年后 贤功遇千坟数杯 进墓穴内 尽空无遗物 为大钉树根而已 获疑 菩萨世线 如达摩卦旅之游戏神通 非长情可测呀 民国年鉴 贤功 专修净土 与海末 修学禅宗和法相为式 海源 禅净双修 体光 专修禅宗 三世与塔院寺 结卢共修三年 四老所修法门虽书 然能和和相处 而最终又皆成就非凡 堪称 故今西游之佛门家画也 十年浩劫 贤功拒绝还俗 力尽渐信 仍悄然念佛 礼佛不措 且甘冒生命危险 保存传戒功领古 免避遭晦 诚如所言 学道当之心是佛 修行应以戒为师 真乃 人中之圣 僧中之雄也 文革后 南阳设起县诸护法 迎请贤功至来佛寺主持正法 贤功生物偶艺大师 至徒脚底着实 何必门听好看之讯 故而俭气殿堂 仅供奉泥塑圣像 后将来佛寺 托付印制法师 祝云 不怕没妙 只怕没道 不龙不虾 不配当家 西元1991年腊月十一日 贤功师弟海庆法师 与来佛寺谈笑事集 自在生息 坐岗六年肉身不坏 一方称习 供奉之余寺内金刚馆 慕名来朝者至今不绝 贤功性情温和 贼心余物 一生未曾轻毁他人 欲人忏悔打骂 皆安然承受 料无怨对 其忍辱公身 难可比拟 常教诲弟子月 宁可昏口念佛 不可诉口骂人 每于耕种之际 必先绕行田地 念佛回向 祝月 敲稿下地 猪虫躲避 若伤性命 急生佛地 贤功平生 吃苦穿补 所着衣物 皆亲自逢补江西 为常假守于人 其勤俭之德 干人至身 常曰 择菜不丢青 胜色念黄经 若震在布施 则是慷慨大方 往往轻其所有 贤功持戒经言 念佛功身 曾言 无畏烧念极足 不念至一心不乱 不算念佛 年过百岁 依然身体康健 头脑清醒 曾自述其养生秘诀 乃是 持戒经言 老实念佛 虽早正念佛三昧 开显智慧神通 却是终尘厚不严 每日依然精进不已 日则更作 夜勤礼拜 凌晨三十几起 礼佛绕佛 静坐念佛 无片时空过 贤功多次 亲见弥陀 每求皆引往生 佛赞功 羞耻较可责 修持可责 主令 注释表法 世级前一月起 即吕诗人 行将往生之意 人皆不醒 共世级二十八日前 常遥远 常遥远 吾不愿长寿 情愿亦死 灵魂辱 灵魂辱成佛 聚世皆知 后至 后至孤风寺 辞别道友 铁脚僧 演强法事 返程途中 玉王春生老居士曰 老佛爷 呼我去 后至往日 常住之寺院 一一告诛弟子云 吾不复来也 往生前三日 贤功舌捧 若要佛法心 唯有僧赞僧艺术流影 寄望佛门团结 再三境界学人 应善悟口业 不可汇谤圣贤 往生前一日 仍翻整菜地 直至日暮 仁臣 腊月初六凌晨 西元 二零一三年 一月十七日 贤功 安享世纪 逝寿一百一十二岁 僧腊九十二年 四众弟子 未报诗恩 七昼夜 念佛不断 占世贤功法体 辞言如旧 双唇泛红 毛发 西游白转黑 清见其 往生 瑞相者 皆坚定 求生 净土之 信愿 贤功 一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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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驰 为 禁土法门 做 学家 正转 世纪 俱在 来佛三圣 永 斯吉 流伯 甚广 建文 而获 法义者 不可 声数 成为当代 静宗 一大 善之士 静空 老法师 提议 静宗 学人 尊 海贤 老和尚 为 静宗 第十四代 祖师 当之 无愧也